原著序 这本书的原成 大以卡内机 35年来 美国出版商出版了20多万部各种不同的书 其中大部分是枯粗罚未的 去多是规料本的 我说了去多嘛 有一位列入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公司的负责人 最近这样对我承认说 他公司拥有75年的出版经验 开始每出版8本书 依旧有7本书是规本的 那么我又如何还敢冒险 再写这本书呢 而且在我写好后 你又为什么要免得去读他呢 是的 这两个都是很值得从事的问题 为了要清楚解释完成这本书的经过 我虽简略地重复罗威汤姆士 在前言上所写的几桩事实 从193年开始 我在纽约体商界和专业的男女 举办一项教育课程 最初时 我只举办了演讲的课程这种课程的目的 事运用实际经验训练成人 在商业合谈和团体中 能依照自己的思想更清晰 更有效 更正正地发表他们的意念 可时经过几季后 我发觉到这些人 固然深切地需要有效的讲话训练 但他们更逼切的需要 在日常生活及交際上 跟人相处的艺术训练 我自己也漸漸觉察到 我有深切地需要这种训练 我现在回想那些年来的情形 对自己所缺乏的感到惶恐不安 20年前 我手里如果有这一本书 它的价值 那是无法估计了 如何应付人 哪该是你所面临到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是个商人 这问题尤其值得受从事 即使你是会计师 家庭主婦 建筑师 或是工程师 又会有同样的情形 数年前 在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下 所作的那次调查和研究 有了一项从要发现 这项发现 后来又由卡内基技术研究院 所研究证实 从调查出来的资料上显示 一个人经济上的成功 约有15% 是由于本人的技术和知识 而其中85% 都视出于人类工程职人格 和领导人的能力 数年前 我每季在费城工程师协会举办课程 同时也在美国电机工程协会分会开班 总计约有1500位以上工程师 去过我举办的讲习班 他们到我借累来之后 由于多年的观察和经验 最后发觉 在工程获得最高酬努的人 往往不是懂得工程学识最多的人 我们可以付出 每周25元到50元的代价 雇用工程 会计 建筑 或其他专业的技术能力 市场上永远积满住这种能力 但是材料技术 知识之外 再加上能发表自我意识的能力 有能担任领袖能力的 有能激发他人能力的 那么他的收入 就自然的提高了 约翰诺克菲勒 在他事业鼎盛的时候 曾经向白罗说这样说过 应付人的能力 也是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 就像糖和咖啡一样 他又这样说 我愿意对那种能力 付出酬劳 他的代价 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高 芝加哥大学 和青年会联合学校 曾举行一次调查 确定成人究竟要研究些什么 那笔研究费用 是二万五千元 同时花了两年的时间 调查的最后部分 是在梅立顿 康内的黑举行的 那地方被人认为 是典型的美国市镇 梅立顿镇上的每一个成年人 都作为访问的对象 同时请他们回答出 156个问题 这些问题就像你的职业 或专业是哪一行 你的教育程度如何 你的志愿是什么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你如何利用下余的时间 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的试好是什么 你最喜欢的学科是什么 调查人员所提出的 是这一类的问题 那项调查后的结果 显示出健康是一般人最注意的 至于第二种兴趣 那是如何了解别人 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使人喜欢你 如何使他人同意你的想法 举行这项调查的委员会 决定泰梅立顿的成年人 举办一种这样的过程 他们努力的尋求有关 这样提议的一本实用书籍 可是无法找到一本 最后 他们去见一位世界著名的 权威成人教育家 问他是否有合乎这些成年人 所需要的书笔 那位教育家回答 我虽然知道那些成人 需要写什么 可是他们所需要的这类书 他从未有人写过 由于我的经验所得 知道他的话是对的 我自己也已经费了很多年的时间 再尋求一本实用有效 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书籍 由于很多人希望有这样的书 我才尝试的写了一本 就是这本书 那是为我讲习班所写的 希望你又会喜欢它 我为了准备赞写这本书 曾经读过所有我能找到 有关者提议的资料 包括有的黑师报纸信箱回答 其他如离婚法庭的记录 相亲雜誌 以及多种著名的著述 同时 我环顾用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去研究 探索 他费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各图书馆中阅读我所为留了的资料 探究各种心理学的专集 最难多种的雜誌文章 探索无数的伟人传记 要找出各时代大人物对人是如何的应付 我们读过各时代的伟人传记 读过那些领袖人物的心平记事 自海撒到爱的生 至于有关罗斯福的传记 我就收集了一百多本 我们决定不惜任何时间 今前都要找出自古以来 任何人所以用过的 关于交友或影响他人的切实的意见 我曾经亲自访问过世界著名的成功人物 尽量从他们身上 走出他们在人与人关系上所运用的技术 从这些资料 我准备了一篇简短的现广告 我用的提名是如何交友或影响他人 起初这篇文章是短的 后来将里面内容伸展扩大 现在已是一篇需要用一小时 有30分钟时间的现广告了 这些年来 我每一季在纽约卡内基研究院 课程中都把这篇广告说给他们听 我现广告给他们听 并且也告诉他们在外面事务上 和社交上加以实验 然后回来讲习班 说出他们的经验 和所得到的成就 这是一项多么有趣味的课程 这些男女学员 急于自我改进 对这种在一个新式实验室工作的想法 感到非常注信 这是为成人所设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所人类关系研究的实验室 这本书 并不是像一般写作情形下所完成的 而是像孩子那样成长起来的 它是从实验室中生长发表 是由数千成年人的经验中所产生的 去多年前 我们把一套规则 印在不给明信片大的一张卡片上 到了下一季时 我们印在一张 给过去较大的卡片 然后下去试印一本小冊子 最后是一套小书 每次尺寸 范围 都加以扩大 充实 直到目前 经过15年的试验和研究 才出现了这本书 我们这类所定的规则 不只是理论 或是揣测 而且效力神奇 听起来似乎无法采信 可是这些定例 原则的应用 确实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 习惯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上一次 有一位拥有314名员工的老板 加入了这个讲习班课程 这么多年来 他不加限制 毫无顾虑地驱使 批评 斥责他的员工 至于仁慈 道义 和鼓励 从没有从他嘴里说过 在研究这部书中 所讨论的原则以后 这位大老板 骤然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他负责的这个机构中 出现了一种忠诚 热神 合作的精神 那原来314个仇敌 变成了314个朋友 他在讲习班一次演讲中 得意的说 从前我在我机构中巡走 没有人向我招呼 我那些员工们看到我走近 马上把脸转了过去 可是现在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了 甚至于连外面守门的 都叫我的名字 向我招呼 这位老板现在有更多的盈利 更多的愚客 还有更重要的 那时他业务想和家庭中 获得了更多的快乐 有很多的推销员 运用了研究会广乘班上的原则 使他们销售的记录 骤然提高 有许多过去无法获得的客户 现在也成了他们的新客户 公司机构的高级职员 不但获得了更大的职权 而且还增加了他们的新讽 有一位上季 来港习班提出报告的高级职员说 由于实行了这些定例原则后 使他年新增加了5000元 另外一位费成的煤气公司高级职员 由于不能巧妙的引渡别人 已有降职的决定 可时经过这项训练后 不但挽救了他现年65岁降职的危机 同时还使他作声而提高待遇 参加课程结束时的聚餐会中 那些太太们对我说 自从他们的丈夫参加这项训练后 他们的家庭更美满 更快乐了 哈佛大学一位名教授 如果跟我们应有的成就作个比较 我们只是朦胧半醒着 我们其是利用了身心一小部分的能源 我们在极限之内 上有更多的能源 可是习惯地不加以利用 潜伏在你身心 哪些你习惯地不加以利用的能源 这部书唯一的目的 就是帮助你发现它 开展它 利用它那些是你忍欲在身心 尚未利用的财富 如果你看完这本书的前三章后 对你应付生活的规范 并不显得稍微准备得充分些 至少对你来讲 我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完全的失大 因为教育最大的目的 不仅是求知识 而是实际的行动 这就是一本行动的书 这篇最言 就尽一般的最言 其是太长了些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请看下面第一章 如何从这本书里获得最大效益 一 如果你要从这本书里获得到最大的益处 有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个比任何定例或技术都从要的基本条件 你必须有这种基本的条件 不然 你再是如何研究 也不会有多少用处 如果有这种天赋的才智 你可以不用去看那些 从书中受益最多的建议 就能获得到奇迹 这种奇妙的条件是什么 那是一种深入 前驱的学习欲望 一个增加 你应付他人能力的强烈决心 你如何触发这样一个冲动呢 经常提醒你自己 让自己知道这些原则 对你是何等的重要 看你自己作这样的想象 如果将这些原则运用自如 将使你接触到多彩多姿的环境 在经济酬劳上 又如何能有更多的帮助 你要一次又一次的跟自己说 我所以受人欢迎 我所获得的快乐 和我酬劳收入的增加 那是由于我知道了 应付他人的技巧 而把每一张信足的阅读过 得到一个概念 你说许想接着就看下一张 可时 我希望你别这样 除非你仅是为了消磨时间而阅满的 如果你是为了增加 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技巧而阅读 那么你把这一张详细研读 这才是省时间或最有效果的办法 三 当你阅读的时候 不妨稍微的停一下 思索你读到的是这什么 你这样问自己在何时何地 你如何运用书中的每一项建议 四月读者本书时 手里拿一只红墨水钢笔 或是红色原子不遇到一项 你认为能运用的建议时 就再这列字旁边 画出一条线 如果看到一项极好的建议 那么就在那些句子旁边 画出一列XXXXX的符号 如果在这本书上 有注重这样的或线和符号后 不但使你有更多的趣味 也可迅速有效的温宅 同时使你蒙受到更大的益处 五 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一家极具规模的保险公司 担任经理职务 已有15年的历史 他每月关于公司所发出的保险单 他每月 每年 都关于同样的保险单 他这魔族视为了什么 因为经验告诉了他 那是使他记忆保险单上的条款 唯一的办法 有一次 我几乎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写一部演讲述的书稿 我发觉我必须反复的重读 才能把书稿内容很清楚的记料下来 所以 你如果要从这本书里 获得真实持久的益处 不能草率的汗过一片就认为够了 你把这本书详细读过后 每月应该抽出若干的时间 加以温宅 同时要放在你书却上 不时的翻汗 便忘记 只有恒久的 深切的温宅 才能使这些原则的运用成为习惯 六少八纳曾这样说过 如果你教一个人某件事 他永远不去好了 消事所讲时对的 学习是一种自动的过程 所以 你如果要把这本书中 所研究的原则 加以运用自如 那就应在遇到有这样的机会时 就运用这些原则 如果你不这样做 很快就会把书上所看的内容 忘记干净原因 是切身运用过的学识 才会深深地流在脑海 你或许会感觉到 随时随地找出这些原则 加以实施 时装困难的事 是的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要实施我所建议的主张 上个困难 我可以找出这样一个例子 当人们洗你不愉快时 批评 职责 要比了解对方的观点容易得多 也就事说 找出别人的错处 要比找出对方值得清重的事 容易多了 谈论你自己所需要的 比谈论对方所需要的 也显得自然得多 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点理别忘了 你不止是要获得书中的知识 同时要养成你新的习惯 你事在尝试一项新的生活方式 那是需要时间 持久力 和每天实施的 所以你要常阅读这本书 把这本书看作如何 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用搜查 无论什么时候 如果你遇到一种特殊的问题时 诸如如何管理小孩子 如何使妻子信从你的意思 如何满足一个气氛的过客 这都是些常会遇到的事 当你翻开这本书 试着去做其中的某项题 而说不走就会有其职本的发言 七者或許是个新奇而特殊的 尝试当你的妻子 子女 或是同事 走出你违反某一项原則是 你不妨付出一个 或是一元给他们 作为对自己处罚的罚款 八华以加一加极具声誉的能行 里面一位经理 有一次在我讲习班的演讲中 说出他如何做到改进自己的一项极有效的办法 这位能行经理 这位能行经理 即受过很短的正式学校教育 可是现在他是美国极受到从事的一位理财家 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 得力于他自己所扣试出来的方法 下面就是他的做法 我现在说出这位经理当时所讲的情形 这些年来 我有一本约会的纪录簿 记上所有约会的时间 我家里向来不替我再星期六订约会 原因是他们知道 我要利用星期六晚上的约干时间 作自我检讨 啟发反省的工作 那天晚饭后 我自己独处一间房里 翻看我的约会纪录簿 回忆这一个星期来 所经过的会谈 讨论和各行集会 我问自己 那回 我做错了些什么 如何做才师对的 我如何做才能改进自己 从雅致经验中 我得到了些什么教训 我发觉每周这样的反省 会使自己感到很不愉快 可是我经常对我自己的错误 感到惊讶 这样过了数年后 这些错误渐渐渐渐减少 终于不再发生了 现在 经过这样的自我反省后 有时便自己有了安慰 这种自我分析 自我教育的方法年年持续 对于我来讲 比我所尝试的其他任何方法 都更为有益 这种方法 以帮助我改进了 我决断的能力 使我跟人们接触时 受到极大的益处 为什么不用跟这位 能行经理类似的方法 检讨你对这本书里的原则 的实行程度 如果你这样做 会获得两种结果 第一 你会发觉自己在从事一行有趣 而有宝贵的教育课程 第二 你会发现 你应付人的能力 再逐渐的伸展和成长 九 不妨再加上一本记事保 把你实施这些原则后的效果 寄入这本记事保中 要写得很清楚 把日期 效果 和对方的姓名记下来 使用这样一本记事保 可以激励你更加的努力 这些记录 事项有趣又有意义的工作 为了使你从这本书中 获得更多的益处 你必须 一 养成一种深入 前驱 对人类之间关系的原则 能运用自如的欲望 二 当你要看下一张前 先把这一张仔细的看两次 三 当你阅读的时候 常情下来自问 你如何才能实行 这本书中的每一行建议 四 再有从要意义的文具旁边 加上一些符号 五 按月温习这本书 六 每月有机会时 就实施这些原则 把这本书时 作为活用手冊 帮助你解决日常遇到的问题 七 每当你的朋友 发现你违反其中某项原则时 及他一个或是一缘 把你的学习 当作一种有趣的游戏 八 每星期再一次检讨 自问你有犯了什么错误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将来该怎么做 九 不妨再加上一本记事宝 写明你什么时候 如何的运用这些原则 第一篇代人的基本技巧 第一张鱼肉彩物 密蓄风防 在1931年的5月7日 纽约市民看到一桩 从未见到过 在人听闻的围捕夹斗 空手试过烟酒不沾 有双枪之称 叫黑颅雷的罪犯 他被包围 陷落在西末街他情人的公寓里 150名警方治安人员 把黑颅雷包围在他公寓顶层的床身处 他们在屋顶坐了个洞 试图用催泪毒气 把空手黑颅雷昏出来 警方人员以把机枪 安置在附近四周的建筑物上 经过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个纽约市女 原来清静的住宅区 就一阵阵的响住 惊心思义的机枪 手枪声 黑颅雷藏在一张堆满杂物的椅子后面 手上的短枪 接连的向警方人员射击 上万的人 怀珠激动而兴奋的心情 观看者莫警匪格斗的场面 狗住纽约的人都知道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变故 当黑颅雷被捕后 警察总监马罗南指出 这暴徒是纽约自安史上 最危险的一个罪犯 这位警察总监又说 黑颅雷他杀人 就像之冲一样他会判处死刑 可时 相信黑颅雷认为 自己有事何等的一个人呢 当警方人愿意激他藏身的公寓时 黑颅雷写了一封公开的信 写的时候因伤口流血 洗那张纸上留下了他的血迹 黑颅雷的信这样写着 在我衣服里面 是一伙疲敗的心那是仁慈的 一伙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 在这件事不久之前 黑颅雷驾驻汽车 在长到一条公路上 跟一个女伴调情 那时突然走来一个警察 来到他停驻的汽车旁边 说 让我看你的驾驶执照 黑颅雷不说一句话 拔出他的手枪 就朝那警察连开掃枪 那警察终于倒地而死 接着黑颅雷 从汽车里跳了出来 见见那警察手枪时 又朝地上这具尸体放了一枪 这是黑颅雷所说 在我衣服里面 是一伙疲敗的心是仁慈的 一伙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 黑颅雷被判死刑作电矣 当他走进受刑失时 你想靠会说 这是恶杀人作恶的下场 不 他说的事 我是因为要保卫我自己 才这样做的 这段故事所指的行义 是相将黑颅雷 对自己没有一丝的责备 那是罪犯中一种常见的态度 如果你是这样想 再听听下面这些话 我将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吸了人们 使他们获得幸福愉快 过着舒服的日子 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侮辱 一个遭人守暴的人 那是卡邦所说的话 他是美国的第一号工地 黄罕在芝加哥一带 一个最凶恶的匪首 可时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益于群众的人 一个没有受到赞许 而且是个被人误会的人 有时在纽约急枪打击倒前 也有这样表示 他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他是一位有益于群众的人 其实 他在纽约是个令人发自的罪犯 我曾经和星星监狱负责人 华赖老师 有过一次有趣的通讯 他说 在星星监狱中 很少有罪犯承认自己是坏人 他们的人性就跟你 我一样 他们有这样的见解 解释 他们会这样告诉你 为什么要调开保险箱 或是接连的放窗伤害人 甚至为他们自己辩护反社会现实的行为 因此坚持不应该把他们囚禁起来 如果卡邦 双窗黑暴雷 有时 和在监狱中的暴徒 完全不自责 归咎在自己身上眼里 我所接触的人有如何呢 已故的华南梅格 有一次这样承认说 三十年前我就明白 则被人视愚蠢的事 我即使不抱怨上帝 会有将智能均匀的分配 我是我对克制自己的缺憾 而感到非常弃力量 华南梅格很早就学到这一步 我是我自己在这古老的世界上 盲目地行走了三十多年 然后才决然会问一百次 终有九十九次 会有人会为了任何一张事情 来批评他自己 无论错误到如何的程度 批评是没有用的 因他使人增加一层防御 而且潔力的替自己辩护 批评也是危险的 他会伤害了一个人的自尊 或自从的感觉 并激起他的反抗 得过军队里的士兵们 在发生某一件事后 不准他立即申诉 批评 他需要怀住满土的怨气随去 直到他这古怨气消失 如果他就即申诉 会受到处罪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似乎也有这任一个规律的 必要就像的沽埋怨的父母 蝶蝶不忧的妻子 斥赞无骂的老板 和那些吹无求疵 令人讨厌的人 从想千业的历史中 你可以找出很多很多 对批评和无效果的例子 罗斯福和塔夫特总统 那著名的争论者争论分裂了共和党 而使威尔信尽了白宫 使他在世界大战中 留下了勇敢 光闻的时政 而且还改变了历史的趋势 让我们快速的追追出当时的情形 1998年 罗斯福离开白宫的时候 他使塔夫特做了总统 然后自己去非洲授猎狮子 当他回来的时候 情形就发生了 他指塔夫特首旧 想要自己连任第三任总统 并且组织了贝尔摩斯党 这几乎毁灭了共和党 就在那次选举的时候 塔夫特和共和党 其获得两周的赞助那士夫蒙和与脱 这是共和党一次最大的失败 罗斯福责备了塔夫特 可是塔夫特有没有责备了他自己 当年没有 塔夫特两眼含着泪水 说 我不知道怎样做 才能和我所以做的不同 究竟是谁做错了 这情形我不知道 又不需要他关心 不过我所要指出的一点 那是罗斯福所有的批评 并没有使塔夫特自己觉得不对 那其使塔夫特尽力替自己辩护 眼中含着泪水 反复的雪 我不知道怎样做 才能和我所以做的不同 贴派脱的无由武败案 这件事还记得吗 他使舆论愤怒了好几年 震荡了整个国家 在任何人的记忆里 美国公务生活中 从没有发生过这类的情形 这类是者装武败案的事实经过 哈尔信脱福尔 是哈丁总统任上的内政部长 当时委派他主持政府 在沃尔黑山和铁敲脱油田 保留地出租的事 那把油田 是政府预备未来海军 用油的保留地 福尔是不是公开投标 不 不是那何事 福尔把这份丰厚的合约 干脆吸了他的朋友 陶海尼 陶海尼又如何呢 他把自己愿意称为债款的美金10万元 吸了这位福尔部长 福尔接着用他高压的手段 明明美国海军进转那地区 把那些竞争者赶走 因为他们的邻近游井 船吸沃尔黑山的财富 保留地上那些竞争者 在枪杆 都光下级赶走了 可是他们不甘心 考进法庭 揭发了铁抛脱美金1月的毛败案 这件事发生后 影响之恶劣 几乎毁灭了哈丁总统整个的行政 全国群起哗言 一致同行 共和党也几乎跨台 而福尔也被判下欲 福尔被刺择的焦头烂烂在公务生活中 很少有人被这样的谴责过 他后悔了 不 根本没有 那是几年后 互罚了一次公共演讲中暗示 哈丁总统的死 是由于神经的刺激 和心里的忧虑 因为有一个朋友 曾经出卖了他 当时福尔的妻子亚在座 听到这话后 落黑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他失声大哭 紧紧握住拳头 大声说 什么哈丁时及福尔所出卖的 不 我丈夫从未辜负过任何人 即使这间屋子一个堆满了黄金 也不会有话我丈夫做坏事 他是被别人所负 而才走向营场 被钉十字架的 这情形你可以明白 人类自然的天性 是做错事只会责备别人 而绝不会责备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事于此的 所以你我当明天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就想想卡邦 黑鲁雷 和福尔这四人 批评就像自养的夹子 他们永远会飞回家的 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要矫正或谴责的人 他又会为自己辩护 而反过来谴责我们的 就像温和的塔夫达 他要这样说 我不知怎样做 才能和我所以做的不同 1865年4月15日 星期六的早晨 林肯躺在一家简楼的公寓的卧室中 这家公寓 就在他租到最低的福特器院对面 林肯秀长的身体 躺在一张短短 遥往下沉的床上 靠床的圆壁 挂着一幅凭汉画群展览会的复制画 一盏煤气灯散发出幽暗 淡淡的光亮 林肯躺着就像去世的时候 陆军部长斯坦顿说 躺在那类的 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元首 林肯待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增废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研究林肯的一生 同时我整整废了三年的时间 赞助了一部有关他的书 我替这部书提名 叫人们对林肯尚美清楚的一面 我相信我详俊的研究 有关于林肯的人格 和他的家庭生活 以到任何人所能做到的极限 我又找出 有关于林肯待人的方法 足特殊的研究 林肯是否有放任批评过人 是的 当他年轻时候 在印第安纳州的及批谷 他不但批评 且还写信作诗去基少人 他把写好的东西 仍到一定会给人检导的街路上 其中有一封信 引起人对他终身的恶感 林肯在伊利诺斯州的春田镇 挂牌做了律师后 他还在报纸上 发表他的文稿 公开攻击的对他的人 但是尽这样的事 他只做了一次 1842年秋季 林肯基少一个自大好斗的爱伊兰政客 这人叫西尔治 林肯在春田的布上 康登出一封明明的信封 似他 西全镇的人光言大笑 西尔治平时敏感而自豪 这件事激起他心头性怒 当他查出是谁写这封信时 跳上马 立即去走林肯 要和他做一次决斗 林肯平时不愿意打架 反对决斗 可是为了顾到自己面子 而不能避免下来 他的对手西尔治 让他自己选用武器 林肯两条手臂特别长 就选用了马队用的大刀 他同一位西典军官 学校毕业生学集都战 到了指定的日期 他和西尔治 在密西西比河的河滩上 准备一箭生死 就在最后一分钟 他们两方面的作斗者 才做指了这项决斗 那次对林肯来讲 始终最惊人 恐怖的事 可是这件事 在林肯待人的艺术上 他吸了他一个极宝贵的教训 他永远不再写凌辱人的信 永远不再击笑人家 从那时候开始 他几乎从不为任何事 而批评任何人 美国内战的时候 林肯屡次委派新将领 统书波托阿克军队 可是一个一个都遭到沉痛的惨败 使林肯怀着失望而沉重的心情 单独一个人在屋子里度报 全国几乎有半数的人 乖言指责这些不能胜任的将领 可是林肯保持住他平和的态度 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 那是不要平移人 免得为人所平移 当林肯的妻子和有些人 刻薄的谈论南方人时 林肯总是这样回答 非要批评他们 我们在相同的情形下 又会像他们一样 可时 如果有人有机会批评的话 那就是林肯了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7月4日的晚上 南方未将军开始向南边折退 当时全国雨水泛滥成灾 那时你带领大军到达波涛麦克时 困到前面河水暴涨 使他们无法过去 而胜利的联军就在后面 你和他的军队进退围局 处于围困中 林肯知道 这正是个极好的机会 把你的军队俘虏 立即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林肯满怀着希望 他命令梅特 不必召开军事会议 而立即集进美军 林肯先用电报发出命令 然后派出特使要梅特就职采取行动 可是这位梅特将军 又如何处理呢 梅特所采取的行动 他跟林肯的命令相反 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违反了林肯的命令 还迟而不决的延档下去 梅特用了各种借口福点 实际想试拒绝遵就离军 最后河水降退 你和他的军队 就这样逃过了波涛麦克 梅特这样做事什么容易 林肯知道这件事后 震怒刺激 林肯向他而指劳白血大声说 老天爷 这是什么意思 李军 已在我们掌握中略 只要一身守 他们就是我们的了在 那种情形下 任何将领都能带兵把你打败 如果我自己去已经把他捉住了 在沉痛心望之下 林肯写了封信金未达 林肯在他一生的这段时间中 他是极端的保守 用自非常拘谨的 所以在163年里头 这封信出自林肯首席 该是最严厉的斥责量 林肯这封信的内容 是这样的 亲爱的将军 我不相信你能领会出 由于你的缺手 所引起的不幸事件 和全大的关系 他已是在我们轻易的掌握中 如果将他捕获 再加上最近我们其他地方的勝利 立即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可视照现在的情形来推断 战士将会无限期的延长下去 上星期一 你不能信你的袭击李军 你又如何能再向他袭击 我不期望你现作会有多大的成功 因为你已让黄金官代价的机会 消失掉了 这使我感到无限沉痛 据你的猜想 当梅特看到这封信后 他将会如何呢 可视梅特从没有看到那封信 原因是林肯并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 这封信是在林肯去世后 从他文件中发现的 我有这样的想法 这这是我的猜想 林肯写了这封信后 望着出外男男自语 慢着 或许我不能这样匆忙 我再在这明正的白宫里 明明未得进攻 那是一桩很轻易易举的事 可视如果我到了吉地斯巴 我也看得未但上星期 所看得的那么多血 我的预夺也听到死伤者的呼吊 身人 也许我也不会急于要向你军进攻 如果我也有跟梅特一样恶弱的个性 或许我所做的 会跟他做的完全一样 现在木耳成舟 无法挽回了 如果我发出这封信 固然解除了我心里的不愉快 可视梅特也会替他自己辩护 在那种情形下 他会谴责我 引起他对我的恶感 而且会损伤 他以后做司令官的效果 甚至还会逼他辞去军队的即使 有我想象中那回事后 林肯若有把信发出 就放在一边了 因为林肯从苦痛的经验中知道 尖锐的批评 职责 永远不会有效果的 罗斯福总统曾经有这样说过 当他任职总统 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他会把座椅往后面依靠 让起头 潮传写至台壁上 哪个很大的林肯画像汉去 他这样问自己 如果林肯处在我眼前这种困难下 他将会如何 他将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如果想要批评人家时 让我们从口袋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来 混汉钞票上林肯的像 这样的问自己 如果林肯遭遇到这类的事 他将会如何的去处置你 你所认识的人 你愿意他改变 调整 或是进步吗 是的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可是为什么不从你自己先开始呢 从自私的立场来说 从自己开始要比改进别人 或议得多 当一个人的争论 即便起于自己时 帮名这样说 他在若干方面 已不是沉上的力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很想让人家知道我 我曾写过一封信 给美国文坛上一位极富声誉的作家 他叫台维斯 那时我准备追一家雜誌写 写写写有关文坛作家的文章 所以我请台维斯告诉我 有关他写作的方法 数星期后 我有接到一封信 信想辅助着这一句 信是口述 未经重读 看到这两句话后 肯引起我的注意 相信写这信的人 一定是位事务繁忙的大人物 而我却一点日不忘 可时我急于引起这位大作家 台维斯的主意 我再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后 后面也加上这样几句 信是口迅 未经重渡 台维斯不舍在给我回信 歧视把我那封信退了回来 可时下面聊早的写着几个字 你态度之不公无以復家 是的 我做错了 话许我应该得到这样的职责 可时 人性使言 这使我深深的痛恨 对他怀住极度的贫痕 甚至十年后 我知道台维斯去世的消息时 我心里还深深恨他 而我却丑于承认 就是他吸了我的伤痕 如果你明天要激起一股粉痕 私人贫恨你十年 一直到死 我们可以放任一些 对人具有刺激性的批评 当我们要应付一个人的时候 应该记住 我们不是应付理性的动物 而是在应付感情的动物 而且批评是一种危险的导火线 一种能使自尊的火弱 不爆炸的导火线 这种爆炸 有时会置人于死地 就有这样的例子 无得将军受到人们的批评 又不被允许带兵去法国 对他自尊的打击 几乎缩短了他的寿命 破坏的批评 真是敏锐的哈代 他是一位英国文盘上最好的小说家 使他永远放弃 执不写小说的勇气 不难他林在年轻的时候 并不凌厉 可是后来成为极有手腕 和处世代人极有技巧的人 甚至担任过美国驻法的大使 他成功的秘诀 是 我不说任何人的不好 他又这样说 而说我所知道的 每一个人的好处 任何一个愚蠢的人 都会批评人 职责人 或好怨人 同时 也是绝大部分愚蠢的人 才这样做的 但若要宽恕 和了解 那就虽在于人格 刻地上下功夫了 卡罗尔曾经这样说过 要展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 那就要看他 如何对待一个卑微的人 正如强生博士所说的 上帝在六日之前 还不打算审判人 你我又为什么要批评人呢 不要批评 责怪或抱怨 第二 将与人相处的大秘晓 天底下只有一个方法 可思任何一个人 去做任何一件事 你有没有静心下来 想过这件事呢 是的 只有这样一个方法 哪是私人愿意去做哪一件事 记住 在有没有其他方法 当然 你可以用一支左轮手枪 对着一个人的胸抱 哪人会乖乖的把手表吸你 你可以用洞客解雇的方法 在你尚未转身过来前 叫一个雇佣的人跟你合作 你又可以用变支 或是洞客 让一个孩子做你所需要他做的事 可是这些粗品的方法 都有极捐不利的反应 我能叫你去做任何事情的唯一方法 那就是把你所需要的吸引 你要说什么 维也纳一位二十世纪最响成余的心理学家 巴洛伊德博士 他曾这样说 凡你我所做的事 都起源于两种动机 那是性的冲动 何能成为伟人的欲望 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杜威教授 对这准备所用的字句 稍有不同的见解 杜威博士说 人类天性中最心智的冲动 那是成为重要人物的欲望 记住成为重要人物的欲望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你从这本书中像看到很多关于这句话的话 你要说什么 并不是很多的东西 可是真正所需要的几种东西 你不容拒绝的坚持主要追求 差不多每个正常的成人都想要 1.健康和生命的保护 2.食物 3.睡眠 4.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 5.生命的后顾 6.性生活的满足 7.子女们的健全 8.自从感 差不多所有这四欲望都能满足 可是其中有一种欲望 和食物 睡眠一样 既深切 又难得满足 那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成为伟人的欲望 也就是杜威所说 成为重要人物的欲望 林肯有次写信开头就说 每个人都喜欢受人恭维 威尼贾武士也有这样说过 人类天性至深的本质 就是何求为人所从事 他并不是说希望或欲望或是渴望 而是说了何求为人所从事 这是一种痛苦的 而且急待解决的人类基我 如果能成智的满足这种内心基我的人 就可以将人们掌握在他手掌之中 寻求自从感的欲望 是人类和动物间 一向重要的差别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那时我是米苏女洲的一个农家而同 我父亲自用一种品种优良的猪 和一种白脸某 那时 我们常在生口展览会中 曾念我们的猪和白脸某 我们曾经获得几十次的头奖 我父亲把蓝短大的奖章 用增别在一条白布上 当有亲友们来我们家时 父亲就拿出这条白布来 我握住这一端 他握住那一端 尊重着头奖的蓝短带 让亲友们来观赏 主 牛并不在乎他们赢得的蓝短带 可是父亲的十分从事 因为这些奖品 是他带来了一种自从的感觉 假如我们的祖先 会有这种自从感刺烈的冲动 我们不会有文化 就跟其他动物差不多了 就是这种自从感的欲望 击起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在一家集货店工作的贫困店员 翻遍了整个满堆集货的大木桶 走出他用分钱所买的几本法律书籍 同下决心去研究 你说他听说过 这集货店的店员 他的名字叫林肯 这自从感的欲望 激发了的根丝 写出他奔柳的名著 这自从感的欲望 西华林完成了他的设计 同时由于这自从感的欲望 洗落黑非立即存了他一辈子花不圆的钱 也就是这个欲望 使你成女的巨富 建造一座他所需要的大房子 这个欲望 能使你穿上最新穎的服饰 驾驶最漂亮的轿车 谈谈你自己聪明明理的孩子 也就是这种欲望 使他多清少年成为盗匪 前任警察总监马罗尼 他曾这样说过 今日一般年轻的罪犯 充满着对虚明的盲目追求 再被捕后他们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要阅读把他们写为英雄的那种不上流的报纸 他只要能看到自己的商片 就像跟爱因斯坦 林伯 托斯加尼 或罗斯福等名人 同样再报上战刀蝙蝠时 他根本没有想到 尽受形式在电仪是那回事了 如果你告诉我 你是如何得到你的自从感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是怎样的人 确定你的性格 对你来讲 始终最重要的事 现在有这样的例子 洛克菲立娟前 在中国不平建造最新式的医院 照顾了许多他没有见过面 同时也永远不会见面的贫民 直至得到了他的自从感 反过来说 迪林杰做土匪 抢银行 杀人 也是在满足自从感 当警方人员首报他时 迪林杰奔进人家农舍里 他以他是第一号公的慧荣 所以他大声的说 我是迪林杰 我不会杀害你 但我是迪林杰 是迪林杰和罗克菲立最大的差别 就在他们如何获得自己的自从感 历史上有很多是名人为了自从感 挣扎的有趣事例 甚至于华盛顿 都愿意有人称 他是至高无上的美国总统 哥伦布向皇家请求获得海洋大将 和印度总督的名显 女皇凯撒林 他决策愿没有称他女皇币下的信件 林肯夫人在白宫 向格兰特夫人 进投赐老虎池的敲叫 我没有请你之前 你怎敢坐在我面前 有一些百万富翁 资助白特将军去南极探险 附带一个条件 是许多冰山 都需取用他们的名字 而那个夫妇 甚至希望把巴黎 改清成他的名字 人们会为了取得同情 注意 或一种自从感 而故意装定 例如麦金利夫人 强迫他任职美国总统的丈夫 放下国家的重要事务 要他议会在他床边 留保住他 抚慰他岁序 这样每次需要数小时的时间 麦金利夫人 直至得到他的自从感 麦金利夫人 坚持麦金利在他医疑的时候 陪同他在一起 直至满足他医疑痛楚时 被注意的欲望 有一次麦金利和强海右药 不得不让他一个人留在牙医处 这样便使他大发脾气 林哈特夫人 有一次告诉我 有个年轻能干的少妇 为了要得到自从感 而终成一个病人 林哈特夫人说 有一天 这夫人不得不面对一种事实 或许是年龄的关系 使他永远不能结婚的事实 想到孤独的晚年 就将在他面前展开 可期望的事 实在太少量 林哈特夫人又说 他统在床上有十年的时间 他年老的母亲 每天上下三楼 捧着碟盘去事后探 有一天 这位年老的母亲 由于过度的疲败 终于倒地去世 床上的这个病人 嘴上要数星其后 趴穿衣气床 身上的病也消失了 有些专家宣称人可能真的会发疯 为的是要在疯狂的环境中 尋找冷酷的现实世界上 所得不到的自从感 在美国医院中 患精神病的数目 要比患其他病的总合患多 如果你年纪在15岁以上 又住在纽约州这地方 你可能有二十分之一的机会 在你的一生中 要住新年以上的丰人病院 精神错乱的原因是什么 会有人能回答出 哪样笼统的问题 不过我可以知道 有若干的疾病像性病 会摧残伤害脑细胞 结果导致癫狂 实际上 若有半数以上的精神病 可以归源于这类的心理原因 将脑部受到损伤 走罪 中度 或由于其他原因 所造成的伤害 可视领外那半数 这视领人惶恐的部分 那其他半数疯狂的人 明显的 他脑细胞机构中 并没有任何病态 在他去世后解剖检验 用最高性能的显微镜 研究他的脑细胞组织 发现他的脑细胞 完全跟我们一样健全 为什么这些人会精神错乱 我最近曾向一位 封人医院的主治医师 提出那样的问题 这位医师 由于他有冤博的 有关精神病理方面的学识 使他获得最高的荣誉 他实在的对我说 他也不知道 人们如何会精神错乱 那时他却作这样的解释 许多精神错乱的人 在他封建中 找到了真实世界中 所无法获得的自从感 这位医师 他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现在有个病人 他的婚姻是一出悲剧 他需要爱情 孩子和社会上的兴望 那时现实的生活 却没有赋予他梦幻中的希望 他丈夫不爱他 甚至于拒绝跟他一起用餐 他丈夫并且强迫他服侍 他在楼上房间吃饭 他没有孩子 没有社会地位 终于造成了他精神错乱 而现在在他疯癫梦幻中 已跟他丈夫来了分 恢复了他少女时的性命 他现在相信自己 已嫁给英国皇家贵族 并且坚持要人家 称他是私密私夫人 至于他所希望的孩子 现在他幻想中 也已经有了 每次我去看他时 他说医生 我作业深了一个孩子 这故事悲惨吗 我不知道 那位医师对我说 如果我能伸出我的手 去治愈恢复他的清醒 我又不愿意那样做 他现在似乎获得了 他真正所期盼的快乐 以整体来讲 精神失常的人 似乎要给你我快乐 既然他多人以风天为快乐 他们为什么不止样呢 他们已经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 签出一张百万元的支票给你 或者给你一封介绍信 去见一位有名的人物 在他们所创造的梦境中 他们能找到他们所期望的自从感 如果有人对自从感 这样的逼切记喝 甚至于真的成了精神失常 这位获得他 思想若是在人们尚未封键前 就及怕真诚的赞扬 那时你我的成就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 据我所知道 有史以来 年身百万元的只有两个人 哪个黑莱斯拉和斯华白 因地卡内基为什么要付斯华白 年身百万元 或是三千余元一天呢 那是为什么 因地卡内基付斯华白 年身百万元 那是由于斯华白是位优秀的天才 不 不是的 那是由于斯华白对钢铁的制造 有特殊的专长 不 也不是的 斯华白争这样告诉过我 有去多在他手下做事的 对钢铁的制造方面 比他知道得多 斯华白有这样高的身金 那是由于他有特殊代人的能力 我问他是怎么做的 这女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情形 这些话应该刻在能永久保留的铜牌照 把这面铜牌 原在传过每个家庭 学校 商店 办公室里 这些话 当在孩子的时候 就应该背众下来 如果我们真能照着那些话去做 你我的生活方式 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斯华白他这样说 我认为 我在人群中 有激发他们以成的能力 那是我所具有最大的资源 我充分发展每一个人才能的方法 使用赞赏和鼓励 他又说 世界上最容易摧毁一个人志向的 那就是上司所给他的批评 我从来不批评任何人 我只给人们工作的激励 我是急于清赞 而辞于尋措 如果说我喜欢什么的话 那就是诚于家许 欢于清道 那是斯华白平时所做的 也正跟普通一般人相反的 一般人不喜欢一件事 他会尽量的挑剔错误 如果真的喜欢 他会什么话 也不说一句 斯华白有这样说 在我一生的广阔交往 和世界各地之名之事见面中 我还会有找到一个人 无论他如何伟大 地位如何崇高 不是在被赞许的情形下 比作被批评的情形下 更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 是的 他所说的 就是斯地卡内基 已经人成就的一项显著的理由 斯地卡内基 并非私下的 而是公开的 称赞他的同仁 斯地卡内基 甚至于在他的墓碑上 还称赞他的助手 这是他为自己所写的悲闻 埋葬在者里的 试过知道 如何跟给他自己聪明的人 相处的一个人 诚恳的赞赏 是洛克菲勒对待人的一个成功的秘诀 例如有这样一件事 当他的一个伙伴 佩德福 措施失当 在南美做错了一宗买卖 而使公司亏损了一百万年时 诺克菲勒对他并没有任何批评 或指责 他知道佩德福 以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事这件事已告结束 所以落市找赛可称赞的事来 他公告佩德福 行而保存了他投资金页的百分之六十 诺克菲勒这样说 乃已经不错了 我们做事不会每一件 都是清心无疑的 齐甲菲 这位显耀于百路会 最有惊人成就的歌舞剧家 由于他有使美国女子显黑技巧而出名 他类似把人们不愿意多看一眼 狠不出色的女子 改变成像舞台上 一神地有人的游文 齐甲菲肯实际 他增加歌女们的薪金 从每星期三十元 到一百七十五元 他也从而弃 在福利斯歌舞剧开幕之夜 他发出何电急剧中明星 并且曾愿每一个表现的歌女 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我曾经有一次 为流行的绝食所迷 有六个就夜 没有吃东西 那种情形并不困难 到第六天时 似乎比第二天还不感到饥饿 可是你我都知道 如果有人使他的家人 或是故员 六天内没有东西行 那就犯了罪 可是他们却会六天 六星期 或是六十年不吉家里的人 或是故员所期盼中 得到尽性物一样的赞美 当年 我以法利特伦脱 作为也纳的重合剧中 当任主角的时候 曾经有这样说过 我最需要的东西 是我自尊的滋养 我们照顾了孩子 朋友 或员工们体内 所需要的营养 可是我们给他们 自尊上所需要的营养 却又何等稀少 我们给了他们牛排 马铃薯等的食物 培植他们的体力 可是不良了给他们赞赏 或那些温和的言语 有些读者看到这几句话时 可能会这样说 这是老套 公围 阿鱼 拍马屁 我都已尝试过那些了 一点也没用这些对 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是没有用的 当然拍马屁那一套 是骗不了明白人的 那是肤浅 自私 虚伪的 那应该失败 而且经常要失败 可时 有些人对赞赏 出于耐心的赞赏 简直太需要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 女次结婚的 迪文尼兄弟俩 为什么在婚姻方面 会有这样缘要的成功 为什么这两位 所谓公子哥儿的迪文尼兄弟 能与两位美丽的电影明星 或一位著名的歌曲主角 或另外一位 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哈顿结婚 那是什么原因 他们是怎么做的 姓约翰在自由杂志中 曾这样说 迪文尼对女人的魅力 这许多年来 是人们心里的一个迷 他又说 尼教雷这女人能识别男人 也是一位艺术家 有一次他向我解释说 他们了解公伪 潜味的艺术 被我所看到其他所有人的都成功 这公伪的艺术 在这真实幽默的时代中 几乎是一件 级人忘了的东西 迪文尼对女人的魅力 或许就在这上面了 赞赏和潜味的区别在那 很容易识别出来 赞赏是出于真诚 而潜味是虚伪的 一个出于油冲 一个出于嘴里 一个是不自私的 一个是自私的 一个是为人们所应配的 一个是令人不止而阳气的 最近我去墨西哥城的吉伯尔铁匹克弓 看到奥伯利根将军的半身人像 半身像的下面 黑处奥伯利根将军的名言 别怕攻击你的敌人 提防潜味味的朋友 不 不 我不是叫人去潜味 恭维 那相差远了 我是在讲一种生活的方法 一种新的方法 英皇桥前五世 他有一套格言 共有六条 原在白金看公书房的场上 其中有一条事说 教我不要奉承 或接受悲赠的赞美 悲赠的赞美 就是潜味的解释了 我曾经看到一句 关于潜味的话 很值得写在这里 哪是潜味是明白的告诉别人 他想到他自己的种种 李夫华以特爱默信说 利用任何的言语 而所要说的 总离不开自己的种种 如果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用宫围 潜味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学会 都可以成为人类关系学的天家 当我们不再思考某种确定的问题时 常用我们95%的时间 去思考自己 而现在如果停止一刻不去想我们自己 开始想想别人的优点 我们就不必措持悲战 虚迷 再玩未说出口时 而可以发觉是错误的浅味了 爱默信又说 凡我所遇到的人 都有胜过我的地方 我就学他那些好的地方 爱默信这样的见解 是非常正确 是值得我们所从事的 平止思考我们自己的成就和需要 让我们去研究别人的优点 把对人的恭维 潜味无吊 吸与人游冲 诚恳的赞赏 人们对你所说的 将会从事和珍惜 终生藏之背 还即使你以把这件事忘了狠久 可是他还牢牢记住你所说的话 见出你真实 诚恳的赞赏 第三章左右逢原的方法 每一年的夏天 我都去梅恩钓鱼 以我自己流雪 我喜欢吃羊梅和奶油 可是我看出 由于若干特殊的理由 水里的鱼爱吃小虫 所以当我去钓鱼的时候 我不想我所要的 而想他们所需要的 我不以扬梅 或奶油作引子 钓鱼勾扣上一条小虫 或是一只炸猫 放下水里 香如而说 你要吃哪个吗 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常识 去钓一个人呢 有人问路伊特调奇 如何能在别的战士领袖们 都退休不民事后 他还身居原位 他作这样的回答 如果他官居高位 可以归功于一件事的话 那就是由于他已知道钓鱼时 必须放对了原理的那件事 为什么我们只谈自己所有的呢 那是孩子气的 不近情理的 当然 你注意你的需要 你永远在注意 但别人对你却无不关心 要知道 其他的人都像你一样 他们关心的 只是他们自己 世界上唯一能影响对方的方法 就是谈论他所有的 而且还告诉他 如何才能得到他 明天你要别人替你做些什么事 你要把那句话记住 就作这样一个比喻 如果你不愿意你的孩子吸烟 你不需要教训他 只需告诉他 吸烟可能使他不能参加棒球队 或是不能在爆马竞赛中 获得胜利 不论你是应付孩子 或是一头小牛 一只猿猴 这是值得你所注意的一件事 例如 有一次 爱莫信和他的儿子 要使一头小牛进入牛棚 他们犯了一般人所有的错误 只想到自己所需要的 没有想到那头小牛身上爱莫信退 他儿子拉 而那头小牛正跟他们一样 也只想他自己所想要的 所以挺起他的腿 坚持拒绝离开那块草地 旁边那个爱尔兰女容人 看到他们这情形 他虽然不会写书做文章 可是至少在这次 他懂得牛马生口观能的感受和杂性 他想到这头小牛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女容人 把他的母子放进小牛的嘴里 让小牛选及他的母子 一面温和地引他进入牛棚 从你来到世界上这一天开始 你所有的每一种举动 出发点都是为了你自己 都是因为你需要些什么 假如你捐助红十字会一百元的时候 又走某样呢 是的 哪也不会是例外 你捐给红十字会一百元 是因为你要控一桩善举 因为你要做一件神圣的事可是 或许是你不可以消拒绝 所以才捐助的 或许因为一位主顾 请你捐款之顾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你捐款 是因为你需要些什么的原故 哈雷欧巴斯屈特教授 在他一步影响人类恐慧的书中说 广动是由我们基本欲望所产生的 对于未来想要说服人家的人 最好的建议 是无论在商业中 家庭中 学校中 政治中 都要先激起对方某种的切的需要 让人做到借点就开了又逢源 否则到处碰的 因地卡内基早年是个贫富的 苏家兰儿童 当时他工作的酬劳 每小时只有两分钱 可是后来保持给人家的钱 有三亿六千五百万元 他早年就已知道了 影响人的唯一方法 就是以对方需要的来港 他只受过四年的学校教育 可是他何会了如何应付人 因地卡内基有过一张启发人的事 他嫂嫂为他两个儿子悠急成颈 这两个孩子 在耶鲁大汉念书 可能由于他们自己事情狠忘 而把家信给疏不良 却没有想到 家里悠急挂念的母亲 斯地卡内基 知道这件事后 他给两个侄儿 写了封闲淡的信 他在信后附上一句 说是给他们每人寄上五元钞票一张 可时 他并没有把钱中入信封 很快的回信来 两个侄儿借借他们的叔父 而他们也在信中带上这样一句 前没有收到 明天你要劝说 某人去做某件事 在你尚未开口前 不妨自己先问 我如何能使他要做这件事 那问题可以阻止我们 在匆忙不小心之下去见人 和毫无结果的谈论我们的欲望 我遭用纽约一家饭店里的大母厅 每一季需要二十个晚上 是为举行一行香港研究会 在有一季开始的时候 我突然接到哪家饭店的通知 要我扶三倍于过去的租金 可时我接到这项消息时 通告已经公布 入场券已经印发 我自然不愿意付出增加的租金 可时和饭店谈到我所有的有什么用力 他们所注意的 只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过了两天 我去见哪家大饭店的经理 我向咬位经理说 我接到你的信时 感到有点惶恐当然我不会怪你 如果我闻意地而出 我又会写出这样类似的信 你做经理的职司 是如何使这家饭店盈利 若是你不这样做 你就会被撤去这个职务 而且也应该被格职的 现在我们拿出一张纸来 写信有关你的理和害 如果你是坚持要加租的话 我拿了一张纸 经过纸上的中心点 获出一条线 上端写上你 另一端是害 我在你的那一行写着 母厅空着几个字 然后接着说 你可以自由地出租母厅 做跳舞诸类聚会之用 那是一行很大的收入 像那种情形 显然你的收入 要比租给一个 而现港集会为用的收入更多 如果我在这一季中 占用了你母厅二十个晚上 你一定会失去了 哪些有更多盈利的收入 我又说 现在我门来谈谈另一方面 由于我无法接受你的要求 减少了你的收入 在我来讲 因为我不能付出 你所需要的租金 不得已之有在别处 举行现港 可是另外有一行事实 我相信你该想到的 我这个演港研究会 使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群众 做你这家饭店来 对你来讲 是不是做了一次极成功的广告 事实上 如果你付出五千元的广告费 不会有我研究会 议港班里的那么多人 来你这家饭店 这对你来说 是很有价值的 是不是 我说这话是 把这两种情形写在纸上 然后把那张纸交给了经理 又说 这两种情形 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 当你在最后决定时 给我一个通知 第二天 我接到哪家饭店一封信 告诉我租金加百分之五十 而不是百分之三百 请注意 我没有说出 有关于我要减少租金的这字 便于我所说的 都是对方所要的 和他该如何得到他 如果我照普通一般人的做法 闯进这位饭店经理的办公室 跟他理论 我可以这样说 我入场券已经认好 通知已经公布 你突然增加我三倍的租金 那是什么意思 百分之三百 太可笑了不近情理 我不负 在这种情形下 又会如何呢 争论 辩论就要开始蒸发 快谈谅 结果又如何呢 即使我所知的情形 这位饭店经理信自己是错误的 可是由于他的自尊 会使他感到承认 他自己的创办困难 关于人与人之间 建立关系的艺术 这女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亨利福特真这样说过 如果有一个成功秘诀的话 那就是如何得到对方立场的能力 由他的观点自想 正同由你的观点一样 是的 我把福特的话 再重说一遍 如果有一个成功秘诀的话 那就是如何得到对方立场的能力 由他的观点自想 正同由你自己的观点一样 那是这样的简单 这样的明显 任何人都容易找出其中的原理来 那时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 有百分之九十的时候 都把这件事疏忽了 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吗 欢欢明天早上你出上的来信吧 你可以看出有很多的人 违反了这种常识的规则 就拿下面这封信来说 哪是一家全国各地都有份公司 极具规模的广告公司里的一位无线电报主任 写给全国各无线电台负责人的信 我再者句好中的著名 是对每一字文句中的见解 反应 强白莱克先生 白莱克维尔 印第安那 亲爱的白莱克先生 本公司希望在无线电界 能保持广告业务的领袖地位 谁关心你公司的希望 我正为注自己多种问题在烦恼呢 银行要取消我房产抵押的取熟群害虫 正在损害我的花草作天交易市场 运组神网 伤了8.1克的火车作曼强斯家旅务会 没有请我医生说我有高血压 曾经验的无 病 本公司全国广告的账户 是初步营业网的保障 我们以后所需要的电台时间 以保持我们会连在国家公司之上 你自大 远要有钱 一直都遥遥领先 对不对 乃又怎样 如果你像全国汽车公司 全国电器公司 美国陆军总部合起来那么大 我也不去理会的 如果你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 那你就该知道 我只关心 我是如何大 而不是你如何大 我们希望以无限电台最近的消息 服务我们的客户 你希望 你希望 你这头蠢蕾 我不是注意你所希望的 或是默索女你所希望的 或是平敲劳斯背所希望的 我甘醉告诉你 我只注意我所希望的 在你这封不近乘你的信 就没有提到这样的字 所以你这张本公司 列入优先名单 每周供给电台消息 凡对于广告公司 在消息登记时 有用的每一行事目 优先名单 你看你公司自吹自擂 使我感到自己那么微小 你要我将你列入优先名单 你需要的时候 连请自也不算 职与幸福 供给我闻有关你最近的活动 以彼此由映 你这个笨蛋 你寄了一封普通的油印信给我 此一封分法国地的通知信 那就像秋天的落叶那么多 你要我正在我房产抵押 血压太高的时候 再下来单独写封信 回答你那封由印格式的信 而且环绕我给你职与幸福 职与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 我也给你一样的我 我问你 谁交给你这样一个权利来吩咐我的 你说彼此有益 最后你才开始提到我的立场 我是又如何对我有益 你却模糊不清 会有详细说明 再启者 徐信赴上白来黑为以报复印本 如果你愿意在电台广播的话 好宽参考 在你这一质附契中 是到了可以帮助我解决一项问题的事 为什么不容这些 作为你这封信的开端 我时 那又有什么用 任何广告公司的人 犯了尽你寄来这封信中那种愚蠢的毛病 脑神经一定不正常 如果有个一生 质力于广告事业的人 他自以为 有影响他人的力量 我时写出那样的一封信来 我们如何能吉他更高的股价呢 这里有另外一封信 那是一位极有规模的货运站总监 写给我研究会 讲习班里一个学员夫姆雷先生的 这封信对一个收到信的人来讲 会有什么影响呢 先看过这封信后 我再告诉你 首雷格公司 前阶28号 白洛克林 纽阳 至 爱德华夫姆雷先生 执事先生 币处外运收货工作 由于大部分交运货物的客户 都在旁晚时份把货送到 使币处感到极大困扰 因为这样 会引起货运停滞 使我们员工延迟工作时间 影响卡车运送效率 而形成了交货缓慢的结果 11月10日 我们收到贵公司交运的货物 510件 送达时间 是在下午4点20分 为了减少货物持交所发生不良影响 我们希望获得贵公司充分的合作 以后如交运大批货物时 是否可以尽量提早时间 送来我们这旅 或于上午送来一部分 该行措施 有益于贵公司业务 使你们载货卡车 可以迅速洗回 同时币处保证 收到你们货物后 立即发出 总监某某紧启 手雷甲公司推销主任夫姆雷先生 看过这封信后 注上下面见解 交来给我 这封信所产生的效果 正与对方的原意相反 信的开端 除出对方货运站的困难 一般来讲 这不是我们所注意的 接着对方要求我的合作 可是他们师傅没有想到 是否对我们有所不便 信上门尾一段 提到如果我们合作 可以洗卡车迅速洗回 且保证我们的货物 可以再收到之日 立即发出 换句话说 我们所最注意的时 在最后才提到 使整个效果起了相反的作用 而不是合作的精神 现在我们看看 这封信是否能加以改善而重写 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 谈我们的问题 就像亨利福特曾经说过的 让我们得到对方的立场 由对方的观点内看是慢 正同由我们的观点一样 这类是一种修改的方法 也许不是最好 但是不是能改善过来 首雷格公司转家夫母雷先生 前阶28号 白洛克林 纽约亲爱的夫母雷先生 14年来 为公司一直是我们欢迎的好主顾 当然 对你们的照顾 我们表示非常感激 并且极愿意提供你们 更迅速有效的服务 可时 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必须要谈到一件事 那是当贵公司的卡车 像11月10日那种情形 在傍晚时候 才交下大批货物 这种服务就不可能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很多其他的客户 也在傍晚时候交货 自然就会发生停滞的现象 至于贵公司运货卡车 有时也难免在码头受阻 而使你们货运延迟下来 这情形不好 非常不好 可事又如何避免呢 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 请贵公司在信用时间 把货物交送到码头 这办法可使贵公司运货卡车 可以迅速地继续流动 你们交运的货物 我们可以立即地处理 而费处的员工 每晚可以提早回家 品尝贵公司出品的鲜美面试 看过这封信后 请勿介意 并非费处向贵公司建议改善业务方针 这封信的目的 是使费处对贵公司 有更有效的服务 贵公司货物无论何时到达 我们仍然竭力迅速的替你们服务 你处理要无懇忙 请不必费臣此福 某某紧启 今天成千的推销员 疲倦 沮丧 酬劳不足 会回在路上 那是什么原因 由于他们永远只看他们所需要的打算 注想 也没有注意到 他们所推销的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会自己出去买 原因是我们所注意的 是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假如有个推销员 他的服务和货物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他不必叠叠不优的向我们推销 我们就会买他的东西 顾客喜欢觉得 是自己主动买的 而不是由于推销才买的 但有很多人 快去一生的光阴在销售工作 却不站在买主的立场论时 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住在大纽约中心的林优住宅区 有一天 我正走向车站去的时候 碰巧遇到一个经营房地产的代理人 他在长度一带买卖房地产 已有很多年了 他对我住的那个林优住宅区很熟悉 所以我问他 我住的那种房子 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 他回答我不知道 可事都说了些我所知道的 关于我所问他的那情形 他说可以去问我那住宅区的询问机构 第二天早晨 我接到他一封信 他是要把我想知道的事告诉我 那不需要写信 花六十秒钟时间 挂个电话跟我就好了 但他没有怎样做 还是叫我去问那个询问机构 最后却是要我让他办理我的保险业务 他并没有注意到 如何帮助我 他其实主意帮助他自己 我该给他两本饭 许阳明珠的小册 那是去赐与和幸运的分享 他如果看了那两本书 已有能理行书中的哲学 相信他的收获 有千倍办理我保险的利益收入 那些专业的人们 往往也犯有这种同样的错 那是数年前的事 我去费成一位著名的 后备医生的诊疗失 这位医生还没有诊害我后间扁图线前 问我职业是什么 他不去注意我扁图线的大小 而注意我前代的大小 他所关心的 不是帮助我 替我解决一个问题 最使他关心的 是能从我前代里得到多少钱 结果 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我 轻视他人家的险权 放弃请他诊治的打算 就走出他的诊疗失 世界上就充满了这些人 老徐 自私 我是那些不可多得的 不自私的 服务他人的人 却相反地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欧文阳曾经这样说过 一个人能置身于他人境地 能了解他人意念活动 他不必考虑到将来的前途如何 如果看这本书 你期获得到一件事 你会永远站在别人立场去打算 设想 并由对方的观点 去观察事物的趋向 如果你真目得了 这本书上的那件事 那就是你一生事业转捏的关键 去多人受过大学教育 眼转深呼的学问 那时 他们从未发现到 自己的心事如何起作用的 有一次 我看一些大学毕业 在一家冷气装置公司工作的年轻职员 举行一种有效力的演讲述的课程 我找出一项资料 逐个比喻 有个人要劝别人打篮球 他话是这样说的 我要你们去打篮球 我喜欢篮球 我事前几次去体育馆 由于人数不足 不能分对对类 那晚上我门两 三人作扎球游戏不小心 我的眼睛级打指了 不过我希望明晚美门来 我要打篮球 他可真说 你需要说什么 你不去哪谁也不要去的体育馆 事不事 你不管他要什么 就愿别把眼睛打指了 他能告诉你 去体育馆 你能得到你所有的吗 当然可以 激发精神 加强食欲 清晰投脑 消遣 游戏 这是欧佛斯威特教授明确的见解 先激起对方偶重逼切的需要 让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左右逢源 否则到处痛逼 研究会训练班中 有一位学生 忧虑他的孩子 原因是这孩子体重很轻 不肯乖乖的吃东西 孩子的父母 通常是这样证骂他 母亲要他是这个 哪个 父亲要他快快长大成人 这孩子会注意到这些话吗 他不会注意这些 也就像你不会去注意 哪跟你目不相关的一次承言一样 一个没有一点常识的父亲 会希望一个三岁的孩子 能对三十岁父亲的见解 有所反应 可是哪个父亲最后国策出来 那是不合情你的 所以他对自己说 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我如何将我所需要的 和他所需要的连结起来 他开始想到那点时 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孩子有一两三轮脚搭车 那孩子喜欢在屋前人行道上 踩着这两三轮车玩 尖尬他们几家的一个邻居家里 有个狠坏的大孩子 他常把那小孩子推下三轮车 自己骑上 那小孩哭着跑回来 告诉自己母亲 他母亲出来 就把那狠坏的大孩子推下三轮车 再让自己孩子坐上遮止 像这样的情形 每天都发生 这小孩所需要的是什么 这问题不需要作深谋的探索 他的自尊 他的愤怒 他求得自从感的欲望 这都使他性质中最强烈的情绪 驱使他想报复 痛击这狠坏的大孩子的鼻子 如果他父亲有这样的告诉他 只要是母亲要他吃的东西 他就会快快长大 将来可以把这狠坏的大孩子一拳打倒 当他父亲应许他那件事后 而不再是饮食的问题了 现在这孩子什么都爱吃了 菠菜 白菜 咸鱼 和任何其他食物 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 去打哪个一再欺慕他的暴徒 当那问题解决后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困扰了这位父亲这小男孩 有违尿失床的坏习惯 小男孩跟他早没睡一起 早没早晨醒来 我我床单 向小男孩说 你看 强尼 最夜没有干了些什么 强尼总是这样回答 不 没有 我没有湿床 那是你湿的 家女父母亲打他 说他 丑他 他母亲无数次的告诉他 要他变那样 可是强尼没有改过他这个湿床的坏习惯 所以强尼的父母亲自问 如何让强尼这孩子 改过云尿湿床的坏习惯 强尼他所有的是什么 第一 他要穿上父亲一样的睡衣 而不愿意穿上祖母那样的睡袍 祖母已受够了他夜晚的倒药 且他每夜不能舒服的药睡 所以强尼如果改去他那种坏习惯 他乐意替他买套睡衣 第二 他要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床 祖母对这件事也不反对 母亲带了强尼 去一家百货公司 以目视以柜台女售货原说 这位小紳士要买些东西 女售货原使他感到自从的问 年轻人 你要买些什么 强尼提起脚巾 站高了些 说 我要替我自己买张床 当强尼看到他母亲喜欢他买的床时 强尼母亲向女售货原 又洗了个晚饰 女售货原就向强尼说出 那张床的可爱和实用 这张床就买了下来 床送到的当天晚上 父亲回家的时候 强尼奔到门口 大声的叫住说 爹地 爹地 拜上楼来看 我自己买的床 父亲看到那张床 想到施华伯所说过的话 就对这小男孩点头赞他 他问而止 强尼 你不会再弄湿这张床了 是不是 呼 不 不 强尼连连摇头说 我不会再弄湿这张床的 由于他自尊心的关系 这孩子只将手了自己的 莫言强尼再也不为尿拢塞床了 因为那是他的床 他自己买的 现在强尼穿起睡衣 就像个小大人一样 他要做个大人 他做到了 另外有个父亲 叫达许门 是一位电话工程师 也是我训练班里的学员 他所遇到的困扰 是他三岁的女儿 不肯吃早餐 经常对这小女孩的责骂 请求 或是红片 都无法收到效果 这小女孩 喜欢模仿他的母亲 似乎觉得自己已长大了 所以有一天早晨 他们把他放在一张椅上 让他做早餐眼前的情形 正是这小女孩心理上的需要 当他正在做早餐时 父亲走进随房来 小女孩看到父亲进来 就说 Hi 爹地 你看我再做早餐咧 就在那天早晨 小女孩没有任何人的红片 有圈 乖乖的剔了两大碗 由于他对这件事感到兴趣 满足了他的自从感 做早餐的时候 他找到表现自己的机会 威勒无温得 有一次说过 表现自己 那是人性最主要的需要 那时 为什么在我们事业上 都用这种同样的心理学 引起别人的渴望 提要 不要批评 习惯或抱怨 演出你真实 诚恳的赞赏 引起别人的渴望 第二篇使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 第一章如果这样做 你将到处受欢迎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来学习如何获得朋友 为什么不向世界上 最善于交友的动物 学习这个技巧呢 他是谁 你明天走到街上 就可以看到他 当你走近离他十尺左右时 他会摇动他的尾巴 如果你停住脚 轻轻拍拍他 他会高兴得跳了起来 并且对你表示 他是如何的喜欢你 而且你也知道 在他这样亲密的表示后 并没有其他的企图 打算 他不是想卖给你一块地皮 他更不是打算要跟你结婚 你有没有有想过狗 是唯一不需要 为自己生活工作的动物 无鸡要生蛋无牛 需要付出他的奶水金 思着要唱歌 我是一头狗 不需要付出任何来维持 他的生活 他所有的子是爱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父亲花了五毛钱 替我买了一头黄毛小狗 他替我带来了童年的光亮和欢乐 每天下五四点半左右 他坐在庭院前 用他那对美丽的眼睛 真真的望着前面那条小路 当他听到我的声音 或看得我拿着饭盒 经过牙矮树林时 就像一只剪般的快速寸上小山 高兴的跳着 叫着来欢迎我 迪贝做了我五年的好朋友 在一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悲惨的幻想 迪贝再来我紧十尺远的地方 你雷电的死了 迪贝的死 是我童年时代的一幕悲剧 迪贝 你从来没有读过心理学 你也不需要去到 由于你的神智 懂得一个人 如果真诚的关心别人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所交的朋友 要被让别人对你发生兴趣 在两年的时间里 所交的朋友还多 让我再说一片 如果你时刻关心别人 对别人发生兴趣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所交的朋友 要被智想让别人关心你 对你发生兴趣 在两年的时间里 所交的朋友还多 然而 你我都知道 有人终身的错误 就是只想别人关心他 对他发生兴趣 当然 这些都不会有结果的 人们不但对你我不发生兴趣 对任何人也不会发生兴趣 他们早晨 中午 晚上所关心的 只是他们自己 纽约电话公司 曾经做过一项调查 研究在电话中 最常用到的是什么字 这个答案 也许你早猜对了 那就是人清代名字中的我 我 在五百次电话谈话中 曾用了三千九百九十个我字 我 我 我 当你看到一张 有你在内的团体相片时 你先看的是谁 如果你以为人们都关心你 对你发生兴趣 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今晚死了 会有多少人深加你的送礼 除非你事先关心了别人 不然别人为什么对你发生兴趣 关心你呢 拿出你的笔 把下面的画记下来 如果我们只是想使人注意 使人对我们发生兴趣 我们永远不会有很多真正的朋友朋友 真正的朋友 不是哪样造成的 拿破仑曾经这样尝试过 他和越失分 最后一次相聚时 他说 越失分 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然而在这时候 你是这世界上 我唯一信任的人了 在历史学家的眼光里 拿破仑是否真正信任要失分 还是个言问呢 维也纳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阿德洛 写过一本书 书名叫生活对你的意义 在那本书上 他说 一个不关心别人 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 他的生活 必早受伤大的阻碍 困难 同时会替别人带来极大的损害 困难 所有人类的失败 都是由于这些人 而才发生的 可能你已阅读过 许多生活的心理书籍 而顺微意识到 有这样重要的一句话 我不喜欢再次的重复 我试下得落的话 太负易意了 所以我再重复的写在下面 一个不关心别人 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 他的生活 必遭受伤大的阻碍 困难 同时会替别人带来极大的损害 困难 所有人类的失败 都事由于这些人 而才发生的 我曾在纽约大学 选收短篇小说 《注述法》的课程 这期间 有一位著名集资的编辑 对我们演讲 他说他每天可以 检起却上数十篇小说中的任何一篇 只要看上几段后 就可觉察出作者是否喜欢别人 如果那作者不喜欢别人 那么别人也不会喜欢他的作品 这位保经世故的编辑 在他演讲过程中 有两次稍顿的停了一下 为他移开主题而道歉 他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 如同你们听牧师讲的一样 可事 别忘记 你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 你必须先对别人发生兴趣 如果写小说的秘诀是这样 那应用在待人处世 你可以确定 更应该如此 蔡斯顿是位成功的魔术家 他在白老汇献技时 我去他化妆室拜访过他 我门足失谈了一个曼上 四十年来 蔡斯顿走遍世界各地 他经人的魔术绝技 风味了无数的观众 月有六千万以上的观众 看过他的表现 而使他有二百万元的收入 我请蔡斯顿先生谈谈他成功的秘诀 他说出片段过去的历史他的学校教育 跟他晚前的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他在幼年就离家出走 成了一个漂泊流浪者 偷成火车 谁在草堆上过夜 挨家求黑 由车窗观看揭露两篷广告 让他认识了几个字 他有高人一等的魔术知识 不 这是他自己对我说的 关于魔术的书 而出版的有数百本之多 目前在魔术方面 有像他这样草迷的 也有数十人 可是他有两件事 是别人所没有的 他有表现的人格 他懂得人情 他每一个动作姿态 说话的声调 都经过事前严格的语习 他举止敏捷 反应灵活 分量不差 除此以外 蔡斯顿对人有诚厚的兴趣 他告诉我 许多魔术家 看着观众 而对他自己说 这些傻瓜 香巴佬 我要好好的骗他们一下 可是蔡斯顿 就完全不是那样 他告诉我 每次当他上台时 必先对自己这样说 我要感谢这些捧场的观众 他们使我获得舒服的生活 我要付出最大的力量 做好这场表演 他说 每逢他走向台前时 就会对自己这样的说 我爱我的观众 我爱我的观众 可笑吗 不吝点你吗 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去想 我只是把这位最著名魔术家 住世为人的技巧 不加评论的提供给你参考 松门坎坷夫人 告诉我同样的事 他不顾贫困 忍住伤心 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 有一次 甚至幻想抱住他的孩子 一起自杀他 虽然遭遇到这样恶劣的环境 可是 他还是把自己所爱的歌唱 继续演唱下去 最后成为一位 弓动一时的格纳式的歌唱家 他自己承认 他成功的秘诀 是对人心切的发生了兴趣 老罗斯福总统有经人的成就 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 连他的伯人们 也都敬爱他 他的黑人是从爱默事 曾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 说明是西道以罗斯福 是从心目中的英雄 在那本书 爱默事说出一宗感人的故事 有一次 我妻子问总统 美洲春了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从未有见过春了 而罗斯福总统 不愿其长地告诉了他 过些时候 我家里的电话铃声 响了爱默事和他妻子 住在罗斯福总统 卖丽湾住站内 一所小房之旅 我妻子接了电话 原来是总统亲自打来的 罗斯福总统在电话里告诉他 现在村外正有一只春了 如果他向村外看去 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关心一桩小事情 正是罗斯福总统的特点之一 无论什么时候 当他经过我们屋子外面有时 并没有看到我们 我们仍可听到嗨爱默事 嗨安尼 那亲自的呼叫声 像这样一位主人 怎么不使用人们喜爱 谁能不喜欢他呢 有一天罗斯福进白宫 去见塔夫特总统 正值塔夫特总统 和夫人出去外面 老罗斯福是真诚的 喜欢那些底下人 他对白宫女 所有的旧业佣人 甚至做习务的女部 都叫春明子问好 雅自白德曾经有这样一段技术 他看到随逢女女用人 爱丽丝的时候 问他是不是还在做肉熟鼠的面包 爱丽丝告诉他 有时候做哪种面包 那是为了拥人门气的 留上他们都不气了 罗斯福听了大声说 那是他们没有口福 我见到总统时 把这件事告诉他 爱丽丝拿了一块肉熟鼠面包 给罗斯福 他边酒边吃的酒向办公室 经过园丁 公友旁边 向他们每一位招呼 罗斯福和他们每一位 亲切的招呼谈话 就像他做总统时 一样有个老勇人 眼里行住泪水说 这是我这几年来 最快乐的一天 在我门中间 就是有人拿了一百块钱雷 我也不会换的 哈佛大学校长伊利亚博士 对别人的问题 有深刻的关心和兴趣 所以他会受到学校里 每一个师生所爱大 这女士伊利亚博士 处世代人的一个例子 有一天 有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克列顿 到教场室 借用清韩学生贷款50元 后来哪个克列顿这样说 我拿到前后 心里非常感激 正要走出办公室时 伊利亚校长把我叫住 说 你请再一会儿听说 你在宿舍亲手做饭 如果你是得适宜 充足 我并不以为 那对你有不好的地方 我过去在大学时 也这样做过我 听来感到很意外 他接着又说 你有没有做过肉饼 如果把他弄得又烂又熟的话 那是一道很开口的菜 过去我就喜欢吃这个菜 他并长长细细的 说出肉饼的做法 这是由我自己的经验 所发觉到的 如果我们真诚的关心别人 能够获得美国最忙的人的注意和合作 让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 数年前 我曾在白洛克林艺术科学研究院 举办一种小说 注述的课程 我们希望当时民族坚劳女士 克斯特 塔贝尔 她是等来我们班上 讲述他们写作的经验 于是我们写给他们每人一封信 说我们非常欣赏他们的作品 所以希望他们能抽出一些时间 来我们班上一次 讲述他们的写作经验 和成功的秘诀 每封信上 有150名学生的签名 在信上我们还这样 说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很忙 没有演讲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每封信里 附上一张请求有所解释的问题表 请他们填下自己写作的方法等项后 把这张表记下给我们 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一封信 所以他们都老远从家中 赶来白洛克林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运用同样的办法 增强到鲁罗斯福总统任上的财政部长 塔夫特总统任上的司法首长 和其他很多名人 来我演讲班中演讲 所有的人 不管他是徒夫 敲棉包的 或者是宝座上的国王 都喜欢尊敬他的人 德皇威廉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全球的人 无不止认威廉是大战的和首 他逃亡荷兰后 连德国人也不愿意他 憎恨他的人 何止千百万 甚至有人要把他走来碎尸万段 在这管路火燎园的公粉中 有一个小男孩 写了一封简单诚恨 充满了诚智和音配的信 寄给德皇威廉 德皇看了这封信后 受到极大的感动 就邀请这小男孩去见他 这小男孩真的来历 是他母亲陪同一起来的 后来德皇和孩子的母亲结了婚 这小男孩不需要看如何交友 和如何影响他人这类的书 他天性就已知道如何做了 假如我们想交朋友 应该先出来 替别人做些事需要时间 精力 公义 看书的事 当爱德华工作是王柱的时候 他有周游南美洲的计划 在他尚未出发之前 废了一段时间 去研究西班牙语言 为的是可以直接和南美各国人士谈话 所以他到了南美洲后 受到那女人们的特别欢迎 这些年来 我认真的打听朋友的生日 这件事是如何进行的呢 我当然是不会相信 声商学上那类的见解 可是我见了朋友 就问他们是否相信人的生日 跟每个人的性格 个性有关 然后我请他告诉我 他的出生年月日 如果他说 生在11月24日 我自己就牢牢的 把这日子记住 待他一转身时 我朝朝把姓名 生日记下 回家后 再写在一本生神宝上 在每年的年初 我把这些生日 写在我着想的台历上 到了有人生日那一天 我就快给他一封何行 或是何殿 当那人接到何行 或是何殿时 他是多么高兴 除了他的亲人以外 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 他生日的一个朋友 如果我们要交朋友 要用我们最热成的态度 去欢迎他们 有人打电话给你 你也应该有那种同样的心情 而以极欢迎的口气 加上一句 你好 纽约电话公司 举办一个训练班 训练接线 心当询问者 问什么号码时 该再加上一句 我很高兴为你服务 以后我们接到电话时 又应该记住这个 这种哲学运用在商业上有效吗 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 可是不愿意太快时间 只举两个例子来 查以斯华特服务 在纽约市一家极具声誉的文行里 他被指派调查一家公司业务情况的秘密报告 华特知道 有家实业公司的经理 对这情形最清楚 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资料 华特就去拜访那位经理 正当华特被引进经理室时 一个年轻女子 由门外贪头进来 告诉那位经理说 他那天没什么好油票给他 经理向那女郎点点求后 接着向华特解释的说 我再替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收集油票 华特在下说明他的来意 就即提出他的问题 可是那位经理 他是含糊其词 概括笼统 不得边际的应付了一阵 很明显的 他是不愿意说 华特用尽了办法 也无法使他多说些 这次谈话简短枯燥 得不到一点要领 华特也是我港习班里的一个学员 他说 说实在的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 我突然想起 他那个女儿被说对他说的话 油票 十二岁的小孩 同时我又想到 我们银行的国外会对报 尝和世界各地通讯 有不少平时小见的外国油票 现在正可以派到用处 第二天的下午 我再去拜访那位经理 同时传话进去 我有很多油票 特地带来给他的儿子你说 我时不时受到二烈的欢迎 那是当年的事 他紧了我的手 脸上满是喜悦的笑容 他看了看油票 一再的说 我的翘旗一定喜欢这一张 这一张更好 那是小有见到的 我门谈了半个小时的油票 还看他而至的商片随后 不需要我再开口了 他费了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提供出各项我所需要的资料 他说完自己所知道的情形后 又把公司里的职员叫来问 接着还打了几个电话 问他的朋友 而且还指出哪家公司 财产状况的各项报告 嫌健 使我得到一个极大的收获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克纳夫是费成一家煤厂里的推销员 多年来 他一直想把厂里的煤 买给一家联营百货公司 可是哪家公司始终不买他的煤 依旧向市交一家煤厂购买 更使他那不下这股气的事 每次运送煤时 又正好经过他办公室的门前 克纳夫为了这件事 在港集班上大发牢骚 通过联营百货公司 对国家 社会是有害的 他嘴里这样说 可是还不甘心为 什么劝不动哪家公司买他的煤 我劝他尝试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 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把港集班里的学员 分成两组 展开了一次辩论会 主题是连锁性的百货公司业务发展 对国家害多益少 依照我的建议 克纳夫参加了反对的那一组 他同意替那家公司辩护 然后 我要他直接去见那个 不买他的煤的那家公司负责人 克纳夫见到那负责人后 就这样对他说 我不是来要求你买我的煤 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过忙 他把来意讲完后 接着说 因为我找不到 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能提供我这项资料 我肯想在辩论会中获胜 希望你能提供 更多有关方面的资料 这是克纳夫自己 最述有关当时的情形 我请求那负责人 给我一分钟谈话的时间 经过这样传话后 他才答应见我 我当我说明来以后 他请我坐下 结果我门谈了一小时 有47分钟 他打电话 给另外一家连锁机构高级职员 哪人曾经写过一本 有关连锁性白货公司的书 他写信给传过 连锁性联营白货公司工会 替我走来不小 有关这方面的辩论记录 他觉得他的公司 已做到服务社会的宗旨 他对自己的工作 感到满意而自豪 他谈话的时候 两眼闪要出现神的光芒 所以在我来讲 我必须承认开了我的眼界 使我看得我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事 使我改变了对他原有的想法 我要离开的时候 他亲自送我到门口 一手搭在我肩膀上 预祝我辩论会上获得胜利 最后 他对我说 到春末的时候 你再来看我 我愿意订购你藏的梅 这件事对我来讲 不会是装如迹 我没有提到 并不要求他 可是他却要卖我的梅了 由于我真实的对他 就他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在这两个小时内 所得到的进展 比这十年中所得到的还多 原因是我过去 只关心到我自己和我的梅 现在我是关心他和他切身的问题 克纳夫所发现的 并不是一项新的真理 远在基督共生的前八年 一位著名的罗马斯人 西罗斯 就曾经有这样说过 要别人对我们发生兴趣时 我们先要对别人发生兴趣 所以你要使别人喜欢你 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则时 真诚的对别人发生兴趣 如果你想开展一种 能使人愉快的人格 个性 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拥有一项更有效的技能 我希望你去买一本 能克博士所著的归向宗教 你别看了这书名 就深深恐惧或反感 那不是一本说教的书 这部书的作者 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曾经亲自会见 并加以指导三千多个 自认内心苦闷 而请他解答人格 个性问题的人 能克博士告诉我 他这本书 可以更明白如何发展你的人格 因为书中内容 就是讨论者问题 我相信你会发现 这是一本有趣 简明 生命的动物 第二章如何吸引好印象 最近我在纽约参加一次宴会 其中有位客人 他是刚获得一不遗产的婦人 他似乎急于使人们 对他留下一个愉快的印象 他发了很多钱 买了雕皮外衣 钻舍 和珍珠 可是他就没有注意到 自己脸上的表情 他那副脸色神情 显得那么刻薄 自私 那是他不明白男是门所想心悦目的 是女是门表情中 所表现出的那份气质 神态 而不是他那副雍容华贵的打扮 斯华伯曾经告诉过我 他的微笑 有一百万元的价值 他所默示的 或许就是这个真理 斯华伯有他今日的成就 那是该归功于他的人格 他的魅力 和他那种特殊的能力 而在他的人格中 最可爱的因素 就是他令人轻心的微笑 有一次 我花了一个闲的时间 去拜访雪佛林 说实在的 我很失望 他沉默寡言 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直到他赞开一柳微笑的刹那间 整个气氛才完全变幻过来 顿时开朗了起来 如果不是他那一柳微笑 恐怕雪佛林依旧在巴黎 做他的目像 继续他父亲的行业 一个人的行动 比他所说的话 更有具体的表现 而人们脸上的微笑 就有这样的表示 我喜欢你 你使我快乐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狗 我相信也是同样的原因 你看他们那么的喜欢 跟我们接近 当他们看到我们时 那古出于自然的高兴 所以人们也就喜欢了他们 那不诚意的微笑 又如何呢 微笑是从内心发出的 那种不诚意的微笑 是机械的 灰显的 也就是人们所说 那种皮笑欲不笑的笑容 那是不能欺骗谁的 也是我们所争验的 纽约一家极具规模的百科公司里的一位人事室主任 跟我谈到这件事 他说他愿意雇用一个 有他可爱的微笑 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女孩子 而不愿意雇用一个脸孔冷藥冰箱的哲学博士 美国一家很大的橡皮公司的董事长告诉我 依他的观察 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 完全在他对这项事业是否感到兴趣 而不是苦干 专言的去打开他成功的大门 他曾这样说 有若干人 开始一种事业的时候 怀出极大的希望和兴趣 所以能在早期获得部分的成就 当他们对这项工作 感到厌烦 沉闷 失去了原有的兴趣时 他的事业也漸漸走向下坡 终止失败 如果你希望别人用一副高兴 欢愉的神情来接待你 那么你自己才要用这样的神情去对别人 我曾经向上千个相界人士建议 于每天的每一个时候 遇到人就展开一个轻松的微笑 这样经过一星期后 回来港集班 说出所得到的心得 效果如何 你先看这时纽约证券交易所 一位斯丁哈丹先生写来的信 他的情况绝非特例 事实上 事常可见到的 斯丁哈丹的信上 这样写着 我结婚有十八年了 这些年来 从我起床到离开家这段时间内 我太太狠小看到我脸上的笑容 又狠小说上几句话 由于你叫我从微笑的经历所得的效果 作一宴讲 我就尝试了一个星期第二天 早晨我梳头的时候 从镜子里 看到自己那张 泵得紧紧的脸孔 我就向自己说 你今天必须要把你那张 仍既得像舍高像的脸松开来 你要剪出一副笑容来就从现在开始 坐下吃早餐的时候 我脸上有了一副轻松的笑意 我向我太太说 亲爱的 你祖 你真告诉过我 她一定会感到很惊奇 但你低估了她的反应 当时她迷惑 凌住了 我可以想象到 那是出于太意想不到的高兴 这是我太太所希望获得的一件事 是的 两个多月来 我们家庭的生活 已完全改变过来了 现在我去办公室 会对电梯员微微一笑的说 你祖 我对私分也投资一笑去柜台换前时 对里面的伙计 我脸上也带着笑容我在交易所里时 对那些素贵平生 从没有见过面的人 我的脸上 也带着一柳笑容 这样没有多久 发现每一个人见到我时 都向我投资一笑 对那些来向我到府京的人 我以关心的 和愿的态度 听他们诉苦 而无形中 把他们所认为苦恼的事 变得容易解决了 我发现微笑替我带来了财富 那时很多 很多的财富 我和另外一个经纪人 合用一间办公室 他雇用了一个职员 是个可爱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漸漸地对我有了好感 我对我自己所得到的成就 感到得意而自慕 所以我对那年轻人 自然地提到人制关系学 这个身的自学 那年轻人曾这样告诉我 他初来这间办公室时 认为我是一个凌厉可憎 脾气极怪的人 而最近一段时间内 他对我的观感 以致底的改了过来 他说 你笑的时候 肯有人情味 我也改掉原有对人的批评 把识责人家的话 换成赞赏和鼓励 我再也不会说我需要什么 而是尽量去接受被人的观点 眼前事实的演变 已改变了我原有的生活 现在我是一个跟过去 完全不同的人 了一个比过去更快乐 更富有的人 请你要记住这封信 是一位饱经世故 聪明绝顶的股票经纪人所死的 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以买卖证券谋生 如果没有那么多专门学识 100个人去尝试 可能会有99个人失败的 你会觉得自己笑不出来 那怎么办 有两件事 不妨可以试一试 第一 强迫你自己微笑 如果你单独一人的时候 吹吹口哨 唱唱歌 尽量让自己高兴起来 就好像你真的肯快乐一样 那就能使你快乐 哈佛大学一位已故的假武士教授 他有下面的见解 行动该事追随着一个人自己的感受 可是事实上 行动和感受是并度而迟的 所以你需要快乐时 可以强迫自己快乐起来 人们都想知道 要如何寻求快乐 这女有一条途径 或许可以把你带去快乐的境界 那就是让自己知道 快乐是出自自己内在的心情 不需要向外界尋求的 不管你拥有些什么你是 随你在什么地方 或者你是做什么事的 只要你想快乐 你就能快乐 眼前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两个人 他们有同样的地位 做同样的事 他们的收入也一样 可是其中一个轻松愉快 另外那个 却是整天愁眉苦恋 这是什么原因 答案很简单 他们两个所怀的心情不一样 沙士比亚曾有这样说过 好与坏无从区别 那是由于每个人的想法始言 林肯有一次也这样说过 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快乐 跟他现言所想到的相差不多 他说的不错 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人症 我正走上纽约长岛车站的舍街梯时 看得有三四十个恐动不便的残障孩子 走在我前面 他们用拐杖很辛苦的一级一级走上社阶梯 有些还要有人抱着想去 我是他们的快乐 欢笑 使我感到惊奇 后来 我找到管理这些孩子们的老师 谈到这件事 他说 是的 当一个小孩子 他体会出 将要终身成为残灰时 会感到难受而不安 我是这种难受不安过去后 他也只有听天由命 继续寻求他们的快乐 他们现在比一般正常的儿童还快乐 我真想对那些残废的孩子们致敬 他们吸了我一个 永远无法忘去的教训 当不克福特准备与范鹏哈离婚时 我有一个下午跟他在一起 人们话许以为 他那时的心境非常凌乱 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他仍然显得安装而愉快 他如何使自己镇静 安装下来呢 他的秘诀是 事情已如此 就不替自己去找烦恼 而从他自己的心底去寻找快乐 白隔过去是棒球队女的三女手 现在是美国一位最成功的保险商 你说他有一套成功的秘诀吗 是的 他经过多年的研究 认为微笑是永远受人所欢迎的 当他进办公室前 总是在外面停留片刻 从回忆中找出一张 使他高兴的事来 让自己念想 发出一流出自心底的微笑 然后才进去里面 他相信虽然微笑是一张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可是使他的保险业务 有了极大的成就 我们再看看 下巴得这看神奇的建议可是你别忘记 你必须真正去实行 不然 你只是看 那是没有用的 他的建议是这样的 当你出去外面的时候 把下巴往内收 抬头挺胸 使你胸部充满了新鲜的空气 遇到朋友时 跟他握手 必须要把你心神贯注在你手掌中 别怕誤会 别想不愉快的事 得要让你的仇敌 侵入你意识中 跟朋友就这样握手 要在你心目中 确定你喜欢做的是什么 然后方向不变 勇往直前的去做 当你精神集中在你喜欢做的事业上时 在往后的岁月之中 你会发现你所慌望的机会 都给你掌握住了 你要时时把自己想象作为有才干 待人诚恳 有益于社会的一个有用的人 你有了这种想法后 会时时刻刻的改变你自己 使你的人格 渐渐变成这种典型 你必须知道 一个人的思维力 能形成一股极大的力量 保持一种正确的心理状态勇敢 诚实和乐观 正确的思想 能启发创造力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由理想 欲望而来的 凡你真诚的祈求 都会获得完全的应验 我们想要获得什么成就 只要把这种意念燃欲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收获 放松你形成的脸色 抬起头 我们就是明天的主在 古代的中国人充满著智能 他们有一句格言 你应剪下来 劫在你母子里 那句格言是 人们如果脸上没有带着笑容 千万别开店不笑莫开店 刚才我们谈到开店 法雷克伊文在为 那家考林公司所做的广告中 有这样几句话 含有令人启示的智利 聖诞节一笑的价值 他不需要耗费些什么 可是却有很多的收获 他使获得这蒙益 施予这也无损失 他发生于刹那间 可是吸人的回忆 却永远存在 任何有钱的人 都会不需要他 而贫穷的人 却因他而致富 他在家庭中 能产生快乐的气氛 在生意买卖上 能制造好感 在朋友间 是善意的招呼 他使疲敗者有了休息 使失望者获得光明 使悲哀者迎向阳光 又使大自然解除了困扰 他无处可迈 无处可求 无法去借 更不能去偷当你 尚未得到他钱 对谁都没有用的 如果在圣诞节 最后一分钟的忙碌中 我们的店员或许太平倦了 以致没有吸你一个微笑 能不能留下你的微笑 因为没有吸人微笑的人 更需要别人吸他微笑 所以 如果你希望人们都喜欢你 第二行规则是 微笑 第三章 你要避免发生麻烦 就称这样做 那时在1898年 纽约洛克雷村发生的一桩悲剧 那一旅有个小孩去世 出众的那天 村的人都准备去送笨 会阿雷也是送笨行列中的一个 他去马鹏旅拉出一批马来 这时正直寒冬的时候 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 那批马关在马鹏旅 已经有多天了 他出来外面 高兴非凡 身体打转挽住 把两条腿高高的举了起来 会阿雷一不小心 扣马个活活踢死 所以落黑雷村一旅 就在哪一个星旗旅 举行了两桩状礼 会阿雷去世 留给他妻子和三个孩子的 仅是几百元的保险金 会阿雷的长子金武 才只十岁 为了家的生活 就去一家专厂工作 他把沙土倒入毛子 压成砖马 将牙去太阳下晒干 金武没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 可视他有爱以兰人达官的性格 私人们自然地喜欢他 愿意跟他接近 所以 他后来参加政治 经过多年后 逐渐养成了一种 潜于记忆人们明治的特殊才能 金武没有进过中学 可视到他四十六岁 已有四个大学 赠予他荣誉学位 他当选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担任过美国游户总场 有一次 我专程去拜访金武先生 请他告诉我他成功的秘诀 他简短地告诉我 苦干 我对他这个回答 当然不会感到满意 所以我摇摇头说 金武先生 别开玩笑 他问我 你认为我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金武先生 我知道你能叫出一万个人的名字来 我这样说 不 你错了 金武对我说 我大约可以叫出五万个人的名字 别对这个感到惊奇 金武有这种本领 才能帮助罗斯福进了白宫 当金武在一家公司 早推销完那些年中 他还担任了洛克雷村里的书记 使他养成了一种记忆 别人姓名的习惯 那种记忆的方法 金武的这套方法并不困难 他每逢遇到一个新朋友时 就问清楚对方的姓名 家里的人口多少 那人的职业 和对当前政治的见解 他问清楚这些后 就牢牢记在心里 下次遇到这人 即使已相嫁了一年多的时间 还能啪啪那人的肩膀 问候他家里的妻子而女 甚至于还可以谈谈 那人家里后院的花草 罗斯福开始竞选总统前几个月 金武一天要写数百封信 奋发给美国西部 西北部各州的熟人 朋友 计后 他搭乘火车 在十九天的旅途中 走遍美国二十个州 经过一万两千里的航程 他除了火车外 还用其他交通工具 像轻便马车 汽车 轮船等 金武每到一个城镇 都去找熟人吃早餐 午餐 茶点 晚餐 做一次极诚狠的谈话 接着再赶望他下一段的行情 当他回到东部时 立即吸在各城镇的朋友 每人一封信 请他们把曾经谈过话的客人名单 寄来吸他 那些不计其数的名单上的人 他们都得到金武亲密而极礼貌的福衡 金武早就发现 一般人对自己的姓名 比把世界上所有的姓名 对在一起的总数 还感到重要 和关心 把一个人的姓名记住 很自然的叫出口来 你以对他行有微妙的恭维 赞赏的意味 若反过来港 把那人的姓名忘记 或是叫错了 不但使对方难堪 对你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害 我在巴黎曾经组织过一个演讲述的讲习班 用福音机份行 吸居留巴黎的美国人 我雇用的哪个法国打字员 英文程度很差 填打姓名时 就发生了错误 其中有个港习班的学员 是巴黎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 我接到他一封集备的信 原来我哪个法国打字员 把他的姓名字没有拼错了 因特卡内基 如何成功的 他被人称作共铁大王 可是他对共铁懂得并不多 而想千个替他工作的人 他们对共铁的制造 要被因特卡内基都内行 因特卡内基懂得如何处理人 这是他自负的原因 再早年他已显出有超越的组织本领 和领导天才 当他十岁的时候 已发现了人们对自己的姓名 非常的从事 他有了这个发现 就加以去利用 这是他童年的一页回忆 这个苏格兰男孩 曾经获得一只兔子 是母的 这头母套 很快的生下一窝小套来 可时 走不到可以为小套吃的东西 但是因特卡内基 想出一个聪明的主意来 他跟铃近的那些小孩子说 如果谁去采小套吃的东西 这头小套就用谁的名字 他这个计划 功效神妙 使因特卡内基永至不忘 多年后 他经营各项事业 也都运用了同样的技巧 使他获得数百万元的收入 例如他要将钢轨售给宾雪凡尼亚铁路高 汤姆生是这家铁路局局长 因特卡内基就在匹兹堡建造一大钢铁厂 明明为汤姆生钢铁厂 李猜猜汉宾雪凡尼亚铁路局采购钢轨时 汤姆生会向哪一加买 有一次 当卡内基和布尔姆竞争小型汽车 小客车业务的权利时 又想起了兔子的教训 因特卡内基负责的中央运输公司 和布尔姆所经营的公司 双方争取太平洋铁路的小型汽车 小客车业务 互相排挤 接连削格 几乎已侵蚀到他们可以获得的利益 卡内基和布尔姆都去纽约建太平洋铁路局的董事会 那天晚上 卡内基在胜尼古拉大饭店 遇到了布尔姆 他就这样说 晚安 布尔姆先生 我们两个人 时不时都在鱼弄我们自己 布尔姆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卡内基就说出他的见解 他用了严正累落的讲词 说出希望双方的严慕合并起来 由于双方并不竞争 可以获得更大 更多的利益 布尔姆虽然注意听住 并没有完全同意下来 而最后他问 这家新公司 你准备取用什么招牌 卡内基马上就回答 那当年用布尔姆皇宫小型汽车 小客车公司了 布尔姆那张年得紧紧的脸 顿时从了下来 他说 卡内基先生 到我房里来 让我们详细谈谈 就是那一次的谈话 写下企业界一页新的历史 因特卡内基有高度的记忆力 和尊重他人姓名的作法 哪该是他成为一位领袖人物的秘诀 他能叫出很多任务人的名字 这是他引以自豪的 他常得意的说 他亲自处理公司业务的时候 他的公司 从没有发生过罢工的情形 比特华司机 也有同样的情形 为领在专车事后 他的黑人厨师 感觉到他自己的从要 而永远称黑人厨师 做考白先生 人们都从事自己的名字 尽量自发让自己的名字流传下去 甚至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巴南姆先生 虽然已是一位饱经世故的老人 由于没有义之言 续他的名字 而感到遗憾 所以他情愿 给他孙子西雷 两万五千元的代价 如果他愿意把自己 称作巴南姆西雷的话 那是两百多年前的事 有钱的人 常及那些作家门前 要作家用他的名义出书 图书馆 博物馆 有丰富的收藏 那些陈列品上 都有捐赠者的姓名 原因是由于那些人 希望自己的姓名 永远延续下去 一般人大概不会 比罗斯福更忙 可是他甚至会把一个 寄工的名字 牢牢的寄了下来 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克莱斯拉汽车公司 替罗斯福先生 制造了一辆特殊的汽车 将爆链和一位寄工 将这部车子送去白宫 将爆链吸了我一封信 说出当时的情形 他说 我教罗斯福总统 如何驾驶这辆 又去多特别装置的汽车 而他却教了我 去多处世代人的艺术 将爆链先生的信上 这样写住 我到白宫的时候 总统显得非常愉快 他直呼我的名字 使我感到十分恩惠 特别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 当我说出有关这部车子 每一个细节时 他都极注意的听着 这部车子经过特殊设计 能完全用手驾驶 罗斯福总统 在那一群围观的人面前 说 这部车子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你只要按下扭键 他就能自己开动 可以很不快力的去驾驶 这车子 他奇妙的设计 实在太好了 我不清楚其中的原理 真希望有时间拆开 那是如何配造成的 当罗斯福的朋友们 和白宫的官员们 赞美这部车子时 他又说 张伯伦先生 我真感谢你 你要快去很多时间 精力 才设计完成这部车子 这时一项无可批评 极其完美的工程 他赞上辐射器 特别反光镜 照明灯 以电的适量 驾驶座的位置 衣裳里的特殊衣柜 和衣柜上的标记 也就事说 罗斯福总统 观赏了车子女 每一个细微的设计 他知道 我在这上面 以下了不小苦心 他特别把这些设备 只给罗斯福夫人 劳工部长 和他的女秘书波金思汗 他还向旁边的黑人士重说 调奇 你要好好照顾这些 经过特殊设计的衣裳 我把有关驾驶方面的情形 讲过后 总统向我说 好了 张巴伦先生 我已经在中央处备 董事会等30分钟了 我应该回去工作了 我带了一位技工去白工 我把他介绍给罗斯福总统 他没有跟总统谈话 罗斯福总统 只有听到一次他的名字 这技工是个害羞的人 被居在后面 当我们要离去时 总统找到这个技工 跟他握手 叫他的名字 感谢他来华盛顿 总统对这个技工的致借 并非出于表面 而是真诚用心的 这个我可以觉察得到 我回到纽约后不久 接到总统亲不签名的商片 和一封借咸 他如何能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使我感动艳疑 罗斯福总统知道一种最简单 最明显 而有时最重要的如何获得好感的方法 就是记住对方的性命 使别人感到自己很重要可视 在我们之间 又有多少人能这样做 当别人介绍一个陌生人 跟我们认识 需要几分钟的谈话 临走时 以把对方的性命 忘得干干净净 一个政治学家的第一课 就是记住选民的性命 记忆性命的能力 在事业上 交際上和政治上是同样重要的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就是伟大的拿破仑的质疑 他曾经自夸的说 虽然他国事很忙 可是他能记住 他所见过的 每一个人的性命 他有技巧吗 是的 那很简单 如果他没有听清楚 他就说 对不起 我没有听清楚 如果是个不常见到的性命 他就这摩问 对不起这自于何平 在谈话中 他会不厌其烦的 把对方性命反复的记忆数字 同时在他怒海里 把这人的性命 和他的脸孔 神态 外形连贯起来 如果这人对他是重要的 拿破仑就这么快试了 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会把这人的性命 写在纸上 仔细的看着 记住 然后把纸试了 这样一来 他眼睛看到的印象 就跟他耳朵听到的一样了 这些都很快时间 但爱莫生说 良好的礼貌 是由小的牺牲造成的 所以 如果你要人们喜欢你 第三项规则时 你要记住你所接触中 每一个人的性命 第四章如何养成优美 而得人好感的谈吐 最近我硬要参加 一处桥牌的聚会 在我来讲 我不会玩桥牌 真巧 另外有一位漂亮的小姐 也不会玩桥牌 他知道我在汤姆斯 从事无线电视业前 真一度做他的私人经理 那时汤姆斯到欧洲各地去旅行 在那段旅行期间 我帮助汤姆斯六下 他沿途上的所见所闻 这位漂亮的小姐 知道我是谁后 就即说 他内机先生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你所经过的名声 有那些地方 和你所看到的离奇境识 我门在下旁边沙发以后 他接着提到 最近他跟他丈夫去了一次非洲 非洲 我接着说 那多么有趣我总想去一次非洲 可是除了在阿尔及以停留过24小时内 就没有去过非洲其他地方 你有没有去了值得你缅怀的地方 那是多么行云 我真羡慕你 你能告诉我 关于非洲的情形吗 那一次谈话 我门说了45分钟 他不再问我到过什么地方 看见过什么东西 他再也不谈论我的旅行 他所要的 是一个专心的静听者 即使他能扩大他的自我 而讲述他所到过的地方 这时他与众不同 特殊的地方 不 许多人都像他一样的 我最近在纽约出版商 加林伯的一次宴会上 遇到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 我从没有接触过 植物学哪一类的学者 我觉得他说话极有吸引力 那时我像入了迷子的 坐在以上静静听他讲有关大麻 大植物家普邦 和布置身内花园等事 他还告诉了 我关于马灵树的经人事实 后来谈到我自己 有个小型的身内花园时 他非常意审地告诉我 如何解决几个 我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宴会中 还有十几位客人在座 可是我忽量了其他所有的人 而与这位植物学家 谈了数小时之久 时间到了此夜 我向每个人告辞 这位植物学家 在主人面前 对我极度恭维 恕我极富激励性最后 指我试过最风趣 最健谈 具有欣美谈吐的人 欣美谈吐 我 我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说话 如果我门工才所谈的内容 没有把他变更一下的话 即使我想谈 也无从谈起 原因是我对植物学方面 所知道的太少了 不过我自己知道 我已经这样做了 那是我仔细的 静静的听 我静静的听 用心的听 我发现自己对他所讲的 各时发生了兴趣 同时他也这样感觉到 所以自然地使他高兴了 那种静听 是我门对任何人一种尊敬的 和恭维的表示 吴福特在他二乡人之恋一书中 曾经这样说过 很少人能去受那专心注意 所包含的鲜美 我告诉那位植物学家 我受到他的款待和指导 我希望拥有他 哪样丰富的学识 我真希望如此 我告诉他 希望能同他一起去田野散步 同时我希望能再见到他 由于如此 他认为 我是一个善于谈话的人 其实 我不过是一个善于静听 并且善于鼓励他谈话的人 谈一桩成功的生意 他的秘诀是什么 我依照那位读实的学者 伊列布脱所说过的 他说 一桩成功的生意往来 没有什么神秘的诀 专心静听着对你讲话的人 那是最重要的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力 那是很明显的 事不是 这问题你不需要花四年时间 去哈佛大学研读 但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商人租用豪华的见面 减低进货成本 陈折新款漂亮的厨仓 花去巨码的广告费 可是所雇用的 却是哪些不愿意 静听顾客讲话的店员 哪些店员 截断顾客的话 反驳顾客 激怒顾客 似乎要把顾客 练出大门才今生 胡顿有经验过 这样一个例子 他在我讲 习班女说出这段故事 他在近海的 纽泽西州 纽华城的 一家百货公司 买了一套衣服 这套衣服穿起来 实在使人太失望了 上衣会退色 这把衬衫令子浓厚了 他把这套衣服 拿回哪家百货公司 找到哪个当时 跟他交易的店员 告诉他经过的情形 我说他告诉店员 详细经过 不 根本不是哪回事 他想要把经过情形 告诉哪店员 我是他扮不到 想要说的话 都给哪个 似乎有点口才的店员 中途截断了 哪店员反驳说 这种衣服 我们卖出去 已经有几千套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挑剔 这是哪店员所说的话 而且声音带得出奇 他话中的含义就像是 你在说话 你以为我们是可以欺慕的吗 行 我就给你看点颜色 正在争论激烈之时 另外一个店员插嘴 进来哪店员说 所有黑色的衣服 起初都会退一点颜色的 哪是无法避免的 哪种价钱的衣服 都有这种情形 哪是了子的关系 哪时 我满肚子的火 都无聊起来 胡顿先生讲述他的经过 第一个店员 违疑我的诚实 第二个店员 暗示我买的时次 等货我脑脑起来 正要责骂他们时 哪家白货公司的负责人 走了过来 这负责人 似乎懂得他的职丝 他使我态度 完全改变过来 他把一个脑脑的人 变成了一个满意的顾客 他是如何做的 他把这情形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 他让我从头到尾 说出我的经过 他则静静听着 没有插进一句话来 第二 当我说完那些话后 那两个店员 又要开始与我争辩了 可是那负责人 他站在我的观点 跟他们辩论他说 我趁三令子 很明显的是这套衣服掩污的 他坚持的表示 这种不能使客人满意的东西 是不应该埋出去的 第三 他承认不知道这套衣服 会这样的差劲 而是坦直的对我说 你认为我该如何处理这套衣服 你尽管吩咐 我完全可以依照你的意思 数分钟前 我还想把这套讨厌的衣服退掉 可是现在我却这样回答说 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我只是想知道 这退色的情形 是否是暂时的 或者你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使这套衣服 不再继续退色 他建议我 把这套衣服带回去再穿一星期 看看情形如何 他这样说 如果到时仍然不满意的话 那来换一套满意的 我们增加你的麻烦 感到非常好险 我满意的离开那家百货公司 那套衣服经过一星期后 会有任何毛病发现 我对那家百货公司的信心 也就恢复过来 难怪那位先生 是那家百货公司的负责人 至于那些店员 他们不但终身 要停留在店员的职位上 最好把他们降级到包装部 永远别跟客人见面 最爱挑剔的人 最激烈的批评者 往往会在一个怀有忍耐 同情的静听者面前软化下来 这位静听者 必须要有过人的沉住 他必须当着沉吟者 将一条大毒蛇张开嘴巴的时候静听 有这样一个例子 数年前 纽约电话公司碰上一个最凶狠 不讲理的顾客 这顾客用最黑薄的字眼 暂骂接线生 后来他又指出 电话公司制造假的账单 所以他拒绝付款 同时他要投书报社 还要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提出 申诉这客人 对电话公司有素气的诉讼 最后 电话公司派出一位最负经验 技巧的调解员 去拜访这位不讲理的客人 这位调解员去那里后 静静听着尽量让这位好争论的老先生 发泄他们肚子的牢骚 这位电话公司调解员所回答的 都是简短的事 事 并且表示同情他的委屈 这位电话公司调解员 来我们讲习班上 说出当时的情形 他继续不断的大声狂言 我静静听了 差不多有三个小时后来 我又去他那里 再听他没发言的牢骚 我前后访问他四次 在第四次访问结束之前 我已成为他始创的 一个组织的基本会员 他称之为电话用户保障会 现在我还是这组织里的会员 可事就我所知 除了这位老先生外 我是里面唯一的会员 在这次访问中 我还是静静听着 我用同情的态度 对他所举的每一点理由 据他表示 电话公司里的人 从没有这样跟他说过话 而他对我的态度 也漸漸地友善起来 我对他所需求的事 在前三次中 我不提一个字 最后在第四次 我整个结束了这张案件 他把所有的账款都附清 并且在过去 他接连找电话公司麻烦中 这是他第一次截销 对公众服务委员会的申诉 无疑的 这位先生表面上看来 是为社会公义而战 保障公众的权益 不受无理的剥削 可时 实际上他所有的事自从感 他由挑剔抱怨 去获得这种自从感 当他从电话公司代表身上 获得这份自从感后 他不必再举出 那些不像实际的委屈了 若干年前的一个早晨 有一位愤怒的顾客 闯进第脱贸无理公司 创办人第脱贸的办公室里 第脱贸先生对我解释说 这人欠我们十五元 这位顾客虽然不肯承认 可是我们知道错的是他 所以我们信用部坚持要他付款 他接到我们信用部几封信后 就即来自家歌 他匆忙的进来我办公室 告诉我说 他不但不负那不前 而且他表示 我们公司以后 别想再做他一块钱的生意 我内住性 正正的听他所说的那些话 有好几次 我饮不住气 几乎要跟他反驳争论 终止他所说的那些话 可是我知道 那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尽量让他发誓 最后 他这股气嫌 似乎已慢慢识下去了 我安诚的说 我感激你特地来之家歌 告诉我这件事 事实上 你已替我做了一桩极有意义的事 如果我们公司信用部得罪了你 相信他们又会得罪别人 那情形就不堪设想了 请你相信我 我迫切的需要你来告诉我 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形 他再也不会想到 我会说出那些话来 可能他会感到有点失望 他来自家歌的目的 是来跟我扮交涉的 可是我却感谢他 并不跟他争论 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我们会取消账目中 那筆十五块钱账款 同时把这件事忘掉 我向他这样表示 他是个细心的人 需要处理的指示一份账目 可是我们公司职员 他要处理成千上万份的账目 所以他可能不容易农错 我告诉他 我恨了解他的处境 如果我遭遇到与他同样的问题 又会有他这样的想法 由于他不再买我们公司货物 我十分诚意的推荐了 其他几家模拟公司给他 过去他来自家歌时 我们经常一起午餐 所以那天 我也请他吃饭 他勉强的答应了 但午餐后 我们回到办公室 他定要给过去都要多的货物 以为住平静的心情回家去了 这位顾客似乎由于我对他的接待和处理 所以他回去仔细地查看他的账单 终于找出那份账单 原来他自己放错了地方 于是他把那笔十五块钱的账款寄来 还付了一封道歉的信 后来他妻子生了个男孩子 他就取用了我们公司招牌的名称 替他而知取名帝谋脱 他一直是我们公司的忠实主顾 也是个很好的朋友 直到22年后 他去世的时候 当年前 有个荷兰籍的小男孩 在学校下课后 替一家面包店拆枪 每星期赞五毛钱 他家里非常贫富 所以他经常提出男子 去水购件 从煤车掉下来的煤块 这孩子叫爱德华巴克 一生没有受过六年以上的教育 可是后来他却成为 美国新闻界一个最成功的杂志编辑 他是如何干起来的 朱来瓦场 但他如何开始 则可以简单的罪述 他用本章所提出的原则 作为开场 他13岁离开学校 在一个西联机构里充任同役 每星期的工资 是6元2.5份 他虽然处在极贫困的环境中 可是无时无刻不再追求 接受教育的机会 他不但不放弃求教育的意念 而且自己开始铸手教育自己 他安安部当车 从不搭乘街车 把午饭的前也省了下来 那些前职最起来后 买了一部美国名人传 传记后来他做了一中人门门所未闻的事 埃德华巴克把美国名人传记详细研读过后 就写信给传记上的每一位名人 请求他们多告诉他一点 关于他们同年时候的情形 从巴克这个表现可以看出 他有一种善于静听的本质 他希望压死成名人物 谈谈他们自己 他写信给当时正竞选总统的贾武士将军 再信上问贾武士 是否确实做过运河上拉房的童工 贾武士接到那封信后 给他一封详细的福咸 巴克又写信给教雷将军 问他在那部名人传记上 技术有关一次战役的情形 教雷将军再回信中 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 还邀请这个十四岁的小男孩喜饭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 巴克写信给爱陌生 希望爱陌生说些有关他自己的事 这个原来在西联机构传信的同意 不久便和国外那些著名的人物通信 像爱陌生 布罗斯 爱利弗 郎菲洛 林肯夫人 幽曼将军 和台维斯等 他不只是跟那些名人通信 且利用他放假的时候 就即去拜访他们其中数人 而成为那些人家里所欢迎的客人 巴克的这种经验 使他形成了一种无家的自信心 这些男女名人 激发了他的理想和意志 改变了他往后的人生 所有的这些 让我再说一片都是由于实行略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原则 名记者马可信 访问过不少风云成名人物 他曾经告诉我们 有些人不能吸引人留下好印象的原因 是由于不注意听听别人的谈话 这些人他们关心自己下面所要说的是什么 可是他们从不打开二朵马可信又说 有若干成名人物 曾这样跟我说 他们所喜欢的 不是善于谈话的人 是哪些静静听着的人 能养成善于静听能力的人 似乎要比任何好性格的人少见 不只是大人物才喜欢善于静听的人 即使一般普通的人也如此 都喜欢人家听他讲话 正如读者文择所说的 很多人找医生 他们所要的 不过是个静听者 内战情况最黑暗的时候 能肯写了封信 及以来诺州春田镇的一位老朋友 请他来华盛顿 说是有些问题 需要跟他讨论 这位老邻居来了白宫 能肯跟他说了 数小时关于解放黑暴的问题 能肯把这行行动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都加以研讨 然后看了些信件和报上的文章 有的由于他不解决黑暴而谴责他 有的谴责 他是为了怕他解放黑暴 这样谈了几小时后 能肯和这位邻居老朋友握手道别 送他回伊里诺州 能肯并没有征求这位老朋友的意见 所有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 而他说出这番话后 心似乎舒畅多了 这位老朋友后来这样说 能肯跟我谈过这些话后 他的神情似乎舒适 暢发了不少 是的 能肯不需要这位老朋友的建议 他眼前所需的是友谊 同情 有一个正听他讲话的人 即以发泄他心里的苦门 当我们再苦门 困难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你想要知道 如何使人远远躲开你 背后笑你 甚至轻视你 这里有个很好的办法 你永远不要仔细听人家讲话 不断地谈论你自己 如果被人正谈出一件重要事情时 你发现有你自己的见解 不等对方把话说完 马上就提出来 在你上来 他绝对不会比你聪明 为什么你花那么多时间 去听那些没有见解的话 是的 就即插嘴 就用一句话 去制止他人的高伦 你曾遇到过那种人吗 很不幸的 我碰到过 奇怪的是 有些这样的人 或是死交界的名人 那种人是令人增严而出了名的 他们给自己的自私心 或自从感所麻醉 而为一般人所增严 只谈论自己的人 永远只为自己设想 而只为自己设想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白德勒博士 他曾经这样说过 这种人是无弱可救的 没有受过教育的 白德勒博士又说 无论他曾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仍然跟没有受过教育一样 所以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谭笑风生 受人欢迎的人 你需要静听别人的谈话 就像你夫人所说的 要使别人对你感到兴趣 才要对别人感到兴趣 问别人所喜欢回答的问题 鼓励他谈谈他自己 和他的成就 需要记住 跟你说话的人 对他自己来讲 他的需要 他的问题 比你的问题要重要上百倍 他的牙痛 对他来讲 要比发生天灾 死了数百万人 还重要得多 他注意自己投上一个小仓炮 比注意发生一宗大地震 还来得多 所以 你如果要别人喜欢你 第四项原则是 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 鼓励别人多谈谈他们自己 第五章 如何使人感到兴趣 每一个去某离湾 拜访过罗斯福的人 对他冤博的学识 都会感到惊奇 沃来福特曾经这样说过 无论是一个木桶或骑士 正巧或是外交家 罗斯福都知道 应该跟他说些什么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 在接见来访的客人之前 罗斯福已准备好了 那位客人所喜爱说的话题 和对方特别感到兴趣的事 罗斯福就跟其他具有领袖财干的人一样 他知道这回事 深入人门心底的最佳途径 就是对那人讲他知道得最多的事物 前任耶鲁大学文学院教授 不愿意保试 早年就知道了这项道理 他有这样说过 在我八岁的时候 某个周末的星期六 我去姑妈的家道的 那天晚上有位中年人 也去我姑妈家 他跟姑妈寒圈过后 就注意到我身上 那时我对帆船有极大的兴趣 而那位客人 谈到这话题上时 似乎也肯感到兴趣 我们谈得非常投机 他走了后 我对姑妈说 这人真好 他对帆船也极感兴趣 姑妈告诉我 那客人是一位律师 照说他对帆船方面 不会有兴趣的 我问 可是他又怎么一直说帆船的事呢 姑妈对我说 他是一位有修养的身事 他让自己到处受到欢迎 所以才找着你所感到兴气的话题 陪你谈论帆船 费尔普斯教授又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姑妈所讲的那些话 当我在写这一个章节时 我面前有一封信 那是热心同子军工作的基尔夫先生寄来的 基尔夫在信上这样写着 有一天 我需要找个人帮忙 原因是欧洲将举行一次同子军大露营 我要请美国一家大公司 资助我一个同子军的累费 在我会见那位大老板之前 听说他曾签出过一张百万元的支票 随后又把那张支票作废 后来他把那张支票装入镜框作为纪念 所以我走进他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请求让我观赏那张支票 我告诉他 我从没有听说 有人开过百万元的支票 我要跟我阿赛同子军门讲 我的确见到过一张百万元的支票了 他很高兴的取出来给我看 我表示羡慕 赞美 同时请他告诉我 开出这张支票的经过情形 你注意到没到 基尔夫先生开始并没有就职谈到同子军的事 和他的来意 而只是谈谈对方最感兴趣的事 结果又如何呢 基尔夫信上这样说 那位经理随后问我 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于是我就告诉他我的来意 那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不但立即答应我的要求 这比我原来要求的还要多 我只希望他赞助一个同子军去欧洲 可是他愿意赞助五个同子军去欧洲 而且连我自己一受请在内 他签了一张签完外汇能控支付的凭证 叫我们在欧洲住七个星期 他又替我写了几封介绍信 吩咐欧洲各城市份公司的经理 妥善的照顾我们 继后 他自己去欧洲 再巴黎亲自接待我们 带领我们游览全市最后 他还替几个家境清寒的同子军 为他们介绍工作 这位大老板 现在还尽其所能 再资助 帮忙这个同子军团体 当然这是我所知道的 如果事前没有找出他兴趣所在 使他高兴起来 很不可能会这样顺利地跟他接近的 在商场上 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吗 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 纽约有一家面包公司经理杜凡乐先生 希望把自己公司的面包 卖给一家大旅馆 四年来 他一直打这个主意 几乎每星期都去找那家旅馆的经理 杜凡乐如果知道那位经理 去那一家交制场所 为希望有个接触见面的机会 他也跟着去那家交制场所 他甚至于在那家旅馆租下一间房间 这位获得生意 那时他都失败了 杜凡乐先生说 后来 我研究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 才知道应该改变策略 想办法找出他最感兴趣的事 那一方面会引起他的注意 我发现 他是美国旅馆业工会的会员 他不单是会员 由于热心的推进这个团体的业务 所以后来被推举为这团体的主席 同时 他还兼任了国际旅馆业联合会的会长 不论开会地点在那里 他都搭乘飞机 飞越高山 宏到沙漠 大海 去那里开会 所以我在第二天见他的时候 就问他关于该会的详细情形 果然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反应 他跟我讲了半小时 关于那会里的情形 他说的时候是那么的轻高采烈 我以明显的看出 那个团体组织是他兴趣所在 也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我跟他分手前 他要我加入他们的团体 那时我并没有提到面包的事 几天后他类馆里的管事 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要我把面包的架木 和样品送过去 我走进那家类馆 里面那管事招呼我 说 我不知道 你在那老头儿身上 下了些什么功夫可使 真的 你输到他的样处了 我回答说 你该替我 想一想我在他身上 花了四年时间 想要做到他的心意 如果不实费脑根 找出他兴趣所在 他所喜欢的是什么 那还得要费 不知多少时间 所以 如果你要使别人喜欢你 那第五项规则时 就别人的兴趣谈论 第六章 如何使人很快的喜欢你 我在纽约的33号街 第8号路的游稿里 以此排列等着 要发一封挂号信 我发现里面那个游武员 对他的工作 显得很苦恼情信的重量 提出游票 找给零钱 分发收据 这样单调的工作 一年接一年的下去 所以我对自己 我过去试一试 要让那人喜欢我 我必须要说些有趣的事 那是关于他的 不是我的 于是我又问自己 他有什么地方 可以值得赞赏的 这时个很不容易找出答案的难题 尤其对方是个数目平生的陌生人 可是很容易的 我有了一个发现 我从这游武员身上 找出一张值得称赞的事了 当他请我的信时 我恨热神的说 我真希望有你这样一头好头发 那游武员把头抬了起来 他的脸色神情 从经那中换出一副笑容来 狠客气的说 没有以前那样好了 我狠各自的告诉他 说他没有过去的光泽 不过现在看来 依然很美观 他非常高兴 我们愉快的谈了几句 最后他对我这样说 许多人都称赞过我的头发 我敢打倒 那位游武员中午下班 去慶午饭的时候 他去步骤像 藤雲家务班的轻松 晚上回去家里 他会跟太太提到这事 而且还会对住镜子说 嗯 我的头发确实不错 我曾在公共场所 讲过这个故事 后来有人问我 你想从哪个游武员身上 得到说什么 我想得到说什么 我想要从哪个游武员身上 得到说什么 如果我们是那样的悲善自私 不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就不愿意奋给别人一点快乐 假如我们的气量 比一个酸苹果还小 那我们所要遭遇到的 也绝对是失败 嗯 是的 我确实想要从哪人身上 得到说什么 我想要获得一些极贵重的东西 而我已经得到了我使他感觉到 我替他做了一件 不需要他报答的事 那件事 即使过了狠狗以后 但在他回忆中 依然闪耀出光芒来 人们的行为 有一项绝对重要的定律 如果我们遵守这项定律 差不多永远不会遇到烦忧 事实上 如果遵守这项定律 会替我们带来无数的朋友 和永久的快乐 可是如果违反了那项定律 我们就会遭遇到无数的困难 这项定律是 永远使别人感觉重耀 杜威教授曾这样说过 自从的欲望 是人们天性中最急切的要求 假武士博士说 人们天性的自身本质 是可求为人所从事 我曾经说过 人与动物相宜之处 就在于自从感的有羽毛 而人类的文化 也由此而起的 自学家们对于人类关系的定律 思考了数千年 而所有的思考中 结果其引证出一条定律 那项定律不是新的 他跟历史一样的古老 三千多年前 索罗斯达把那条定律教 给所有拜伙教徒 二十四个世纪前 孔子在中国宣讲 祷告此早老子教他的门徒 纪元前五百年 释迦牟尼 也把那条定律流传人间 耶稣把那条定律 综合在一个思想中 那是世界上一项 最重要的定律 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该怎样去对待别人 你想要跟你接触的人 都赞同你 你想要别人承认你的价值 你想要在你的小世界里 有一种自从感 你不希望受到没有价值 不真诚的阿遇 你可求真诚的赞赏 你希望你的朋友 就像施华伯所说的 诚于家许 欢于清道 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些 所以让我们遵守这条金科欲律 而希望别人所给我的 而去给别人 如何做 何时做 在什么地方做 这个答案是 所有的时间 任何地点 例如 有一次 我去无线电城询问处 打听苏文的办公室好吗 哪个穿着整洁制服的询问员 似乎自己映得很高贵 他很清晰的回答 亨利苏文 顿了顿 十八楼顿了顿 一百一六十 我走向电梯 想了想 接着又走了回来 向哪个询问员说 你回答问题的方法很漂亮 很清楚 可当 你像一个艺术家 实在不简单 他脸上演出愉快的光芒 他告诉我 为什么在搭画时 中间要顿一顿 为什么每句话的几个字 要拿摩说 他听了我那些话后 高兴得把领带略为往上拉高声 当我搭乘电梯上了十八楼时 我觉得人们快乐的总量上 我又加上了一点 你不需要等到职任驻法大使 或是做了一个很大俱乐部主席时 才去称赞别人 你几乎每天都可以应用它 譬如 我们要一客法式的尖马灵薯 而那个女服务生 替你端来了主的马灵薯 在那时候 我们就不妨这样说 对不起 要麻烦你了我喜欢的是法式的尖马灵薯 他会回答一点也不麻烦 并且狠乐意的替你去更换 因为你先尊重了他 平时客气的话 仅对不起 麻烦你 请你 你会介意吗 谢谢你 这些简短的话 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同时也自然地表现出高贵的人格来 让我们再举个例子 美国著名小说家阿恩 是个铁像的儿子 他一生活有受过八年以上的教育 可是在他去世的时候 是世界上一位最富有的文人 经过情形是这样的阿恩喜欢诗词 所以他读尽了罗塞的诗诗 甚至他还写了一篇宴港稿 歌颂罗塞的艺术上的成就 并且还送了一份级罗塞的 罗塞的跟高兴 他作这样的表示 一个年轻人 对我的才学有这样高消的见解 他一定很聪明 罗塞的就请这个铁像的儿子来伦敦 当他的诗人秘书 我因一生的转折点 就在这时候 他在这个身的职位上 见到了许多当代的大文豪 受到他们的指导和鼓励 顺利的展开他写作的生涯 才使他享明远来 他的故乡在隔离巴堡 现在已是旅游的胜地 他遗产有250万元 可是谁会知道 如果他没有写那篇 赞赏明私人的演广告 可能会默默无闻 凭君而去世 这就是真诚 一股出自内心的赞赏的力量 罗塞的认为他自己重要 那并不稀奇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是最重要的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你是否感觉到 你比日本人优越 可是事实上 日本人以为他们自己 比你优越得多 如果一个守旧的日本人 当他看到一个白种人 跟一个日本女人跳舞时 他会感到非常气愤 你以为你比印度人优越 你有权可以这样想 可是他们的感觉 就跟你完全相反 你以为你比爱斯基摩人优越 你当然可以这样想 可是你是不是想知道 爱斯基摩人对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在他们的社会里 如果有个好事懒做 不无正业的人 爱斯基摩人指那种无赖看叫白人 那是他们轻视人最刻薄的话 每一个国家 都觉得比别的国家优越 这样就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战争 有一条最明显的真理 就是你所遇到的任何人 几乎每个人 都觉得自己某方面比你优秀 可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深入他的心底 就是让他觉得 你承认他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是高贵重耀的 要真诚的承认 别忘记爱陌生所说的 凡我所遇到的人 都有比我优越的地方 而在那些方面 我能向他学习 有些人刚刚觉得 自己有若干的成就 就感到自满 结果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争严 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过 人 骄傲的人 藉着一点短触的能力 便在上帝面前 胡作妄卫 写天使为之落泪 我要告诉你 关于我讲习班里 三个学员的故事 他们运用了这条原理 而获得了经人的效果 第一个是康乃迪克州的律师 他不愿意发表自己的名字 我们就用爱先生来代替 外观来我讲习班没有多久 有一天 他驾驻汽车陪太太 去长岛拜访亲戚 他太太留下 他陪亲戚老姑妈闲谈 自己令外汉别的亲戚去了 埃君耀把学习所得 做一次实地的应用 以便将来写篇报告 于是他想从这位老姑妈身上开始 所以他朝目指四周汉旅汉 有牙丝是值得他赞赏的 他问老姑妈 这栋房子是189年建造的 是吗 是的 老姑妈回答 正是那年造的 他又说 这使我想起 我出生的那栋房子非常美丽 建筑也好 现在的人都不讲究这些了 是的 老姑妈点点头 现在年轻人 也不讲究住好汉的房子 他们只需要一所小公寓 或一座电兵箱 再有就是一部汽车移移 老姑妈怀着回忆的心情 轻游的说 这是一栋理想的房子 这屋子是用爱所建造成的 我和我的丈夫 在建造之前 已梦想了很多年 我们没有请建筑师 完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老姑妈领着埃君 去各房间参观 埃君对他一生所珍爱 收藏的各种真品 像法国式从耳 一套古式的英国茶具 意大利的名咒 或一幅曾经挂在 法国封建时代公保类的思维 都真诚的加以赞美 花先生接着又说 老姑妈带我参观房间过后 他又带我去车库 里面停住一辆 狠身的派海特牌的汽车 他轻轻说 这部车子 是我丈夫去世前不久迈的 自从他去世后 我就再也没有做过 你爱欣赏美丽的东西 我要把这部车子送给你 花君听到这话 感到很意外 软转持者 说 姑妈 我感激你的好意 可是我不能接受 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两身的车子 你有很多更亲近的亲戚 相信他们会喜欢这部车子的 亲戚 老姑妈提高了声音说 时的 我有很多更亲近的亲戚 他们希望我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就可以得到这部车子 那时 他们永远得不到 花君说 姑妈 你不愿意送给他们 可以把这部车子卖掉 卖掉 老姑妈叫了起来 你看我会卖掉这部车子 你想我会忍心看住陌生人 嫁住这部车子 恐洗在街上 这时我尽忽特地替我卖的 我做梦也不会想卖 我愿意交给你 因为你懂得如何欣赏一件美丽的东西 花君远传的持者 不愿接受他的诚语 可是他不能似乡了老姑妈的感情 这位老太太单独一个人 住在这栋宽敞的房子里 对住屋子里这些精致 珍贵的陈切 缅怀若以往的回忆 他希望有一个人 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他有过一段金色的年华 那时他美丽动人 为男士们所追求 他建造了这栋人欲珠爱的房子 并且从欧洲各地 搜集了很多真品 来加以陈切装黄 现在这位老姑妈 风烟残年 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寒望着能获得一点人间的温暖 一点出于真心的赞美可视 却没有一个人吸他 于是当他发现他找到的时候 就像沙漠中涌出一横泉水来 使他心底激动而感谢 甚至愿意把这部派海特牌的汽车相赠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时纽约一位原来设计家 默克乌霍 所说的经过情形 在我听了如何交友 和影响他人的现港后不久 我看一位著名的司法官设计原景 那位司法官出来 提出他的建议 在什么地方 该再种些什么话 我说 法官 你有很好的业余 试好你那几条狗都很可爱 我听说你争得过很多次 在狗会中的蓝丝大幽等奖状 我这句话 果然出现了效果 那位司法官说 是的 我对于羊狗狠感到兴趣 你要不要参观我的狗舍 他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带我去看他的狗 和他所得的许多奖状 他拿出有关那些狗的血统是普 告诉我每条狗的血统由于有优越的血统 所以他还养的狗都活活 可爱 最后他问我 你有没有小男孩 我告诉他有的 他接着问我 你孩子会不会喜欢小狗 我说 嗯 是的 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 司法官点头说 那太好了 我送他一只 他告诉我 如何幻养小狗 顿了顿他又说 我这样告诉你 你很快就会亡了 让我写下来给你 那位司法官进去屋里 把他要送我的那头小狗的血统系普 和喂养的方法 用打字机很清楚的打料出来 然后给我一头价值百元的小狗 同时还浪费了他一小时 有十五分钟宝贵的时间 那是我对他的事好和成就 表示真正的赞赏 所获得的结果 柯达公司的伊斯曼 发明了透明胶片后 活动电影的摄制 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同时也使他获得了亿源的财富 成为世界上一位著名的商人 他虽然有这样伟大的成就 可是他仍然跟你爱一样 开求诸别人的赞赏 例如数年前 伊斯曼在洛贾士德 建造伊斯曼音乐学校和海本剧场 这个剧场 是用来纪念他母亲的 纽约优美座椅公司经理爱达森 希望能承办 该剧场里的座椅工程 他打了个电话给建筑师 约可去洛贾士德见伊斯曼 爱达森到了那里 那位建筑师说 我知道你想得到座椅的订货合同 不过我需要告诉你 伊斯曼工作极忙极严肃 如果你用了他五分钟以上的时间 你就别打算再做这一筆生意了 他不但事情忙脾气也很大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快速地向他说明来以后 就即离开他的办公室 爱达森听后就准备哪样做 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 看到伊斯曼正理手工作 再处理着想一堆文件 伊斯曼见有人进来 抬起头窄下眼镜 向建筑师和爱达森说 两位组有何建教 建筑师介绍了他们认识后 爱达森说 伊斯曼先生 我恨羡慕你的办公室 如果我拥有尽你这样一间办公室 我一定有很高兴在里面工作 你知道我是从事于室内木工营业的 我从没有见过 尽这样一间漂亮的办公室 伊斯曼回答说 谢谢你提醒了 我已差点忘了的事 这间办公室肯漂亮是不事 当初这间办公室布置完成后 我确实非常喜欢 可是现在 由于我工作太忙 有时甚至于接连数星期 不会注意到这上面了 爱达森过去用手摸摸办公室的壁板 说这是不是英国像目 他和意大利像目的品质 首有不同 伊斯曼回答说 是的 这是进口的英国像目 是一位专门研究像目的朋友 替我特别挑选的 接着 伊斯曼陪同他 参观自己设计的室内层次 包括木门 油漆色彩和雕刻工等 他们在一线窗前停了下来 伊斯曼和去的表示 他要捐助纽洛贾士德大学 和公立医院等一些钱 为社会尽一点心意 爱达森热成的恭贺他说 这是一桩古道而长的慈善二举 伊斯曼打开玻璃厨的锁 取出他从前买的第一架摄影机 那是向一个英国人买下的发明品 爱达森问他 当初如何开始他商业上的挣扎和奋斗的 伊斯曼感慨的罪述 他幼眠时候的贫富 请他守寡的母亲 开了一家出租小公寓 他自己质在一家保险公司 做小职员 每天赚五毛钱 他由于受到饥寒所困 所以立志要克苦奋斗 免得母亲身奴致死 爱达森又找些别的话题 而他自己却静静地听住 伊斯曼谈到他实验室的一段往事上 他说他过去做实验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 花了整天的时间 有时候整个晚上有时候 甚至穿起工作服 三昼夜不能脱下来 爱达森是想五十点十五分 进伊斯曼办公室的 当时那位建筑师真劝告他 最多只能担留五分钟 那时 一小时 两小时都过去了 他们仍然在谈住 最后伊斯曼向爱达森说 上次我去日本 买了几张椅子回来 我把他们放在阳台上 后来阳光把椅子上的七晒脱了 我买了四游七回来自己七 你要不要看看 我自己七椅子的成绩如何 对了 你来我家 我们一起庆祝饭 我让你看汉 五半后 伊斯曼把他七的椅子 拿给爱达森汉那些椅子 会将不会超过一百五毛钱 而事业想迎你亿元的伊斯曼 他却认为恨自豪 这因为那是他自己失的 海本剧场 在以这不订货的总颁是九万元 你猜 是谁得到了订货合同 除了爱但心爱 还会有其他人 就从那时候开始 直到伊斯曼去世 他们一直保持住极密切的友谊 你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 实施这种奇妙的事今社 为什么不由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呢 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地方 更为需要获视更能忽略 我相信你太太一定有他的长处 至少曾经有过 不然你不会娶他做妻子的 可时 你已经有多久 会有赞赏他的美丽了 多久了 有多久了 有一次 我在纽伯伦斯维克的米拉密契河钓鱼 我独居在加拿大森林的一个帐篷里 那里每天只能读到镇上出版的一份报纸 或许是空闲的时间太多了 我把这份报刊登的每一个字 都详细的看过 有一天 我从布上迪克斯婚姻指导一篮里 看到他的文章 写的非常好 我把他简下保存起来 他那篇文章上这样指出 他说他已经听见了 人们对新娘所讲的那些建议 他认为应把新郎拉到一边 给他这些言明的建议 他的建议是 不会甜言物语的别结婚 结婚前赞美女人 似乎已是必然的事 可是在结婚以后给他赞美 哪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即是 婚姻不止是讲诚实 还需要有外交的手援 如果你想每天过着快乐 美满的生活 千万别指赞你太太自家有不妥的地方 或者拿他和你的母亲 做毫无意义的比较 反过来说你应该赞美他自家有方 而且还要有这样的表示 因为自己很幸运 才得到了一位仁内座 如果他把饭菜做坏了 几乎使你无法入口 你一别抱怨 不妨做这样的暗示 今天的饭菜会有过去那样可口 你太太有你这样的暗示 她一定不顾身路 直到使你满意为止 不要突然就开始这样做 那会使你太太喜而心的 不妨今晚或是明天晚上 太他买一束鲜花 或是一盒糖果 不要只是嘴上这样说 是的 我应该这样做的 还需要你实际的 去做吸他一个温柔的微笑 加上几句甜蜜的话 如果做丈夫的 跟做太太的都能这样做 我不相信每六对的夫妇中 有一对会要闹离婚 你想知道 如何使一个女人爱上你 是的 这女就有一个秘诀 一定有效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这是我从迪克斯女士那女借来的 有一次 这位迪克斯女士 去访问一位 已成为新闻人物的重婚者 这人曾经获得23个女人的方心 和他们银行女的存款 这女虽负大说明的事 迪克斯女士 是在监狱访问她的 当迪克斯女士问 她获得女人爱情的方法 她说并没有什么诡计 你只要对女人谈论 她自己就行了 这技术用在男人身上 同样有效 英国一位最聪明的首相迪瑞里说 对一个男人谈论她自己的事 她会静静的听数小时之久 所以 你要使别人喜欢你 第六项规则是 使别人感觉到他的重要必须真诚的这样做 这本书你已看了不少 现在学上这本书 立刻开始对你距离最近的人 实施者们 才学你会看到一项神奇的效果 提要私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 第一项规则 真诚的对别人发生兴趣 第二项规则 微笑 第三项规则 记住你所接触中 每一个人的姓名 第四项规则 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 鼓励别人多谈谈他们自己 第五项规则 就别人的兴趣谈论 第六项规则 使别人感觉到他的重要必须真诚的这样做 第三篇得人同意于你的十二种方法 第一章 你不可能在争辩中和声 大战结束后不久 有一个晚上我在伦敦 得到一个极宝贵的教训 那时 我是澳洲飞航加史密斯的经理人 大战期间 他曾代表奥大利亚 在巴勒斯坦担任飞航的工作 战事结束宣布和平后的没有多久 史密斯在三十天中 飞航地球半周这件事 举世为之震惊 武州政府颁证万元奖金 英皇丰手他着位 在这一段时间 史密斯着事在英国国旗下 是一个备受忠目注意的人物 可以称他是不列兼帝国的能霸 有一个晚上 我负一次欢迎史密斯着事的宴会 那时在在我旁边的一位来宾 讲了一段很幽默的故事 还用了一句成语 说故事的那位来宾 指那句话是出自圣经 其实他错了 我知道那句话的来历 我确实知道 那时我为满足自己的自从感 并且要显出我的优越 突出 以毫无故忌的糾正了他的错误 那人坚持自己的见解什么 那句话出自沙士比亚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那句话出自圣经 他也认为他是对的 这位讲故事的来宾 坐在我右边 我的老朋友 我假蒙坐在我左边 假蒙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研究沙士比亚的作品 所以那讲故事的和我 都同意把这问题交给假蒙先生去决定 假蒙静静听着 再脚下用脚踢了我一下 然后说 大耳 那时你错了这位先生才对 那句话是出自圣经 那晚回家路上 我向假蒙说 你明知道那句话是出自沙士比亚的作品 为什么竟说我不对呢 假蒙回答说 是的 一点也不错那时在沙翁作品 哈姆雷特第五个第二场上 我是大耳兄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我们是一个成大宴会上的客人 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一个证明 指责人家的错误呢 你这样做会让人家喜欢你 对你发生好感 你为什么不给他留一点面子呢 他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 也不要你的意见 你又何必去跟他争辩呢 最后我要告诉你 第二 永远避免正面的冲突 那才是对的 永远避免正面的冲突 说这句话的人 已经去世了 可是他跟我的教训 却仍然存在 哪个教训 使我受到极大的影响 我原来是个固执 炮强的人 小时候就喜欢跟兄弟们争辩 当我进大学后 我研究逻辑和辩论 而且经常参加各项辩论比赛 后来我在纽约教授辩论 甚至 还计划写一部辩论方面的书 几年后的今天 我一直丑于承认 从那时开始 我真正听 批评 从事数千次的辩论 同时注意事后所发生的影响 由于这些 使我得到一个结论 那也是一项真理 就是 天下只有一种方法 能得到辩论的最大胜利 那就是尽量避免辩论 避免辩论 就像被开毒蛇和地震一样 一场辩论的中量 十次中有九次 那些辩论的人 会更坚持他们的见解 相信他们是绝对正确 不会错的 你辩论不能获胜 因为你是真的失败了 可是你如果胜了 还是跟失败一样 为什么呢 假定你辩论胜了对方 把对方的意见 只责得体无缘夫 几乎指他是神经错乱 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你自然很高兴 可是对方如何呢 你使他感觉到自卑 你伤了他的尊严 他对你获得胜利 心感到不满 你必须要知道 当人们历住自己的意见 被人家说服时 他仍然会固执的坚持自己是对的 巴欣护助人寿保险公司 为他们的职员定下一条规则 那就是不要争辩 一个真正成功的推销员 他决不会跟股客争辩 即使轻微的争辩 也加以避免人类的思想 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数年前 有一个好争辩的爱尔兰人 叫奥哈尔 来我讲习班听讲 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可是喜欢争辩 挑剔别人 他做过司机 后来是汽车公司推销完 由于他发现自己 业务表现并不理想 才来找我的 我跟他说过话后 才知道他推销汽车时 常不愿接受过客的批评 而发生口角 他对我说 我听了不服气 教训那家伙几句 他就不买我的东西了 对于奥哈尔 我开始不是教他如何说话 我训练他如何减少说话 和避免跟人争论 现在奥哈尔 已是纽约福特汽车公司 一位成功的推销原谅 奥哈尔是如何做的 他说出自己的哪一段经过 假如我现在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对方如果这样说 什么 福特汽车那太不行了 就是送给我 我也不会要的 我打算买胡说公司的卡车 我听他这样说后 不但不反对 而且顺着他的口气说 老兄 你说得不错 胡说的卡车 确实不错 如果你买他们的 相信不会有错 胡说牌汽车是大公司的产品 推销原谅 也很能干 他听我这样说 就没有话可以说了 要争量 也无从争起 他说胡说牌汽车子如何好 我毫不反对 他就不得不把话停住了 他还不会一直指着胡说牌汽车子 说是如何好 如何好 这样 我就找到一个机会 向他介绍福特牌汽车子的优点 如果在过去 我遇到这种情形 我会觉得无火 我会指那胡说牌汽车是如何的不好 我预算哪家公司出品的汽车不好 可时对方愈会指他如何好 真便愈是激烈 如使对方决心不买我的汽车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不知自己过去是如何推销货物的 由于这样的争论 不知使我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现在我学会了 如何避免争论 如何笑说话 使我得到了许多的好处 就像聪明的老傅兰克林常说的 如果你辩论 反驳或许你会得到胜利 可时那胜利是短暂 空虚的你永远得不到 对方给你的好感 你不妨替自己作这样的衡量 你想得到的是空虚的胜利 他是人们赋予你的好感 这两件事很少能同时得到的 波士顿一本杂志上 有次刊登出一首行义狠心 而且有趣的是 这女堂住威廉武的身体 他死时认为自己是对的 死得其所 但他的死就像他的错误一样 你在进行辩论时 或许你是对的 可时你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时 就是你对了 也跟不对一样 马道士威尔信总统任内财政总场 他由从事多年政治经验中 得到一个教训 他说 我们绝不可能用辩论 使一个无知的人心服口服 马道先生说得太温和了 派信在港习班上说 我跟你在一起 使我和于不少 我跟他说的 句句都是实在话 那契查员在座以上 停了停腰 就开始谈他的工作经验 讲了许多他所发现的舞弊案件 他的语气渐渐平和下来 接着又说到他孩子身上 临走的时候 他对我说 回去后 再把这问题考虑一下 过几天给我答复 三天后 他又来见我 他说哪不遂按照税务办理 决定不精了 这位契查员 援露出一种最常见到的人性的弱点 他需要的是一种自从感 派信跟他争辩 他就伸展他该有的权威 来获得他希求的自从感 如果有人承认了他的从要性 这争论也就自然的停止了 由于他自我以伸展扩大 就即变成一个和善 有同情心的人了 《拿破仑家女的管事》 时常和约失分打台球游戏 在他写的《拿破仑斯生活回忆》中 曾有写下这样一字 我知道自己求疑不错 不过我总设法 愿约失分胜过我 这样会使他很高兴 我们要让顾客 爱人 丈夫 或者是妻子 在小小的争论上 胜过我们 释迦牟尼曾这样说过 恨永远无法止恨 只有爱可以止恨 所以五会不能用争论来解决 而需要用爱交手腕 和赋予对方同情来解决 有一次林肯身杂一位 与同事发生冲突的年轻军官 林肯说 一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 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 无谓的争论 对自己性情上不但有所损害 且会失去自己的自制力 在尽可能的情形下 不妨对人牵扬一点 与其跟一只狗争路走 不如让狗先走一步 如果吸狗咬了一口 你即使把这只狗打死 也不能治好你的伤口 所以第一项规则是 在辩论中 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方法 就是避免辩论 第二章 如何避免制造敌人 当罗斯福在白宫的时候 他争这样承认 如果他每天有75%的时候是对的 那是到达他最高程度的标准了 如果这最高的标准 是20世纪一位最受人注意的人希望的 你我又该如何呢 如果你能确定 在你一整天 55%的时候是对的 你可以到华尔街 一天赚进百万元 买游艇 娶母女了 如果你不能确定 你55%的时候是对的 你凭什么要指责人家的错误呢 你可以用神态 声调或是手势 告诉一个人他错了 就像我们用话一样的有效而 如果你告诉他错了 你以为他会感激你 不 永远不会 因为你对他的自力 判断 自信 自尊 都直接的给予打击 他不但不会改变他的意志 而且还想向你反击 如果你运用柏拉图 康德的逻辑 来跟他理论 他还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 因为你已商量他的自尊 你千万别这样说 你不承认自己有错 我拿证明来给你看 你这话等于是说 我给你聪明 我要用事实来纽证你的错误 那是一种挑战 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不需要等你再开口 他已准备接受你的挑战了 即使你用了最温和的措辞 要改变别人的意志 也是极不容易的 何况处于那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不阻止你自己呢? 如果你要纽证某人的错误 就不应该直率地告诉他 而要运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 才不会把对方得罪了 就像吉士着士 向他而致说的 我们要被人家聪明 可是你却不能告诉他 你被他聪明 人们的观念 是随时再改变的 二十年前我认为对的事 现在看来却似乎是不对了 甚至当我研读爱因斯坦理论时 我也开始纯住怀疑的态度 再过二十年 我说他不相信 自己在这本书上所写下的东西 现在我对任何事情 都不像从前那样敢于确定 苏格拉底类似跟他的门徒这样说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不希望被苏格拉底这么聪明 所以我也避免告诉人们说他错了 同时我也觉得 那确实对我有益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 你认为错误的话 你知道他是说错了 若是用下面的口气来说 似乎比较好一些 好吧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可视我有另外一种看法 当然也许是不对的 因为我也经常把事情弄错 如果我错了 我愿意改正过来 现在让我们看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普天下的人 决不会习惯美说这样的话 或许是不对的 让我们看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科学家也事如此有一次 我去访问史帝民生 他不但是科学家 也是一位探险家 他曾在北极圈 一带住了十一年 其中六年的生活 除了水和肉外 是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他告诉我 他正在进行一项实验 我问他那项实验 是在那方面的求证 他所回答的话 使我永远无法忘的了 他说 一个科学家 永远不敢求证些什么 我只试着去尋求事实 你希望自己的思想科学化 是不是 是的 除了你自己外 会有任何人能阻止你 如果你承认自己 随时都可能犯错 就能免去一次麻烦 也不需跟任何人辩论了 而别人受到你的影响 又会使他承认 他自己有难免的错误 如果你知道 有个人确实犯了错误 而你直率地告诉他 指责他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举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来 X军是纽约一位年轻的律师 最近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一件重要案子 这庄案件牵涉到一不巨雅的金钱 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辩护过程中 一位法官向X军说 海军法的申诉期限是6年 是不是 X军沉默了一下目处法官片刻 然后就即说 法官各下 海军法中 并没有这样限制的条文 X军在讲习班中 聚述当时的情形 说 当我说出这话后 整个法庭顿时沉积下来 而这间屋子里的气温 似乎就在杀那间降到了领导 我是对的 法官是错了 我告诉了他 可是他是不是会对我有善 不 我相信我有法律的根据 而且我也知道哪次讲的比以前都好 但是我并没有说服那位法官 我犯了大错 我直接告诉一位 极有何问而著名的人物 他错了 很少人有邏輯性 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怀有成见 我们之间都受到疾度 猜疑 恐惧 和傲慢所毁伤 很多人不愿意改变他的宗教 以至 甚至于包括他的法型 所以 假如你准备告诉别人 他们有错误时 请你每天早餐前 把老奔信教授 所写的一段文章读一篇 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有时发现 自己会在毫无抵抗和阻力中 改变自己的意念 那时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所犯的错误 我们却会感到好怒和怀恨 我们不会去注意一种意念养成 可是当有人要抹去我们那股意念时 我们对这份意念 突然坚实而固执起来 并非是我们对那份意念有强烈的偏爱 而是我们自尊受到了损伤 我的两字 在人与人之间 是个最重要的措施 如果能恰当的运用这两个字 是智能的开端 无论是我的饭 我的狗 我的屋子 我的父亲 我的上帝 这名词具有同样的力量 我们不止反对有人指我们的表错误 或是我们的汽车太旧 而是不愿意有人斗证我们任何的错误 对一种我们认为对的事 总络以继续相信他 如果有人对我们有了某种的怀疑 就会激起我们强烈的反感 而用各种方法来辩护 有一次我请了一个室内装黄尸 替我配置一套窗帘 等到他把账单送来 我走了一条 几天后 有位朋友来我家 看到那套窗帘 提到家前 行灾乐和的雪 什么气 那太不像话了 恐怕你自己不小心 受了人家的骗霸 真有这回事 是的 他说的都是真话 可是人们就是不愿意听到 这类的实话 所以 我揭力的替自己辩护 我这样说 家前昂贵的东西 总是好的 第二天 另外有一个朋友到我家 他对那套窗帘 诚恳的加以赞赏 并且他还表示 希望自己有一套那样的窗帘 我听到这话后 跟着天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我说 说实在的 我配制这套窗帘 价钱太贵了 我现在有点后悔 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对自己承认 如果对方能给我们承认的机会 我们会非常的感激 不用对方说 极自然地我们就承认了 如果有人难把不合胃口的事实 我我们的喉咙塞下去 我们是无法接受下来的 美国内战时 一位极著名的舆论家 隔离类 跟林肯的政见不合 他以为他那运用嘲笑 满满的争辩方法 可以让林肯接受他的意见 能使对方屈服 他连续不断的攻击林肯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就是在林肯被刺的那天漫上 他还写了一篇粗鲁 黑暴 周龙林肯的文章 这些苛刻的攻击 能使林肯屈服 不 永远不能 如果你想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 如何管理你自己 又如何改善你的人性 品格 你可以看一部 弗兰克林自传 这是一部有趣味的传记 也是一部美国文行名著 在这部自传中 弗兰克林指出 他如何改过他自己好变的恶杂 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 一个最能干 和爱 善于外交的人物 当弗兰克林 还是一个经常犯错的年轻人时 一天 一位教友会里的老教友 把他叫到一边 结结实实的把他分了一顿 8 这位老教友 叫弗兰克林的名字 你太不应该了 你打击跟你意见不合的人 现在已没有任何人会理你的意见 你的朋友发觉你不再尝试 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快乐 你知道的太多了 以至再也不会有人 告诉你任何事情 其实 你除了现在极有限度的知识外 不会再知道其他更多了 据我所知 弗兰克林之所以能成功 那时要归功于那位老教友 尖锐有力的教训 那时弗兰克林的年纪已不少 有足够的聪明 来领其中的真理 他已深深知道 如果不痛改前非 将会遭到社会所唾弃 所以他把自己过去 所不自乎实际的人生观 完全改了过来 不兰克林这样说 我替自己定了一行规则 我不让自己在意念上 跟任何人有不相符的地方 我不顾着肯定自己的见解 凡有肯定含义的字句 就像当然的 无疑的等话 我都改用我推断 我揣测或者是我想象等话来替代 当别人肯定的指出我的错误时 我放弃立刻就向对方反驳的意念 而是作远转的回答在某一种情形下 他所指的情形是对的 但是现在可能有点不同 不久 我就感觉到 由于我态度改变所获得的益处 让我参与任何一处谈话的时候 感到更融洽 更愉快 我谦重的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们会快速的接受 很少有反对的 当我给人们指出我的错误时 我并不感到好怒 在我对的时候 我更容易劝了他们 放弃他们的错误 接受我的见解 这种作法 起先我尝试时 持我狠激烈的趋向的对和反抗 后来狠自然地形成习惯了 在过去五十年中 可能已没有人听我说出一句 无缘的话来 在我上来 那是由于这种习惯的养成 使我每次当我提出一项建议时 得到人们二烈的支持 我不善于现讲 没有口才 用字奸杀 说出来的话 也不得看 可是大部分有关我的见解 都能获得人们的赞讨 不难敲忍的方法 用在商业上又如何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纽约自由街 114号的马芳尼 出售煤油业特用的设备 长到一位老主顾 向他订制一批货 那批货的制造图样 已程程批准 基建已在开始制造中 可视一件不幸的事 突然发生了 这位卖主跟他的朋友们 谈到这件事 那些朋友们提出了多种的 见解和主意 有的说太宽太短 有的说这个哪个 他听朋友们这样说 顿时感到烦躁不安起来 这卖主立即打了个电话 给马芳尼 他说 绝对拒绝接受那批 正在制造中的基建设备 马芳尼先生说出当时情形 我肯细心地查看 发现我们并没有错误 我知道这是他和他的朋友们 不清楚这些基建的过程 可视 如果我直率地说出那些话来 那不但不合当 反而对这行业务的进展非常危险 所以我去了一趟长到我刚进他办公室 他马上从座椅上调料起来 指着我声息距离 要跟我打架似的 最后他说 现象你打算怎么办 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他有什么打算 我都可以照办不悟 我对他这样说 你是出钱的人 当然要给你所适用的东西 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 请你再给我一张图样 虽然由于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已花去两千元 我情愿犧牲两千元 把进行中的那些工作取消 重新开始做起 不过我必须要把话先说清楚 如果我们按你现在给我的图样制造 有任何错误的话 那责任在你 我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可时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 进行制造有任何差错发现 即由我们全部负责 他听我这样说 这股怒火似乎漸漸平息下来 最后他说 好吧 照常进行好了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 只求上带帮助你了 结果 终于是我们做对了 现在他又向我们订了两批货 当那位主顾侮辱我 几乎要向我挥权 只我不懂自己业务时 我用了我所有的自制力 尽量让我不跟对方争论辩护 那需要有极大的自制力 可时我做到了 那也是值得的 当时如果我告诉他 那是他的错误 并开始争论起来 说不定还会向法院提出诉讼 而其结果 不止是双方起了我感及经济上的损失 同时失去了一个极重要的主顾 我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值率的指出人家的错误 那是不值得的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别忘了 我所举的例子 你随时可能会遇到 情形是这样的 纽约泰洛木厂推销完黑炉雷 这些年来 一直在算木材检查完的初处 他常在争量辩护中获胜 可时就没有得到过一点的好处 就是由于好争辩 洗黑炉雷的两家木厂 損失了上万元的前 后来他来我讲习班听讲后 决定改变他的方针 不再争辩了结果如何呢 这是他提出的报告 有一天早晨 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 那是一个愤怒的顾客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们送去工厂的木材 完全不适用 他工厂已停止卸货 并且要求我们 立即设法把那些货 从他们工厂运走 当他们在卸下一车的四分之一货时 他们的目标检查完说 目标在标准等级以下55% 在这种呈现下 他们拒绝收货 我知道这情形后 立即去他的工厂在路上 心里就在盘算 如何才是处理这件事的最好方法 在平常我遇到这种情形时 就需要引证出目标分等级的各项规则 同时以我自己做检查员的经验和常识 来获取那位检查员的相信 我有充分的自信 目标确实是合乎标准 哪是他检查上误解了规则 可时我还是运用了从港集班中所学到的原则 我到了那家工厂 看到采购完 和检查员的神色都很不友善 似乎已准备了 要跟我办交涉 用谈判 我到他们设目标的地方 要求他们继续下货 以便让我看看 错误出在什么地方 我请那位检查员 把合格的货放在这边 把不合格的放另一边 经我看过一阵之后 发现他的检查似乎过于严格 而且弄错了规则 这次的目标是白虫 我知道这位检查员 即学过关于盲目的学识 而对于眼前的白虫 并不是很内行 至于我则对白虫知道得最清楚 我时 我是不是对那检查员 又不友好的意思 不 绝对没有 我只注意他如何检查 试探地问他那些不合格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任何暗示 并指他是错误了 我只作这样的表示 为了以后宋目才是 不再发生错误 所以才接连的发问 我以有好合作的态度 跟那位检查员交谈 同时还清赞他谨慎 能干说他找出不合格的目材来是对的 这样一来 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漸漸地消失 接着也就融合起来了 我会极自然地插进一句 那是经我正常考虑过的话 使他们觉得那些不合格的目材 应该是合格的 可时我说得很含蓄 小心 让他们知道 不是我故意这样说的 漸漸地 他的态度改变了 他最后向我承认 他对白虫哪里的目材 并没有很多的经验 他开始向我讨教各行问题 我便向他解释 如何是一块合符标准的目材 可时我又作这样的表示 如果不合他们的需要 他们可以拒绝收货 最后他发现错误在他自己 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指出 需要上好的目了 我走后 这位检查员 再将全车的目材检查一片 而且全部接受下来 同时我也收到一张 即期支付的支票 从这一件事看来 任何事情只要运用若干的手腕 并不需要告诉对方 他是如何的错误 在我来讲 我替公司省了150元的损失 而双方所留下的好感 那便不是用金钱所能估计的了 在这一章 我并没有讲出什么新道理 十九个世纪以前 耶稣曾经这样说过 滚快赞同你的反对者 换句话说 别跟你的顾客、丈夫 或是敌手争辩 别指责他错了 别惊怒他 而不妨用点外交手腕 在基督降生前2200年 埃及国王教训他的儿子 说 要用外交手腕 才能帮助你达到你所希望的目的 所以 如果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那第二项规则是 尊重别人的意见 永远别指责对方是错的 第三章 如果你错了就承认 我差不多住在纽约 这个大都市的地理中心区 可是从家部行不到一分钟 就有一片树林 春天来到时 树林里野花盛开 从树在那里捉筹养育他们的孩子 马尾草尽得有码头那么高 这块原整的树林地 人们叫他森林公园 那真是一座森林 可能跟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情景 会有多大分别 我经常带着那头波士顿哈巴狗雷克斯 去公园里散步 他是一头可爱纯粮的小狗 由于公园里很少看导人 所以我不替雷克斯是上皮带话口龙 有一天 我和雷克斯还在公园 看到一个骑串马的警察 一个急于要显示他权威的警察 他向我大声说 你让那只不带口龙的狗 在公园乱跑 难道你不知道那是违法的 我由和的回答说 是的 我知道 不过我想他不智会在这类伤害人的 那警察头颈听得硬硬的说 你想不治愈 你想不治愈 法律可不管你怎样去想你那条狗 会伤害这一类的虫鼠 也会骂相来这类的儿童 这次我欢容了你 下次我看得你那头狗不删链子 不戴口龙 你就得去跟法官讲话了 我点点头 答应遵守他所说的话 我是真的遵守了那警察的话 但知遵守了几次 原因是雷克斯不喜欢在嘴上吐上一个口龙 我又不愿意替他戴上 所以我们决定碰碰云气 起初安然无事 有一次 我终于碰上了一个钉子 那次 我带了雷克斯 跑到一座小山上 朝前面看去 一眼就看得 那个骑马的警察雷克斯 当然不会知道怎么回事 他在我前面 蹦蹦跳跳 直往警察那边冲去 这次我知道事情坏了 所以不等那警察开口 干脆自己说了我这样说 警官 我愿意接受你的处罚 因为你上次有说过 在这公园里 狗嘴上不带口龙 那是触犯法律的 那警察用了柔和的口气 说 和我晓得在没有人的时候 带着一头狗来公园里走走 是蛮有意思的 我苦笑了一下 说 是的 蛮有意思 其是 我已触犯了法律 那警察反提我辩护 说 像这样一头虾巴狗 不可能会伤害人的 我却显得很认真的说 那时 他可能会伤害了重数 那警察对我说 那时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我告诉你怎么办 你只要让那头小狗跑过山 别让我看得 这件事也就算了 这个警察 具有一般的人性 他需要得到一种自从感 当我自己承认错误时 他唯一能滞长自从感的方法 就是采取一种宽大的态度 显示出他的仁慈 那时 如果我跟那个警察争论 辩护 那所得的效果 跟现在就完全相反 我不跟他辩论 我承认他是完全对的 而我是绝对错误的 我迅速 坦白地承认我的错误 这件事由于我说了他的话 而他替我分辨 也就圆满的结束了 这个警察上次用法律来克服我 而这次却宽恕了我 就是吉时着时 恐怕也不会尽他那样的人词 假如我们已知道 一定要受到责罚 那我们何不先责备自己 走出自己的缺点 那时不时被从别人嘴说出的批评 要好受得多 你如在别人清秘你之前 很快地找个机会 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方想要说的话 你已替他说了 他就没有话可说 难以有99% 会获得他的良解 正像乃骑马的警察 对我和雷克斯一样 华伦是一位商业美术家 他曾用这种方法 获得了一个粗劳 无礼的顾客的信心与好感 华伦回忆这件事的经过 再替广告商 或出版商会话时 最重要的时间明准确 有些美术方面的编辑人员 要求落刻看他们完成 他们所交来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 很难避免若干轻微的错误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 有位负责美术方面业务的客人 最喜欢挑剔找错 我常会极不愉快的 离开他的办公室 并非由于他批评 挑剔而不愉快 是这位美术主任所指出的毛病 并不恰当 最近 我交他一件 在我匆忙中完成的咒 后来我接到他的电话 要我马上去他办公室 果然不出我所了 他一脸露容 似乎要求我一个狠狠的批评 教训 我突然想到 在讲习班学到的自己 责备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就迹说 先生 我知道你会不高兴 那是我无可宽恕的疏忽 我看你他了解我三年的话 应该知道如何话 才是我感到非常惭愧 那位美术主任 听我这样说后 他替我分辨的说 是的话虽然如此 不过还不算太坏指示 我插嘴接上 说 不管坏的程度如何 总会受到影响 让人家看尿会讨厌 他要插嘴进来 可时我不让他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自己 我很愿意这么做 所以我接着又说 我应该多加小心 你平时照顾了 我不小心意 你应该得到你所满意的东西 这幅画我带回去 重新再奏一张 他摇摇头 说 不 不我不想让你有更多的麻烦 他开始称赞我 很实在的对我说 他所要求的 其是一个小小的修改 他又指出 这一点小错误 对他公司的利益 不会受到损失 他又告诉我 这是一个极小微的小错 不需要太顾虑的 由于我急于批评自己 使他怒气全销了 最后 他请我吃中饭 当我门分手的时候 他签了一张支票给我 和委托我另外一件工作 任何一个愚蠢的人 都会尽力辩护自己的过错 而多数愚蠢的人 若是这样的一个 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 他可使他出雷拔碎 并且救人一种尊贵 高尚的感觉 有这样一个例子 历史所在 当年美国南方李将军 一种最完美的事 就使他为匹克德 在隔提斯堡之役的失败自责 归咎到自己身上 匹克德的雅似冲锋战 使西方历史中 最光明生动的一次战争 匹克德风度偏偏 长得非常英俊 他雅这色的头发 留得很长 几乎披落到肩背想像 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一样 他每天在战场上 都忙着写他的情书 在那惨痛的七月的一个下 那五他得意的骑驻马 奔向联军阵线 那古英武的姿态 赢得所有布下士兵们的喝彩 并都追随着他向前挺进 北方联军阵线的军队 远远朝这边看来 看到这样的队伍 可视他们依然勇敢地向前推进 突然间 埋伏在山背写场隐僻处的联军 从后面冲涌而出 对着没有准备的匹克德军队枪炮击射 山顶烈火红红 有月火山爆发 在几分钟内 所有匹克德带领的五千大军 几乎有五分之四都倒了下来 匹克德带着残余的军队 勇过写场 勇都尖挑起军武激励的大声说 帝兄们 沙哈 顿时士气大增 他们抢过写场 短兵双折 一阵肉搏后 终于把南军的战旗 树立在那座山顶上 战旗飘扬在山顶 虽然时间很短暂 却是南方盟军战功的最高纪录 匹克德在这场战役上 虽然莫得了人们对他光荣 勇敢的赞誉 可视也是他结束的 开始李将军失败了 他知道已无法深入北方 南军失败了 李将军受到沉重的打击 围住悲痛 污送的心情 向南方同盟政府总统台维斯 提出辞情 请令派年轻力强的人 前来大军 如果李将军把匹克德的惨败 归罪到别人身上 他可以找出几十个借口来 有些大兵司长不进职 马队后援太迟 不能及时协助步兵进攻 这又不是 哪有不对 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 可视李将军不责被人 不归咎于别人 当匹克德带领残军回来时 李将军这身单骑去迎接他们 令人敬畏的自责说 这都是我的过错 这次战役的失败 我应该负所有的责任 在列历史的名乡中 很少有这种勇气和品德 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何巴特的作品 对读者有很浓的善惑性 怕那饥饿的文字 常引起人们 对他的反感和不满 可视何巴特有他一套特殊的代人技巧 他可以将一个敌人变成他的朋友 例如 当有一些烦恼的读者 写信去批评他的作品 何巴特会给他们这样一个回答 是的 在我细想之后 连我自己也无法完全赞同 我昨天所写的 今天我也许就不以为然了 我肯想知道 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下次你到附近来的时候 欢迎你来我这里谈谈 我会跟你紧紧的握手 如果你接到这样一封信 你能说些什么 若是我们对了 我们巧妙远转的 让别人赞同我们的观点 可是 当我们错误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的 坦值的 承认我们的错误 运用这种方法 不但能获得经人的效果 而且在若干情形下 比提自己辩护更为有趣 别忘了有哪样一句话 用争夺的方法 你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可是当你谦阳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 比你所期望的更多 所以 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你该记住第三项规则 如果你错了 迅速 正从的承认下来 第四章 使你走上你自的大路 如果你再盛怒下 对人发了一阵脾气 在你来说 固然舌吐了心头的气氛 可是哪个人又会如何呢 他能分享你的轻松和快乐 你那挑战的口气 仇视的态度 他受得了 威尔逊总统又这样说过 如果你握紧了两个拳头来找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拳头会握得那么紧 你来我这 若是这样说 让我们再一起商量 如果我们之间意见不同 我们不妨想想看原因到底何在 主要的正结是什么 我们不久就可看出 彼此的意见相距并不很远 不同的地方很少 而相同的地方强很多 也就是说只要忍耐 加上彼此的诚意 我们就可以更接近了 约翰·洛克菲勒 对威尔逊总统这句话所含有的真理 极为赞配、欣赏 那是1915年的事 洛克菲勒在沃罗拉多州 声名郎直 受到人们极度的轻视 那次是美国工业史上流血最多的工潮 震惊了这一周有两年之久 那些愤怒的旷工要求 沃罗拉多州媒体公司提高工资 而那家煤铁公司 就是洛克菲勒所负责的 那是房产租矿工所为 最后不得已调动军队前来镇压 流血事件接连发生 矿工死伤在窗口下的很多 就在那个时候 仇恨的气氛 遥要在每一角落 那是洛克菲勒 要获得那些矿工的良解 而他是真的做到了 他如何完成这件事的 所有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 洛克菲勒快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去结交朋友 然后他对工人代表们演说 这一篇演讲稿 是他成功的结作 他发生了惊人的效果 把工人们的愤怒 完全平息下来 他完成这篇演说 获得很多人的赞赏 在这篇演讲中 他表现了极友善的态度 使那些罢工的旷工 一个个都回去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加身的问题 可是这些工人们 就没有在这件事想提到一个字 这类就是这篇著名的演讲稿 注意他在语句间流露出来的友善精神 别忘记 洛克菲勒这篇演讲 是说几天前 还想要把他颈子 吊在酸苹果树上的人听的 可是他所说的话 被医生 传道者 更和开而谦信 在他这篇演讲中 混用了这样的语句能来这类 我感到很荣幸我去拜访过你们的家庭 见到你们的太太和孩子们 我们在这见面 就像朋友一样 并不伸缩我们 彼此又有好互助的精神 为助我们大家的利益 我们你们的口爱 我才能到这类来 洛克菲勒开始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荣幸 和公司方面劳工代表 职员及督察门会聚在一起 像这样的聚会 使我毕生难忘 使我感到荣幸 如果在两个星期前 举行这个聚会 我站在这里 简直就是个陌生人 我即使有认识的 在你们中间也不多 前些日子 我有机会去南眉区的住所 跟各位代表 做一次个别的谈话 拜访你们的家庭 见到你们的太太和孩子们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 都是朋友 而不是陌生人 在我们这种友好 互助的精神下 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跟你们讨论 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事 这次的聚会 包括了公司的职员和劳工代表 我能来这女 都是成你们的口爱 因为我不是公司的职员 也不是劳工代表 可时我觉得 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我是代表股东和董事方面的 将这样的一篇演讲 那不是洗手的成为朋友的一个最具体例子 如果洛克菲勒 运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他和那些旷工们 展开一次辩论 就在他们面前 用可怕的事实痛责 威胁他们 同时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这个结果又将是如何呢 那一定会激起更多的愤怒 更多的仇恨 那些旷工们 会有更多的反抗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 他心已对你有成见 我敢 你就是找出所有的逻辑 你由来 也不能使他接受你的意见 如果用强迫的手段 更不能使他接受你的意见 向你屈服 但是我们如果用和善的友谊 温和的言语 我们可以引到他同意 林肯大概在一百年前 就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 这是一句古老而真实的格言一滴蜂蜜 比一家伦的胆责 可以捉到更多的苍蝇 我们对人也是如此 如果要人们同意你的见解 先让他相信 你是他的忠实朋友 那就会有一滴蜂蜜 黏住了他的心 你也就走向宽敞 你自的大路了 以商人来说 如果知道如何 运用和善的态度 来对待罢工者 那是值得的 现在举个例子来说 福特汽车公司2500个工人 为了增加工资 组织工会罢工的时候 哪家公司的经理霸雷克 并没有震怒 职责 动客 甚至于指他们是一项部行 反而对工人们夸张 称赞 他在黑里忽雷各报上登了一枝广告 称重他们那是放下工具的和平方法 他看到罢工的狗财人员 走出没有事做 就去买了几套棒球 请他们在空地上打球 为了有些外玩保龄球的 他还替他们租了一间屋子 霸雷克和善的态度 使他获得了友善的效果 那些罢工的工人走来很多的掃把 铁铲、垃圾车 自动的打掃工厂四周的指示 火柴、燕帝 事上那些罢工的工人 正在要求加深和承认工会之时 而还整理工厂四周的环境 这种情形在美国勞之斗分中 实在是小有见度的 那次的罢工在一个星期内 和解结束会有一丝我感和怨恨的结束量 韦伯斯特的样子 像一位天神、说话像耶和华 他是一位最成功的律师 他其提出自己有力的见解 而从来不作无谓的争辩 他平时运用极温和的措辞 来引述他自己最有力的理由 他平时常用的语句 就像、陪森圆诸君 所考虑的这一点这情形 似乎有探索的必要诸位 这几项事实 我相信你们是不会忽略的他或者这样说 我相信你们有对人情上的了解 所以很容易看出这些事实的从业 伟伯斯特所说的话 没有脅逼 没有高压 不将自己的意见 加在别人身上 他用的是轻松的 有善的方法 而这方法使他成名 你可能永远不会被请去解决一张工潮 又不可能去跟法院陪审员发言 那时也許你希望减低你的房租 这种有善的方法可以帮助你 我门且看 工程师斯托伯嫌自己住的房子 房租太高 他希望减低些 那时他知道房东是个食股不化的老顽 那时我对自己说 我正在研究如何应付人的课程 我不妨就在那房东身上试一试 看看效果如何 房东接到我的信后 带了他的秘书一起来看我 我在门口用斯华伯那种热烈欢迎的方式欢迎他 我并没有第一句话 就说到房租高那回事上 开始我先说 如何喜欢他这公寓 我赞配他管理房子的方法 同时我告诉他 我非常愿意继续住下去 可是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负担 我相信他从没有受到房客这样欢迎过 他几乎是手中无措了 接着他也告诉了我 他所遇到的许多困扰他说 有些房客一直向他埋怨 他还说 其中有个房客 曾写过十四封信给他 有的简直是没用 还有一位房客恐吓他 除非上面一层楼的人 睡觉不打呼寒 不然就立即取消租药 房东指着我说 有你这样一位满意的房客 在我来讲 那是再好没有了 然后不等我开口 他自动的减少了一点租金 我希望租金再减低些 我说出所能负担的数目 他没有多说一句话 就接受了 他临走时 或者这样问我 你房间里有没有需要装修的地方 当时我如果用了其他房客所用的方法 要求房东减低房租 我相信我会遇到和他们同样的情形 是友善赞赏同情的方法 才使我得到了这个效果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是一位女士的经验之谈 一位社交上极有声望的女士 她是长度沙滩花圆城的代夫人 代夫人说 最近我请几位朋友午餐 这对我来讲 是个重要的聚会 自然我希望聚会中所有事情 都能事事如意 本是艾未已在这类事情上 尝试我一个得力的助手 可是这次他使我失望了 那次午餐饭菜弄坏了 艾未已他也没有到场 这差了一个厨师事者来 这个事者对高等宴会的情形 完全不清楚 把这次宴会弄得糟透了 我心里恨透了 但在客人面前 不得不勉强陪笑 我对自己这样说 等我见到艾未已 一定要不了他 这是星期三的事第二天 我听了关于人类关系学的演讲 当我听完了后 我领悟到责被艾未已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如果事情严重了 反使他愤怒、怀恨 而以后又无法找他帮忙了 我是从他的立场注想 午餐的菜 不是他买的 也不是他亲自下厨做的 奇怪那事者太笨 才把那次宴会弄糟了 至于艾未已来讲 他也没有办法 或许是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 未加思索就急于烦怒 我决定还是有善的对他 赞许他、夸张他 相信这办法一定非常有效 第二天 我见到艾未已 他显得分分不平 似乎要跟我争论 分辨那件事 我则这样对他说 艾未已 你知不知道 当我请客的时候 有你在的话多好 你是纽约最能均的管家当时 这承认我也清楚 那天宴会的菜 不是你亲手买回来做的 那天发生的事 在你来讲 也是没有办法的 艾未已听到这话 脸上的阴霾完全消失 他笑着对我说 真的 太太 毛病就出在哪个厨师是者身上 那不是我的错 我就接着说 艾未已 我准备再举办一次宴会 我需要你提供意见 你以为我们应该再给厨师一个机会吗 艾未已连连点头 说 那当然 太太 你放心 想知哪种情形 并不会再发生了 下一星期 我有次现请人午餐 艾未已向我提供 有关那份菜单的资料 我给他半数小费 不再提到过去那次的错误 我门来都值间 却想摆住两束美丽的鲜花 艾未已亲自在旁照料 对来宾恩勤事后 眼前的情形 就是我现请玛丽皇后 又不过如此了 菜疗美味可口 服务周到 有四个侍者在旁事后 而不是一个 最后由艾未已亲自 捐赏可口的点心 作为结束 删植后 我的哪位主客含笑问我 你对哪个管事 思了什么法术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恩勤招待的 是的 他说对了我对艾未已的友善 和对他诚恳的赞赏 才有了这个效果 当年前 当我还是住在米苏里州西北部 必须每天赤足走过一座树林 到乡村学校去上課的小孩时一天 我读到一个关于太阳和风的语言 太阳和风争论谁的力量大 风说 我马上找个证明给你看你 有没有看到那穿着大衣的老人 我可以很快的把他身上那件大衣脱下 那时你就知道我的力量比较大了 太阳朵进云里去 那风就吹挂起来 几乎成了一股巨风可视那风吹得愈大 愈激励 老人把大衣朝伸上里得愈紧 最后 风不得不沉静下来 接着 太阳从白云后面出来 对着老人和善地笑着 似乎没有多久 老人拭着鸭头上的汗 并把他身上那件大衣脱了下来 于是太阳向风雪 温柔 友善的力量 永远胜过愤怒和暴力 当我刚读到这段语言的时候 最遥远的波士顿成女 就发生了一件事 同时证明了这段语言的行义 确实有他的真理存在 波士顿是美国文化教育的历史中生 小的时候 我不敢梦想有机会去那里一次 而证实那段真理的波士顿被医生 就在三十年后 做了我港习班里的一个学员 这女士被医生在班上所讲的情形 在那时候 波士顿的各部上 几乎看满艺药物衣的广告 如专门替人打胎和用衣的广告 用在人听闻的话 恐吓病人 使他们害怕 主要的目的就是骗钱 病患在接受治疗后 任听阿瑟物衣摆布而打胎 造成很多的死亡 可视这些容易物衣被判罪的很少 他们只要花一点钱 或用政治的势力 就可摆脱这个罪状 这情形日益严重 波士顿城里上流社会的人士群起反对 广道的牧师在港台上评击 通习那些刊登污蔚广告的报纸 他们祈求上帝能使那些广告停止刊登 其他包括市民团体 圣人 婦女会 教会 青年会等 均纷纷同窄 可视都无济于是 周而会中 也有激烈的争辩 要使这种无痴的广告 成为非法的 可视对方有政治势力的背景 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那时比医生是一个基督教团体内的主席 他使用一次方法 但都失败了 对付这种医药界拜内的运动 眼看就要毫无希望了 有一个晚上 时间已经很晚了 比医生处心积累的想住那件事 还没有休息 终于给他想出一个所有波士顿人 没有想到过的办法 他要试用友善 同情 赞赏的办法 他要洗报馆 自动停登那一类的广告 比医生写了一封信 给波士顿销路最好的一家报社 他对那家报社赞如有家 说那份报纸的新闻详实 尤其报上那篇写量 更是令人注目注意 那是一份最好的家庭报纸 比医生在信上又这样 表示那份报是全周最好的报纸 也是全美国最完美的新闻读文 但他接着说 我是 我有个朋友 他告诉我说 他有一个年轻的女儿 有个晚上 他女儿隆重你们报上一则广告 那是一则专门替人打胎的广告 那女儿不清楚这广告上的含义 就问他父亲那些字句的意思 我朋友给他女儿闻得困逼自己 他不知道该向这纯结 天真的女儿作如何的解释 你们那份报纸 在波士顿高尚的家庭中 是一份受欢迎的独运 在我朋友家庭发生的情形 是否在别的家庭里 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发生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纯结 天真 年轻的女儿 你是不是愿意他喊到那些广告 当你女儿向你提到同样的问题时 你又该作如何的解释 季报在各方面都很完美 由于有这类情形的存在 常使做父母的 不得不禁止他们子女读月季报 对于这一点 我为季报感到十分满色 其他上万的读者 我相信他们又会有跟我同样的想法 两天后 这家报社的发行人 给被医生一封回信 这封信上的日期 是194年10月13日 这封信他保存了30多年 当他是我讲习班上一位学员时 他把那封信拿給我看 这封信的内容是 本月11日 由本部编辑交来你的一封信 纵月之余 非常感激 这是多年来本部延档至今 一直未能实施的一件事 自星期一起 本部所有报道中 将删除一次读者 所不欢迎 反对的广告 至于暂时不能停止的医药广告 经编辑证重处理后 此行刊登 已不引起读者反感为原则 谢谢你关切的来信 使我获益良多 法行人海斯格尔 依索是希腊克洛塞斯公中的奴隶 在基督降生前六百多年 天注了一部奔偶的作品 那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依索如言 他对于人性的教育 就如同波士顿的情形 在2500年前的希腊雅典一样 太阳比风更能使你脱去你的外衣 慈爱 有善的接近 能使人改变了 帕联友的心意 那比暴力的攻击更为有效 记住林肯所说的那句话 一滴蜂蜜 比一加伦胆质 可以捉到更多的瘡盈 当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时 便忘了第四项规则 已有善的方法开始 第五章 《苏格拉底的秘密》 跟人们谈话时 便开始就谈你们意见相助的事 不妨谈歇彼此间赞同的事情 如果可能的话 你更应该提出你的见解 告诉对方 你们所追求的事同一个目标 所猜疑的歧视方法而异 使对方在开始的时候 连连说是 是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防止他说不 布弗斯德教授 在他所住 哪步影响人类行为一书中说过 一个不治的反应 是最不容易克服的障碍 当一个人说出不治后 为了自己人家的尊严 他就不得不坚持到底 事后 他说他觉得 自己说出这个不治是错误的 可时 他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尊严 他所说的每句话 必须坚持到底 所以使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往正面走 那是非常重要的 有说话技巧的人 开始的时候 就能得到很多事的反应 唯有如此 他才能将听者的心埋 导向正面方向 就以人们的心理状态来讲 当一个人说出不治时 同时他心里也潜伏住 这份意念 而使他所有的器官 善 神经 肌肉 完全结集起来 形成一个拒绝的状态 如果反过来说 当一个人回答事的时候 体内哪些器官 没有收缩动作的产生 组织事前进 接受 开放的状态 所以 当一次谈话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能吸引出 对方更多事的回答时 会更容易为我们以后的建议 博得对方的注意 得到这个事次的反应 本来是看极简单的方法 可是却常被人们所忽略了 人们好象一开口 就要反对他人的意见 似乎这样就显出他的突出和从要来 激烈的和守旧的人会谈 很容易使另一方面发怒 如果他们这样做 只是为了这么观赏的快感 或许这样完成又可圆 若是正要完成一件事 那就挖不来了 如果你的学生 顾客 丈夫 或者是太太 他们一开口 就是个不治 那你就算好尽你的智能 运用极大的忍耐 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意志 运用这个事 事的方法 使纽约一家储蓄银行的出纳缘 拉住了一位阔气的存户 爱白信先生这样说 这人进来文行存款 我按照我们文行规定 把存款申请表格交给他填写 有的他会马上填写 但有些他简直拒绝回答 如果这事发生在我尚未研究 人类关系学之前 我就会告诉那位顾客 如果他不把表格填上 那我只有拒绝他的存款 我很惭愧 以往我都是这样做的 自然 当我说出那些具有权威性的话后 自己会感到很自从 不意 今天上午 我就运用了一点实用的知识 我决意不谈银行所要的 而谈些顾客方面的需要 最主要的 我决定是他一开始就说是 是 的回答 因此 我表示意见跟他完全一样 他既不愿填上表格 我也认为 并不十分必要 可时 我对那位顾客这样说 若是你去世后 你有前存在这个银行 你可愿意让银行把存款 转交给你最亲密的人 那客人马上回答 当然愿意 我接着说 那么你就依照我们的办法 去做如何 你把你最亲近的亲属的姓名 情况 填在这份表格上 假若你不幸去世 我们立即把这笔前移交给他 那位顾客又说 是 是的 那顾客态度软化的原因 是他已知道 填写这份表格 完全是为他打算 他离开银行前 不但把所有情形填上表格 而且还接受了我的建议 用了他母亲的名义 开了个信托帐户 有关他母亲的情形 也按照表格详细填上 我发觉使他一开始就说是 是 他便忘了争执之点 并且愉快的依我的建议去做 西木公司推销完 爱力信 说出他的一段故事 在我负责的推销范围区域里 住住一位有钱的大企业家 我们公司 极想买他一批货物 过去那位推销完 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 却始终没有谈成一笔交易 我接管这一地区后 花了三年时间 去兜揽他的生意 可时 也没有什么结果 经过十三年不断的访问 无会谈后 对方财政买了几座发动机 可是我这样的希望 如果这次买卖造成 发动机会有毛病 以后他会买我几百座发动机 发动机会不会发生故障 毛病 我知道这些发动机 不会有任何故障 毛病的 过了些时候 我去拜访他 我原来心里很高兴 可是这份高兴 似乎是太早了 里面那位负责的工程师 见到我就说 爱力信 我们不能再多买你的发动机了 我心头一震 就质问 为了什么原因 那位工程师说 你卖给我们的发动机太容易 我不能把手放在上面 我知道 如果跟他争辩 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过去就有这样的情形现在 我想运用如何让他说出事自的办法 我向那位工程师说 史密斯先生 你所说的我完全同意 如果那发动机发热过高 我希望你就别买了 你所需要的发动机 当然不希望他的热度 超出电工协会所定的标准 时不时 他完全同意 我获得他第一个时字 我又说 电工协会规定 一架标准的发动机 可以较身内温度高出华氏72度 时不时 他同意这个见解 说 时的 海线尼的发动机 却比这温度高 我无和他争辩 我只问 工厂温度是多少 他想了想 说 五大约华氏75度左右 我说 这就是了 工厂温度75度 再加上应有的72度 一共是147度 如果你把手放进145度的热水里 时不时会把手躺上 他还是说是 我向他作这样一个建议 说 史密斯先生 你别用手碰那架发动机 那不就好了 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说 我想你说的对 我门谈了一阵后 他把秘书叫来 为下个月定了差不多三万多元的货物 我废了多年的时间 损失了数万元的买卖 最后才知道 争辩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要从对方的观点去看事 切发让别人回答事 是 那才是一套成功的办法 希腊大志学家 蘇格拉底 是个风趣的老孩子 他一向光脚不穿鞋 40岁时 已离顶光头 我时 他跟一个19岁的女孩子结婚 他对世人的贡献 有始以来 能跟他相比的不多 他改变了人们思维的途径 直到今天 还被尊位历来最能影响 这个纷扰世界的劝导者之一 他运用了什么方法 他争指责别人的过错 不 蘇格拉底 决不这样的 他的处势技巧 现在被称为 蘇格拉底辩论法 就事已是 是 作为他唯一的反应观点 他问的问题 都是他的反对者 所愿意接受而同意的 他连续不断的 获得对方的同意 承认 到最后 使反对者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了在数分钟前 他还坚决否认的结论 下次当我们要指出人们的错误时 我们要记住赤足的蘇格拉底 并且问一个能够获得对方的事 是 反应的和换问题 中国人有一句格言 充满了东方悠久的智能 那句格言是 兄弟者恳愿 他们花了五千年漫长的时间 去研究人类的天性 那时有何问的中国人 他们组织了许多聪明的言语 就像兄弟者恳愿那句话 如果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第五项规则是 使对方很快的回答是 是 第六章 处理一个抱怨者的安全手法 很多人 当虽人们赞同他的意见时 就是话说得太多了 尤其是推销完更容易犯这个毛病 你应该让对方 尽量说出他的意见来 他对于自己的事 或是他的问题 当然要比任何人知道得多 所以你应该问他问题 让他来告诉你一些事 如果你不同意他的话 你说他会立刻插嘴 但不要这样 那是危险的 当他还有很多意见要发表时 他不会注意到你身上的 所以 你必须要忍耐的怀主舒畅的心情 静静的听着 而且用最诚恳的态度鼓励他 让他把所有说的话 完全说完 这种策略 用在商场上市不是有效 就有一个人 他不得不作这样的尝试 几年前 美国一家最大的汽车公司 正在接合采购一年中所需要的座电报 当时有三家厂商 把样品送去被损 这家汽车公司高级职员验后 便和三家厂商约定某日 各派一位代表前来商谈 到时再决定选购哪一家厂商的东西 奇博是他们其中一家厂商的代表 就在那一天 他偏偏还了严重的喉言 奇博先生在我讲习班中 说出他当时的情形 当轮到我去见汽车公司 那些高级职员时 我竟那了双子 几乎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 跟里面的讽绩工程师 采购经理 推销主任 和哪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 都见了面 当我站起来想要说话时 其能发出沙瓦的声音来 他们视为要一张桌子座注的 我喉咙发不出声音 其有用不把话写在纸上 朱伟先生 我双子雅了 不能说话 那位总经理说 好吧 让我来替你说说汗了 这位总经理 真的替我说话了 他把我的样品一件件展开 并称赞这些样品的优点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讨论 由于那位总经理替我说话 所以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他自然地帮助我 当时我只能点头笑笑 或是用手势来表达我的意思 这个奇特的会议讨论结果 我获得了这个订货合约 这家汽车公司 向我订购了50万码的座电报 总价是160万元 这是我自目前所经首过的 一份最大的订货单 我知道 若不是我喉咙思雅 说不出声音 我会失去那份订货合同 因为我对整个事体有错误的观念 这次我无意中发现 原来让别人说话 有时是很值得的 费成电器公司的范伯 也有过同样的发现 范伯先生正在宾夕法尼雅 一个富庶的荷兰农民区 逐时拆访 他经过一户整结的农家时 问该区的代表 这些人为什么不爱用电 那代表显得很烦恼的说 他们都是些手材傲 你绝不可能卖给他们任何东西 而且他们对电器公司很讨厌 我已经跟他们谈过毫无希望 范伯相信区代表所讲事实在的 可是他愿意再尝试一次 他轻敲这农家的门门开了个小逢 连老的特根宝太太探头出来看 范伯先生说出当时的经过情形 这位老太太看得是电器公司代表 很快的把门关上 我又上前敲门 他再到把门打开 这次他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公司的感想 我向他说 特根宝太太 我肯抱歉打扰了你 我不是来向你推销电器的 我只是想买些鸡蛋 他把门开得大了些 探头出来怀疑地看着我们 我说 我看你样的都是多文尼克鸡 所以我想买一打新鲜的鸡蛋 他把门又拉开了些 说 你怎么知道 我样的是多文尼克鸡 他似乎感到好奇起来 我说 我自己也养鸡 可是从未有见到过 比这女更好的多文尼克鸡 这位特根宝太太 怀疑地问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鸡蛋 我回答他说 因为我养的是来坑鸡 下的是白蛋你是会烹调的 自然知道做蛋糕时 白鸡蛋不如中式的好 我太太对他做蛋糕的技术 总感到很自豪 这时特根宝太太才放胆走了出来 态度也温和了许多 同时我看得远子里有座很好的牛奶棚 我接着说特根宝太太 我可以打倒 你养鸡赚来的钱 比你丈夫那座牛奶棚赚的钱多 他听得高兴极略 当然是他赚得多 他很高兴的对我说到这点 可是他却不能使他 哪个环顾的丈夫承认这件事 他请我们去参观他的鸡房 在参观的时候 我真诚的称赞他养鸡的技术 还找了很多问题问他 并且请他指教 同时 我们交换了很多的经验 这位特根宝太太 突然谈到另外一件事上 他说这女几位邻居 在他们鸡房里都装置电灯 据他们表示有很好的效果 他征求我的意见 如果他用电的话 事不事获得来 两星期后 特根宝老太太的鸡房里 多文尼克鸡在电灯的光亮下 跳着叫住 我做成这不交易 他得到更多的鸡蛋 雙方皆大欢喜都有利益 但这是这故事的重点 如果我不让他自己投其所好 我永远无法将电器 买给这位荷兰农府 这种人缺不能叫他买 而必须要让他自己来卖 偶约一份销佬极大的报纸 在他经济版一欄中 刊登出一只蝙蝠狠大的广告 那时要征求一位 有特殊能力和经验的人 柯宝律师投行指定的信商去认证 几天后 他直到福衔 约他免黑 当他去认证访前 快了很多时间在华尔街尽力打听 所有关于这商业机构 创办人的生平事迹 在见面的时候 柯宝律师说 我能进入像你这样有成就的商业机构 使我感到十分自豪 听说你在28年前 开始创业的时候 除了一家屋子 一套桌椅 和一个足迹圆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几乎每一个事业上 有成就的人 都喜欢每亿早年苦干的情形 眼前这位负责人 当然也不会例外 他谈了很多有关他当初 如何用450元研金 和一股创业的意志 开始这项事业的经过如何克服困难 又如何与失望奋斗逢星期 例假日都不休息 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 最后他是如何战胜困难 直到现在 华尔街最有地位 身份的金融家 都来向他请教 他对自己这样一个成就 感到自豪 最后他简单问了柯宝律师的经历 随后把一位副总经理请来 说 我想这位先生 是我们所有找的人了 柯宝律师废了心思 去探听他未来想师过去的成就 他对他未来想师表示关心 鼓励他多多说话 而使对方对柯宝律师 留下很好的印象 这是实在的 即使是我们的朋友 也宁愿多谈他们自己的成就 喜欢听我们吹噓的人 可说少之又少 法国哲学家洛希夫克 曾这样说过 如果你想得到仇人 你就胜过你的朋友 可是 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朋友 就让你的朋友胜过你 这该作如何解释呢 因为当朋友胜过我们时 那就可以满足了他的自从感 可时 当我们显出胜过朋友时 那会使他有种自卑的感觉 并会引起猜疑和妒忌 得过人有句俗语 那时 当我们所猜疑 妒忌的人 发生一种不幸的事 会使我们有一种恶意的快感 是的 有些朋友 看你遭遇到困难 比看你成功或许更为满意 所以 别让我们表现出太多的成就来 我们要虚华若谷 处处谦充 哪样会永远使人喜欢你 谁都愿意跟你接近 名作家考伯 他就有这样的技巧有一个律师 再正直想向考伯说 考伯先生 我听说你是美国一位著名的作家 是不是 考伯回答说 实在不敢当 那是我太虚幸了 我们应该谦信 因为你我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我都要过去的 百年之后 我们都将为人所为亡 生命是短促的 别把我们不值一提的成就 作为谈话的资料 令人听了厌烦 我们要鼓励别人多说话 仔细想一想 你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你不成为一个白痴的原因 是什么 如果说了很简单 在你甲状线内 藏着借着一个玫瑰的点质 若是有个医生 否开你颈中的甲状线 取出那一点点质 你就变成一个白痴了 你可以花一点钱 去西药房买一瓶点酒 这可就是使你跟精神病院隔离的东西 一个人的意识 智能就值那么一点前 你有什么值得自夸 自傲的 所以 你要获得对方对你的同意 第六项规则是 尽量让对方有多说话的机会 第七章 如何使人跟你合作 你对你自己所发现的意念 是不是被别人代你输出的更信得过 如果是的话 你把你的意见 硬生生在下别人喉咙里 这是不是错误的观念 如果提出意见 插发别人自己去得到他的结论 这不是一个这么聪明的办法吗 这有一个例子 费城有位蔡尔芝先生 是我讲习班一位学员 突然觉得 必须吸一群意志 换散而失望的汽车推销员 灌输设议情和信心 他召开一次推销员会议 他怂恿他的员工们告诉他 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 他在会议中 把员工们所提出的意见 都写在黑板上 然后他说 我可以给你们所希望得到的 可是希望你们告诉我 我在你们身上 能获得些什么 他狠发有了满意的答案 那是忠心 诚实 乐观 进取 合作 每天八小时的意诚工作 其中有人甚至愿意 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这次会议的结果 使员工们充满了新的勇气 新的激励 蔡尔芝先生这样 告诉我目前消火激增 公司业务精精日常 蔡尔芝先生说 我和他们作了一次精神上的交易 我对他们尽我所能 所以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力量 跟他们相谈他们的需要 哪是他们极愿意接受的 没有人喜欢强迫自己去买一样东西 或是被人派遣去做一件事 我们都喜欢随自己的心愿买东西 或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 同时 希望有人跟我们谈谈我们的愿望 需要 想法 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以威信先生的情形来说 在他尚未参加我这个广集班 研究人类关系学之前 他损失了无数他应该获得的用金 威信是一家服装图样设计公司的推销员 他几乎每星期都去找 有纽约某位著名的计计家 这样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威信说 他从来没有拒绝接见我 可是也从没有买过我的图样 他每次都用心的看我的图 然后这样说 不 威信先生 我想今天我们还是不能合作 经过了150次的失败后 威信觉得自己必是神志不清 所以他决定每星期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去研究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以及如何开展新的意念 产生新的意识 不久 他决定重新展开一种方法 他拿了几张那些设计家门 尚未完成的图样 走进那位卖主的办公室 威信向那卖主说 我想请你帮我一点忙这里有几张 尚未设计完成的图样 请你告诉我 如何把它完成后 才能适合你的需要 这位卖主把图样看了半响 没有任何表示 顿了顿才说 威信 你把图样放在这里 过几天再来找我 一天后 威信又去他那里 听了建议后 把图样拿回去 按照那位卖主的意识画缘 这不交易结果如何 不用说这位卖主完全接受了 那是九个月以前的事 自从那笔生意完成后 这位卖主又定了十张图样 都完全是照着他的意识就的 威这就这样赚了一千六百多元的佣金 威信说 现在我才知道过去失败的原因 我总是强逼他买我认为他需要的话 可是现在我所做的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我请他提供他自己的意见 使他觉得那些图样是他自己设计的 现在不用我要求他买 他自己会来向我买 当罗斯福做纽约州长的时候 他完成了一项特殊的公职 他和政党从要人物相处得很好 使他们同意原来他们所反对的案件 我们且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有从要职位需要补决时 他就请那些政党要人推荐 罗斯福说 起初他们推荐的 是党内并不受到欢迎的人 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要使政治有满意的表现 你们推荐这个人并不适合 同时也会受到民众所反对 后来他们又推荐了一个出来 哪人看来 虽然并没有可批评的地方 可是也会有令人赞配的优点 我就告诉他们 任用这样的人 会有负公众的期望 所以请他们再推荐出一个 更适合这职位的人 他们第三次推荐的人 看来是差不多了 可是还不十分理想 于是 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之意 让他们再试一次 第四次他们所推荐的 正是我所需要的人 而对他们的协作 表示感激之后 我就任用了这个人 而且我还使他们享有任命之人的名义 趁此机会 我就对他们说 我已经做了使他们愉快的事 现在轮到他们迅从我的意见 做几件事 我相信那些党政首要门 也乐意这样做 因为他们赞助了政府重大的改革 诸如选举权税法 及事公务法案等 记住 罗斯福凡事都很免得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且对他们的建议表示尊重 当罗斯福委派从要即时时 拍摄那些党政首要门 真实的感觉到 这是他们所挑选的人 这是他们的意见 长岛有一位汽车商 用了同样的方法 把一辆旧汽车 买给了一对苏格兰夫妇 过去这位汽车商 把汽车一辆又一辆的 吸那苏格兰人汉 他们总是认为有毛病 不是嫌这辆不合适 就是那辆什么地方有了损坏 再不就是价钱太高 当时这位汽车商 正在我讲习班上听讲 便在班上申请援助 我们建议他 别强迫那种意志不稳定的人 买你的汽车 要让他自己来买 也不必告诉他 要买哪一种牌子的汽车 总之 要让他觉得 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结果情形很好这样过了几天后 有一位顾客 想把他的旧汽车换一辆新的 那汽车商就想到哪个苏格兰人 也许他喜欢这旧式的汽车 他打了个电话 给哪个苏格兰人 说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他 那苏格兰人接到他电话就来了 汽车商说 我知道你对于购买东西很内行 你和这部旧汽车可以值多少钱 你告诉我后 我可以再交换新车时 有个准确的资料 那苏格兰人听到这些话后 满面笑容终于有人向他请教 有人看得起他了 他坐进车内 隔着这部车子兜了一圈 回来后说 这部车子 如果你能以300元买进 那算是你检刀便宜了 汽车商问他 如果我以你说的数目 买进这部车子 再转手买给你要不要 300元 当然 这是他的意思 他的股价 这笔生意落黑就成交了 一位X光仪器製造商 运用同样的技巧 把一批机械仪表 买给奔洛克林市的一家大医院 获得一笔很高的利润 这家医院准备框充一个新的部门 要设置一套最好的X光仪器 这是由一位L医生负责 他被那些推销完包围了 谁都说他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可是其中有一位製造商 比较精明能干 他懂得代人注视的技巧 他写了一封信 给哪家医院的勾医生 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弊厂最近完成了一套X光仪器 这种仪器的大一批货 已运来我们办事处 可是不敢说十分完善 所以我们肯想再加以改良 所以如果你能抽个时间 来我们这女参观一次 并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使其更适合你们事业上的应用 我们非常感激 我知道你平时工作繁忙 请你告诉我你指定的时间 我很愿意派车来接你 有医生在我的讲习班上 说出这件事的经过 我接到那封信后 感到很惊讶 不但出于我所预料之外 同时也很高兴 从来没有X光仪器製造商 会征求我的意见 这次使我觉得受人从事 而且感到很光荣 那一个星期 我每晚都很忙 可时我取消一个约会 特地去看那套新的仪器 当时我遇看 心里遇喜欢 会有任何人强逼我买 我觉得在医院扣进那套仪器 完全是我的意思 我认为那套仪器很好 就决定买下来 当威尔信在白宫时确施上教 对内政和外交上 有很大的影响 威尔信总统信赖 确施上教 所有重要的事 都跟他商量 他受到威尔信总统的从事 还在内阁各源之上 确施上教用了什么方法 而能影响威尔信总统 都这种程度 很僥倖的 确施上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针对斯密斯透露过 而斯密斯在星期六晚报中的一篇文章上 引用了确施的话 确施曾经这样说 我认识了总统以后 漸漸的发觉 使他信从一种意念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惊心的张者意念 而直到他的心里 使他感到兴趣 并且让他自己去思索 这种方法第一次发生效果 是因为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我曾去白宫拜访他 劝他采取一项政策 而这项政策 他似乎并不十分赞同 数天后 在一次聚会中 我狠经那的发言威尔信总统 说出我那项建议来 并且表示那是他自己的意思 确施上教是否立即打断总统的话 指明那是他所提出的意见 而不是总统的意见 不 没有 确施上教绝不会那样做 他并不在乎居公 正问结果 所以他让总统继续感觉到 那是他的意见 而且还公开赞配总统的愚智 我们要记住 我们明天所要接触的人 也许就像威尔信总统那样 所以我们要用确施上教的方法 数年前 纽布伦斯维克有一个人 就用了这个方法 而得到了我的光顾 那时 我计划去纽布伦斯维克钓鱼 和船 我写信给女恐舍 打听那方面的情形 顺便请他们替我安排 然我的姓名 住址已被列入一份公开的名单中 所以我立刻就接到 该地野营和响道所写给我的信件 小冊子等 那时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才好 后来 有一位野营主任 做了一宗很灵巧的事 他送给我几个 他曾经招待过的 住在纽约的人士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 他请我打电话给他们 自己去调查 他在野营时所服务和供给的情形 我狠惊讶的发觉到这项名单中 有我所认识的一个人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 打听他那次野营的经过情形 我有了答案后 就即再打电话给那位野营主任 告诉他我的行程日期 虽然别家的野营主任 都以真诚的服务 希望我光顾他们 可是只有那位野营主任 我甘心接受他的服务 所以你要影响别人 而私人同意于你 第七项规则是 使对方以为这是他的意念 第八章 一个创造奇迹的公式 我们要记住 当对方并不承认有错误时 你别斥责他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形下 可能其有愚蠢的人 才会去责备人家 聪明的人决不会如此 他会试着去了解对方 去原谅对方 为什么这个人有哪样的思想和恐动 一定有他的理由 我们探求出 哪个隐藏主的理由来 对他的恐动 人家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 你把自己处在他的情况下 你这样对自己说 如果我处在他的困难中 我将有如何的感受 有了如何的反应 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可以省去许多时间和烦恼 由于你已知道了哪个起因 就不会增严这个结果了 此外 你可以增加许多人类关系上的技巧 古得在他一步 如何将人变成黄金一书想说过 平下一分钟把你对你自己的事的关心程度 和对于他人的淡然漠视 冷静作一个比较 你就会知道 世界上其他的人 也都是如此的 然后 你可以跟林肯 罗斯福一样 把握着任何事业的稳固基础 也就是说 应付人的成功 靠同情的了解别人的观点 多年来 我常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座公园旅散步 骑马 做我大部分时间的消遣 所以 自然地沾沾对树木有了外户的心 当我听到火烧树林的消息 心里会感到非常难受 这些火 不是由于粗心的吸烟者的不小心 多半是孩子门来临间 生火做野餐所造成的 有时候树林起火 烧得很厉害 需要消防对内才能破灭 在公园的边上 有一个报告牌这样写著凡引起树林火灾的火手 将受到罚款或监禁的处罚 可是那块报告牌 立在很偏僻的地方 很少有人会看到 有一位骑马的警察 似乎是负责管理者公园的 由于他对职务并不认真 所以公园里经常会起火 有一次 我急急地去警察那边 告诉他有火正在急速的蔓延 要他马上通知消防队 可是他的反应 却是极冷淡 他说那不是他的事 因为不是他的管区 自那次以后 我每逢骑驻马来公园 便自己执行保护公产的职势 起初 我从未想到孩子们的观点 当我看到他们在树下生火做野餐时 心里就非常不高兴 立刻想要做事应该做的事 其实 我做错了 我就马上去那些孩子们那 告诉他们 树下生火 是要被拒禁关起来的 我以严肃的口气 要他们把火息了 我还这样跟他们说 如果不听 我马上要把他们拿走那只 再发现我的情感 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见解 结果如何呢 那些孩子们虽然遵从量 可是心里并不服气 当我骑驻马离开后 他们又生气火来 甚至幻想把整个公园消掉 几年后 我开始觉得 自己应该多学 那些代人的技巧 学学各种与人相处的手腕 尚重别人的观点去看市民 于是 我不再命令人家 如果几年后的现在 我在公园里 看到孩子们玩火的情形 我会这样说 小朋友 你们玩得高兴吗 你们的晚餐打算做些什么 我在小的时候 也喜欢生火野餐 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可是你们要知道 在公园里生火 那是很危险的 不过我知道 你们都是好孩子 不会惹出什么麻烦的 可是别的孩子们 我相信就不会像你们这样小心了 他们看到你们在生火玩着 也跟着玩起火来 回家时候没有把火熄灭 就很容易把干燥的树叶烧着 结果连树也烧了 假如我们再不小心 好好的爱护树木 这个公园就没有树了 你们知不知道 公园玩火是禁止的 要坐牢的 但我不是干涉你们的游戏 我希望你们玩得很高兴 只是你们最好 别把火靠近干的树叶柱 同时 你们回 家时 别忘了再火堆上个些泥土 如果你们下次再想玩时 我建议你们去那边沙堆起火 好不好 那里就不会有危险 小朋友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玩得很快乐 如果我说出那些话来 相信会有惊人的效果 而且那些孩子们 会很乐意的跟我合作 他们没有反感 没有抱怨 他们不会感到 有人强制他们服从命令 他们保存了他们的面子 那时他们觉得满意 我也觉得满意 因为我考虑到他们的观点 来处理这件事情 当我们希望 别人完成一件事的时候 不妨闭上眼睛 稍微想一想把整个的情形 由对方的出发点来想一想 然后问自己 他为什么要如此做 是的 那是麻烦的 费时间的 那时 那样做会获得更多的友谊 会减少原来该有的摩擦 和那些不愉快的气氛 哈佛大学商学院院掌陶海姆说 当我要跟一个人会谈前 我愿意在那人办公室外面走廊上 来回走上两小时 那时我要把我所说的话 想得更有条理 以及我代他设想 他会如何的回答 我不会慕然闯进他的办公室 当你看过这本书后 能增加你一种趋向 那时当你接触到每一件事时 会处处替别人注想 而且以对方的观点 去观察这件事情 虽然由本书你奇得到这些 但它会影响到你终身事业的成就 所以 你如果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第八项规则是 要真诚的以他人的观点去看事情 第九章 每个人所需要的 你是不是愿意得到一句神妙的语句 一个可以停止争辩 消除怨恨 制造好感 使人们注意的听你谈话的语句 是的 就有这样一句话 让我告诉你 你对人开始这样说 对你所感觉到的情形 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就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世界上最狡猾 最固执的人 又会软化下来 可是你必须极是真诚的说出那些话来 假如你是对方的话 你当然有他同样的感觉 让我举出卡邦的例子 就以非由卡邦来说 假如你受遗传的身体 性情 思想与卡邦完全相同 而你也处在他的环境 也有他的经验 那你就会成为跟他一样的人 因为那些便是使他 哪个使你怒怒 故事不讲你的人 他会成为他那样的人 他有过错的地方也很少 要对这可怜从 表示蜿蜜 言吻 同情 若看我 他常说的一句话 你必须牢记在心 当他看到街上一个 遥遥仿仿的罪汉时 常说 如果不是上带的因为 我又会走上他的道路 你明天遇到的人 其中可能有四分之三 都几何此的需要同情 如果你同情他们 他们就会喜欢你 有一次 我作博音宴讲 说到小妇人作者 艾尔可得女士 自然 我知道他是在麻塞奇塞斯 康考特地方生长 及注述他的奔柳名作 但我一时不小心 我说我争到 纽海无比雪的康考特 拜访过他的奴家 假如我借说了一次 纽海无比雪 也许可以原谅 可恃我接连的说了两次 随后 又许多的信咸 电报 纷纷寄来质问我 指责我 有的几乎是侮辱 就像一群野蜂子的 围绕在我不能抵抗的头上 其中有位老太太 生长在麻塞奇塞斯的康考特 当时他主在废城 对我发誓了他刺烈的成怒 我看到他那封信时 对自己说 感谢上帝 幸亏我没有娶哪样的女人 我打算写封信告诉他 虽然我弄错了地名 可视他却连一点礼节常识也不懂当然 这是我对他最不客气的批判 最后我还会聊起衣袖去告诉他 我对他的印象 是多么的恶劣可视 我并没有哪样做 我尽量约束自己 克制自己 我知道只有愚蠢的人 才会哪样做 我不想和愚蠢的人一般见识 所以我决定要把他的仇视变成友善 我对自己说 如果我是他的话 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对他表示同情 后来我去废城的时候 打了个电话给这位老太太 当时谈话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电话里说 某夫人 几个星期前 你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对你表示质疑 电话传出他柔和 流利的声音 问道 你是那一位 很抱歉 我听不出声音来 我对着手上话机说 对你来说 我是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叫 戴乙卡内基 在数星期前 你听我电台广播 指出我那种无法宽恕的错误 把小夫人作者那 而可得女士生长地点弄错 那是愚蠢的人才会弄错的是 我为了这件事向你道歉 你花了时间 写信指证我的错误 我同时也向你表示质疑 他在电话说 我肯抱歉 卡内基先生 我在信中粗路的向你发脾气 要请你包涵 原谅才是 我坚持的说 不 不 不该由你道歉 该道歉的是我即使是个小学生 也不会弄出着我哪样的错误来 那件事 第二个星期 我已在电台更正过了 现在我亲自向你道歉 他说 我生长在麻塞奇塞斯的康考达两百年来 我的家庭在哪里一直很有声望 我以我的家乡为荣 当我听你说 阿尔可得女士 时扭开慕被雪舟人时 实在使我难过 可时那封信使我感到愧险 不安 我对着手上画机说 我愿意实在地告诉你 你的难过不及我的十分之一 我的错误 对那地方来港 并没有损伤 可是对我自己却有了伤害 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 地位的人 是很难得跟电台播音言写上的 以后在我的演讲中 如果再有发现错误时 我希望你再写信给我 他在电话里说 你这种愿意接受人家批评的态度 私人们愿意接近你 喜欢你 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很愿意认识你 接近你 从这只电话的内容看来 当我以他的观点 对他表示同情和道歉时 我也同样得到了他的同情和道歉 我对自己能控制得住激动的脾气 这点我自己感到很满意 以友善交换了对方所给的侮辱 这一点也使我感到满意 由于使他喜欢我 使我得到更多的快乐 凡位居白宫的要人 差不多都会遭遇到人类关系学中 这类问题的困扬 塔夫特总统也不例外他从经验中 获得这样一个结论和情是 消解恶感最有效的药物 在他一部轮尾中服务书里 塔夫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说到如何使一个失望而有志气的母亲 平息心中的怒火 塔夫特总统说 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 他丈夫在政界有相当的势力 他前驻我快有两个月的时间 要我替他的儿子安插一个职位 他还拜托了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 陪了他来我者女 替他儿子职位的事说话 可是那只位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 后来经有关的主管推荐 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 解候我接到那母亲的来信 指我忘掉了别人施予的恩惠 因为我拒绝使他成为一个愉快的太太 他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举手之劳就可以使他快乐 可是我就不肯这样的做 他又说出 曾经如何劝说他那一周的代表 赞助我一项重要法案 可是我对他却如此没有情义 当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 第一件事 就是如何用严正的措辞 去对付一个不礼貌而魯莽的人 接着说他你就动不写信了 可时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会把这封信放进秋帝女所起来 经过两天后 再把这封信拿出来像这女的信 池上几天寄出 又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当你两天后 再拿出这封信来看时 你就不会投入犹伤 那就是我所采取的途径 在那之后 我坐下来 尽力用最客气的措辞写了封信 告诉他 我知道一个做母亲的 遇到这种事情时 会感到极大的失望 可是我坦直的告诉他 委任哪样一个职位 并非由我个人的好恶 而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 所以我接受了那主管的推荐 我表示希望他的儿子 继续在他原来的工作工位上努力 以其将来有所成就 那封信使他息怒了 他并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对他上次那封信表示抱歉 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 短时间内环不能来上班 这样过了几天 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他丈夫的来信 可是信上的不值 跟过去两封信完全一样 这封信想这样告诉我 说他太太由于这件事 而幻想神经衰弱 现在我藏不起 为中华他已经长留了 为了恢复他妻子的健康 他要求我 能否把儿委任哪个人的性命 幻想他儿子的性命 以恢复他的健康 我回了一封信给他 那是给他丈夫的我 希望他太太的病况 诊断错误 而对他所遇到的情形 表示同情 可是要撤回二位派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几天后 那人也正式接任就在我 接到那信的第二天 我在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 最先到场 向我和塔夫特夫人致敬的 就是这一对夫妇 佛洛克该是美国第一位 音乐会经理人 他对如何应付艺术家 俊加利斌 邓肯 潘洛弗佛 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佛洛克告诉我 为了要应付哪些性格特殊的音乐家 使他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教训 必须同情他们 对他们可笑 古怪的脾气 必须要彻底的同情 有三年的时间 佛洛克担任世界低音歌王 加利斌的经理人 最小佛洛克伤脑筋的是 加利斌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他的行为 就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 用佛洛克独特的语气来说 他各方面都糟透了 例如 晚间如果有音乐会的话 加利斌会在当天的钟 打电话给佛洛克说 沙尔 他叫佛洛克的名字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喉咙沙啞得很厉害 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 佛洛克听他这样讲后 就和他争辩 不 佛洛克才不会这样做 他知道做一个艺术家的经理人 绝对不能作这样的处理 所以 他会立即去加利斌住的旅馆 演得十分同情的说 我可怜的朋友 那是多么不幸 当然 你是不能再唱了 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节目 你虽然损失了量 三千块钱的收入 可是跟你的名誉来相比的话 那算不了什么 加利斌听佛洛克这样讲后 他会怀着感触的心情 坦识的说 沙尔 你等一会再来好了 下五点钟来 看那时我的情形怎么样 到了五点钟 佛洛克先生 再去加利斌的旅馆 他坚持要替加利施取消节目 可是加利斌又会这样说 你再晚一点来看我 到那时 说许我会好一点 到了七点半 这位低音歌王 终于答应登台了 他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佛洛克先生走到台上 向听众报告 说是加利斌患了重感冒 松脂不好 佛洛克会假意的答应下来 因为这样加利斌 才会登台演唱 该时博士在他那一部著名的 教育心理学书上 这样写着 人类普遍的追求同情 孩子们会急次的显示他受伤的地方 有的甚至于故意自己割伤 弄伤 以博得大人们的同情 成人们也有类似的情形 他们会到处向人显示他的损伤 说出他们的意外事故 所患的疾病 特别是开刀手术后的经过 自连实际上是一般人的习性 所以 你要获得别人对你的同意 第九项规则时 同情对方的意念和欲望 第十章人人都喜欢的吸引力 我的故乡 是在米苏雷州的一个小乡镇 附近有个卡梅镇 就是当年美国匪魁 奇斯加姆斯的故乡 我曾经去过卡梅镇 奇斯的儿子还在哪里 他的妻子告诉我 当年奇斯如何抢劫银行 火车 然后把抢来的钱 布施级贫穷的邻居 让他们去属回典压出去的田地 在当时奇斯加姆斯的心目中 可能自以为他是个理想家 正如两代以后的苏尔治 上抢黑奴蕾和卡邦一样 事实确实是如此 凡你所见到的人 甚至你照镜子时所看到的哪个人 都会把自己看得很高尚 他对自己的估计 都希望是良好而不自私的 南航加摩根 在他一篇分析的文稿中说 人会做一件事 都有两种理由 存在一种是好听的 一种是真实的 人们会时常想到 哪个真实的理由 而我们都是自己内心的理想家 教喜欢想好听的动机 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需要激发他高尚的动机 那种方法 用在商业上是否理想 让我们来看看 那时奔直返尼亚州 某家房屋公司的一位 弗里尔先生的例子 弗里尔有一个不满意的房客 洞客要搬来他的公寓 但这房客的租约 唇有四个月才其满 每个月的租金是五十五元 可是他却声称立即就要搬 不管租约哪回事 弗里尔说这经过的时候 他说哪个房客 已在这里住了一个冬季 我知道如果他们搬走了 在这个秋季前 这房子是不容易租出去的 我眼看二百二十元 就要从我口袋飞走了 真叫人昭急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过去的话 我一定找哪个房客 要他把租约从年一片并向他指出 如果现在搬走 那四个月的租金 仍需全部付清 可时这次我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 我开始向他这样说 道先生 我听说你准备搬家 可时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我从多方面的经验来推断 我看出你是一位说话有信用的人 而且我可以跟自己打倒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房客静静的听着 会有作特殊的表示 我接着又说 现在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将你所决定的事先暂时割在一边 你不妨再考虑一下 从今天起到下个月一日念矫房租前 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搬的话 我会答应你接受你的要求 我把话顿了顿再接着说 那时我将承认自己的推断完全错误 不过我还是相信 你是个说话有信用的人 会遵守自己所立的合约 因为到底我们是人还是猴子 那就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了 果然不出我所了 到了下个月这位先生自己来矫房租 他跟我说 这件事已跟他太太商量过 他们决定继续住下去 他们的结论是 最光明的事 我过于离行遭殃 已故的恶斯克力夫着时 看到一份报上 看灯出一张 他不愿意看灯的商片 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哪家报社的编册 他那封信上没有这样说 请勿再刊登我哪张商片 我不喜欢哪张商片 他想激起高尚的动机 他知道每个人都敬爱自己的母亲 所以他在那封信上 换上另外一种口气说 由于家母不喜欢哪张商片 所以贵报以后请勿刊登出来 当若韩洛克菲勒 要阻止涉影记者拍他孩子的商片时 他也激起一个高尚的动机 他不说 我不希望孩子的商片刊登出来 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爱心 都有不愿意伤害孩子的潜在欲念 他换了个口气说 诸位 我相信你们之中 有很多都是孩子们的爸爸 如果让孩子们成了新闻人物 那并不是适宜的 柯迪斯本来是梅恩周一个贫富人家的孩子 后来成为星期六晚报 和妇女家庭集资的负责人 赚了几百万元的钱 他创办之初 不能像别家的报纸 集资一样付出高价买稿 他会有能力 研拼国内第一流作家 替他执不赞稿 那时 他运用了人们高尚的动机 例如 他会请小夫人名著的作家 艾尔可得为他赞写告子 这当时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柯迪斯所使用的方法很突出 是一般人所没有想到的 他签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 他不是把支票给艾尔可得 而是捐助他最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 或许有人会怀疑的说 以这种手法 用在诺斯克力夫 若寒诺克菲勒 和富于情感的小说家身上 或许会有效可视 朋友 你这种方法 用在我要收藏 那些不可理喻的人身上 是不是一样有效 是的 这话很对 没有一样东西 能在任何情形下 产生同样的效果 没有一样东西 能在所有人身上 都发生效力 如果你满意你现在所得到的结果 那又何必再改变呢 假如你认为不满意的话 那就不妨试验一下 无论如何 我相信你会喜欢 我从前一个学员汤姆斯 他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某一家汽车公司 有六个顾客 他付一笔修理费的帐 他们并非不承认哪个帐目 而是其中有些帐写错了 可时每一行租车 或是修理的帐单上 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字 所以公司认为 这些帐事不会有错的 下面是哪家汽车公司信用部职员 去索款时所采取的步骤 你恨他们是不是会成功 1.他们拜访每一位顾客 并且坦白地对他们说 他们是公司派来索取积险的账款的 2.他们很清楚地表示 公司方面绝不会弄错 所有的错误都可是顾客负责的 3.他们暗示 对于汽车方面的业务 仍然公司要比顾客内行得多 所以 就不需要做那些无谓的争辩 4.结果 他们争论起来 采取这些方法 能使顾客们心甘情愿付出前来 你不妨自己从那问题上去找出答案来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那位汽车公司信用部主任 该派出一对法律人才去应付财事 幸亏这件事给总经理知道了 这位总经理查看那几位欠账主顾 过去扶账的记录 发现他们过去都是安时付款的 总经理发现到这项资料后 相信错处一定是出在公司方面收准的方法不对 所以 总经理把汤姆斯叫他 要他去收那些无法收到的难账 这女是汤姆斯先生所采取的步骤 汤姆斯自己这样说 一 我去拜访每一位顾客 同样我也去索取一笔即欠狠的帐 可时 我对这些只字不提 我解释 我事来调查一下公司对顾客的服务情形 二 我明白的表示 在尚未听完顾客所说的感想前 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我告诉他们说 公司方面也不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三 我告诉他们 我只是关心他们的汽车 而他们对自己的汽车 相信被谁都了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先听从他们的意见 四 我让他们尽量洩妥他们的意见 我静静听着 对他们表示十分的同情 当然 这也是他们所希望我如此的 五 最后 那些顾客似乎心情满沫下来 我要他们把这件事公平的想一想 当然我想激发他们高尚的动机 所以我这样说 首先我要你知道 我也觉得这件事的处置并不适当 你已受到我们公司上次派来的代表的困扰 激怒 并且使你受到很多的不便 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我感到很抱歉 我代表公司方面向你道歉 我听了你刚才所说的话后 我不能不为你的忍耐和公平所感动 就由于你的宽大胸襟 我才敢请你替我做点事情 这件事对你来讲 会比任何人做得更好 更合适 同时 你也比别人更清楚 这而是我给你开的帐单 请你细细查看一下 什么地方记错了 就像你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在查证一样 我请你全权作主 你说怎麽样就怎麽样 他又没有把帐单寒了 是的 当然他这样做了 而且显得十份高兴这些帐单的数目 由150元到400元之间 款数大小不等 但顾客占到便宜了吗 是的 其中有一位顾客他负责 不增执款项一份钱 可是另外那五位顾客 都让公司方面 占到了帐款上的便宜 这女是这件事最精彩的地方 在以后的两年中 那几位顾客 都买了本公司的新汽车 汤姆斯先生说 经验告诉我 当你应付顾客不得要领时 最完善的办法 是在你心里 要先有这样一个观点存在 你要当那位顾客是狠切 诚实 可靠的 这她是极愿意辅促进的 一旦使她相信那像目是对的 她会毫不迟的乐意还债 也就是说 人们都是诚实的 而且愿意离行他们该有的义务 像这类情形 另外的很少 我相信 如果真是有为难人的人 如果你使她感觉到 你认为她是那么的诚实 公道 正直 大多数时候 她又会给你有象 你所给她的同样反应 所以 如果你要获得 人们对你的同意的话 在一般情形上 进手第十项规则 是一件很好的事 那时 激发更高尚的动机 第十一章十项 推进 别停顿下来 那是数年前的事 快成晚报 受到恶意的遥传所攻击 有人知那家晚报 广告多于新闻 内容频发 缺少报道 这使读者失去吸引而感到不满 同时影响到该报的法行销路 这家晚报立即采取措施 切发阻止这项 我以遥传的算验 如何采取行动呢 这类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 这家晚报 将一天中国项阅读资料展下 再加以分类编成一本书 书名就叫一天 这部书仅有307页 和一本价值两元的书 页数差不多 而该报借受两份钱 这本书出版后 把快成晚报新闻资料 丰富的事实 具体的表现出来者比用图表 数目次和空谈更有趣更清楚 并与人深刻的印象 波特和考富曼所住的商业上的表演述一书中 举出很多例子 说明如何增加一家公司的燃业数码 这部书中引述一家电器公司销售冰箱 为了证明冰箱在通电时毫无声响 请买主在冰箱边沿拆火柴 借助听到拆火柴的声音 而证明他们的冰箱 每有一丝声音落巴克帽子公司的营业項目上写著 有电影明星安蘇山签过名的帽子 每顶市一元九个五分凡二八把活动层至窗庭之后 如何会丢掉百分之八十的观众一家玩具公司 用了米老鼠的商标 如何使他由扩产转为兴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如何坐一辆汽车上放下几头大象 证明他们出品的汽车是坚固、结实的 纽约大学的巴顿和白西分析一万五千个售货访问 他们写了一部书叫怎样赢得一次辩论 他们将其中原则归纳成一篇现广告叫售货录原则 接着再把这些原则涉制成电影 将这部电影在数百家大公司的燃热部职员面前放映 他们还在各公共场所举行示范表现 指出受货时的正确和错误的方法 现在是表演的时代只是最述其中的原理 还不能有具体的效果 这种原理需要生动、活泼、需要使它更有趣、更戏剧化 所以必须用有效的表演上 电影和无线电的实行你也应有像他们那种表演的本领电影明星这样做 无线电台这样传播 假如你想引起别人注意的话 你也应该这样去做 那些布置橱窗的专门人才 他们知道戏剧化有惊人的力量 例如有一家鼠药制造商替零售商布置了一个厨窗 里面放了两只活老鼠以证实它那种鼠药的功效 果然在这星期内所销售出的鼠药要比平时的销售量增加了五倍 美国周刊的波恩顿 要做一篇狠长的市场报告 它的公司 替一家牌子最著名的润夫商 完成了一篇详细的研究 别家润夫商製造厂商 供低价格 准备跟他们竞争者看事实 它必须向该厂的主人说明 波恩顿先生承认 第一次接客算是失败了 它说 第一次我进去 我觉得自己走错了路 转到那条无用的讨论调查的方法那条路上 它辩论 我有辩论 对方指我是错误了 可是我尽力替自己证明 我并没有错误 最后 虽然我的理由占了优势 自己也觉得很满意 可是我的时间到了 会谈完了 我仍然没有获得效果 第二次 我没有去理会那些数目自和各项资料 我把事实用契奇的手法表现出来 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 他正忙着接电话 等他放下手里电话筒 我就打开一个手提箱 拿出32瓶用副箱 放到他桌上 他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同业的竞争品 每一个瓶子上 我都贴上一张纸条 上面写出调查的结果 那些纸条上 也简明的写上该项商品过去的情形 结果如何呢 这次不再有辩论了 反而发生了新奇的事情 他拿起一瓶又一瓶的孕夫箱 来看签上的算命 接着 友谊的谈话展开了 我们极荣合的唱谈 他问了若干其他的问题 而且也深切的感到兴趣 他本来只给我10分钟谈话的时间 可是10分钟过了 接着是20分钟 40分钟 快到一个钟头的时候 我们还在谈 这次我所说的 跟上次一样 可是这次我把事实戏剧化 并用了表现上 但所得的结果 多么的不同 所以 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 第十一项规则是 使你的意念戏剧化 第十二章 当你无计可思时 不妨试试这个 斯华伯管理下的一家工厂 那位负责的厂长 无法使他管理的工人 达到标准化的生产量 斯华伯问那个厂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像你这样一个能干的人 竟不能使那些工人 达到工厂预计的生产量 厂长回答说 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用温和的话鼓励他们 有时不得意去斥责他们 甚至于用贡职 折职来恐吓他们 可是那些工人 就是不肯伸勤工作 他们谈话的时候 是一班快结束 夜班要开始指示 斯华伯向那厂长说 你给我一只粉笔 他拿了粉笔 走向近边的工人处 问其中一名工人 你们这一班 今天完成了几个单位 那工人回答说 六个 斯华伯听到这样 一字笔说 就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六字 便走了 夜班的工人来接班 看到这个六字 就问是什么意思 夜班的工人说 大老板工才来这类 他问我们今天做了几个单位 我回答是六个 他就在地板写了这个六字 第二天早晨 斯华伯又去工厂 发现夜班工人 以把六字识去 改写上一个大大的七字 这天 一班的工人 看到地上 已换上一个七字 他们感到夜班工人的工作效力 比一班工人强 我 真的 是的 那就看了他们要比夜班工人 有更好的工作效果表现 就热心 勤快地加紧他们的工作 那天 一班快要下班时 他们留下一个大得出奇的十字情况 也就这样漸漸好转过来了 会有多久 这家原来生产量落后的工厂 比公司里其他任何一家工厂的生产量都多 这是什么原因 就让斯华伯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 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一件事 必须鼓励竞争 那并不是说争着去赞钱 而是要有一种胜过别人的欲望 真性的欲望 加上挑战的心理 对一个有血气的人来说 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 如果没有这一种挑战 罗斯福不会进白工作下总统的寶座 这位勇敢的骑士 刚从古巴回来便被推举为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 可是他的反对党 指罗斯福已不是纽约州合法的居民 他知道这情形后 心理恐慌就要准备退出 党魁伯拉德用了激将法 他转身向罗斯福大声的说 难道圣具恩山的英雄 竟是这样一个弱者 就这样一句话 罗斯福才挺身跟反对党对抗后来种种的演变 历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 这一个挑战 不止改变了罗斯福他自己的一生 对美国的历史来说 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斯华伯之道挑战有极大的力量 罗斯福也知道 鬼祷西端有一座安明四人的星星监狱 这座监狱没有欲场 里面凶狠的犯人恶言沸腾 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斯密斯需要一位坚毅 勇敢的人去治理星星监狱 可是谁能胜任这个职司呢 他把扭海波顿的劳斯照来 当劳斯站在他面前时 他愉快的说去照顾星星如何 那女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 劳斯感到狠困逼他知道 星星监狱的情形 那女是如何的危险 那女随时会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 去那女的育场 一载的根换 从来没有一个 能够做上三个星期的 他要考虑自己的终生事业 那值得冒险吗 斯密斯见他犹豫不决的样子 微笑说 年轻人 我不会怪你感到害怕是的 那边确实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 那是需要一个 有大人物才肝的人 才能有这份魄力去做的 斯密斯事不是下了一个挑战 劳斯的心中 马上起了一种喜欢 尝试需要一个大人物的工作的意念 于是他去了 而且他在那里肯长久的肝下去 结果 他成为一个最著名的星星监狱育场 劳斯增原成一部星星二万年的作品 乐阳子贵 唱销全国 幻想电台广播 他的欲中生活的故事 被采用拍成很多部的电影 他对罪犯人导法的见解 后来造成了许多监狱改革的奇迹 菲斯顿象皮公司创办人菲斯顿 曾这样说过 别以为用高压的薪金 就可以聚集人才 替我工作 只有竞争 才能发挥他们的工作效能 哪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都喜爱的竞技 因为哪是个表现他自己的机会 证明他的能力 价值胜过别人 所以造成了那些离奇古怪的竞技比赛 就像竞走比赛 换猪比赛 吃饭头比赛等等 而这能满足他们增强的欲望 自从感的欲望 所以 如果你要得到人们那些精神饱满的 有血气的人同意于你 就必须记住第十二项规则 那时 提出一个挑战 是要得人同意于你的十二种方法 第一项规则 在辩论中 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方法 就是避免辩论 第二项规则 尊重别人的意见 永远别指责对方是错的 第三项规则 如果你错了 迅速 正常的承认下来 第四项规则 以友善的方法开始 第五项规则 使对方肯快的回答是 是 第六项规则 尽量让对方 有多说话的机会 第七项规则 使对方以为这是他的意念 第八项规则 要真诚的以他人的观点去去事情 第九项规则 同情对方的意念和勇往 第十项规则 激发更高尚的动机 第十一项规则 使你的意念气劇化 第十二项规则 提出一个挑战 第四篇使人同意你的九种方法 第一章 如果你必须批评 这是开始的方法 波勒芝总统执政时 我朋友再一次周末 应邀到白工作下 当他走进总统私人办公室时 正好听到波勒芝在向他的一位女秘书说 你今天穿的衣服肯漂亮 真是为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平常沉默拐言的波勒芝总统 一生肯小赞美个别人 这次他对他女秘书说出那样的话来 那位女秘书脸上 顿时涌现出一层鲜艳的红维 总统接着又说 便难为情 我刚才的话 是为使你感到高兴 从现在起 我希望你对公民的标点上 要稍微注意一点 他对那位女秘书的方法 虽然手严明显了些 可视所用的心理学 却是很巧妙 当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后 如果再听到其他不愉快的话 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理发师替人收眠时 先沽上一层肥造水麦金利在1856年竞选总统时 所采用的方法 就运用了这行原理 共和党一位长耀党员 有尽无执 赞写了一篇现广告 他觉得自己写得非常成功 他很高兴逼在麦金利面前 先把这篇现广告浪重了一篇他认为 这是他的奔楼次座 这篇现广告 虽然有可取之点 但并不尽善尽味 麦金利明后感到并不合适 如果发表出去 可能会引起一场批评的风波 麦金利不愿辜负他的一番二十 可视 他又不能不说这个不治 现在 看他如何应付这个场面 麦金利这样说 我的朋友 这真是一篇小友见到 精彩绝伦的演广告 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比你写得更好了 就许多场合来讲 这确实是一篇非常适用的演广告 可视 如果在某种特殊的场合 是不是也很适用你 从你的立场来讲 那是非常合适 深层的 可视我必须从党的立场 来考虑这份演广告发表所产生的影响 现在你回家去 按照我所特别提出的那几点 再赞写一篇 并信一份疾磨 他果然那样做了 或更利用蓝筆 把他的第二次草稿 再加以修改 结果那位党员 在那次竞选活动中 成为最有力的助选员 这女是林肯所写的 第二封最著名的信件 林肯第一封最著名的信件 是写吉巴克斯背负人的 为他五个儿子犧牲在战场 而表示开道 林肯写那封信 可能只花了五分钟时间 可视 那封信在1926年公开炮卖时 售价高达一万二千元 这个数目 比林肯五十年所能接触的钱还多 这封信 是林肯在167年4月26日 内战最黑暗的期间所写的 那时已是第十八个月 了林肯的将领门 带着联军 屡租惨败 一切都只是无怨的 愚蠢的人类大逃杀 那时人生黄黄 全国哗疑震惊 数以千计的士兵 林郑脱逃 甚至参与联络共和党议员 也起了内容叛戀 等令人注意的时 他们要强逼林肯离开白宫 林肯这样说 我们现在已走到毁灭的边缘 我似乎感觉到上帝也在反对我们 我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这封信 就是在如此坎暗 混乱的时期写出来的 我摘录出这封信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说出 林肯如何切法改变一位固质的将领 原因是全国成败的命运 就依赖在这将领的身上 这歌是林肯任职总统后 写信措辞最锐利 而不客气的一封信 但未仍可注意到 林肯在指出他严重的错误前 先称赞了这位佛格将冠 是的 哪些是他严重的错误 可是林肯并不做哪样的措辞 林肯乐不稳健 他有保守和外交的手腕 他是这样写的 有些事 我对你并不十分满意 他用机制的手腕 加上外交的词汇 这类就是写给佛格将冠的信 我已任命你作包团麦克军队的司令官 当然 我这样做事 根据我所有的充分的理由 那时我希望你也知道 有些事 我对你并不十分满意 我相信 你是一个越至前前的军人 当然 这点是我所感到因为的 同时我也相信 你不至于把政治和你的职手 参议在一起 这方面你是对的 你对你自己有坚强的信心 那是一种有价值 可贵的美德 你肯有野心 那在某种范围内 是有一而无论的 可事在波音说 集中军带领军队的时候 你并忠你的野心行事 而加以左南下 在这一件事上 你对你的国家 都一位极有公分 而公民的朋友军官 犯下一种极大的错误 我曾经听说 并且听得使我相信 你说军队和政府 需要一位独裁的领袖 当然 我及你军队指挥权 并非是出于这个原因 同时 我也没有想到哪些 只有战争中 获得胜利的将领 才有当独裁者的资格 目前 我对你的期望 是军事上的胜利 到时 我会冒着危险 授予你独裁权 政府将会尽其所能赞助你 就像赞助其他将领一样 我深恐你贯输于公队和长官 那种不信任上司的思想 会落到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愿意竭力帮助你 平显你这种危险的思想 军队中 如果有这种思想存在 即使是拿破仑还活在这世界上 他能从军队中得到些什么 现在切莫轻率推进 也不要过于匆忙 需要小心谨慎 不免不忧去争取我们的胜利 你不是窩立志 不是物金利 更不是林肯 你想知道这种哲理在日常商业上 对你真的有用吗 我们现在以费城华克公司 他五先生为例 他五先生 就像你我一样普通的人 他是我在费城所举办的 一个广习班女的学员 这是他在广习班女演讲过的一个故事 华克公司在费城 承包建筑一座办公大厦 而且指定在某一天必须进攻完成 这项工程 每一件事进行得都非常顺利 眼后这座建筑物就快要完成了 突然 承包外面和工装式的商量 绝他不能如期交货 甚么 整个建筑工事都要停顿下来 不能如期员工 就要交付巨雅的罚款 慘重的损失仅仅是为了哪个 承包和工装式的商人 长途电话 激烈的争辩 都没有半点用处 于是卡五被派往纽约 找哪个人当面交涉 卡五走进这位经理的办公室 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你该知道 你的姓名 在沃洛克林市中 是绝不仅有的 这位经理听到这话 等到惊讶 意外 他容易托说 不 我不知道 卡五说 今晨我下了火车 查电话簿找你的地址 发现沃洛克林市里 只有你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那经理说 我从未没有注意过 于是他很感兴趣的 把电话簿拿来查看 果然一点也不错 真有这回事 那经理恨自我的说 是的 这是个不常见到的姓名 我的祖先圆直是荷兰 本来纽约已有两百年了 接着就谈论他的祖先和家世的情形 卡五说 他把这件事谈完了 又走了个话题 赞美他拥有这样一家规模模大的工厂 卡五说 这是我所见过的同气工厂中最整结 完善的一家 那经理说 是的 我把他一生的精力经营这家工厂 我肯引以为为 你愿意参观我的工厂 参观的时候 卡五年年盛赞这工厂的组织系统 且指出那一方面 要给别家工厂優良 同时也赞去几种特殊的机器 这位经理告诉卡五 那几项机器是他自己发明的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说明这类机器的使用方法和他的特殊功能 他坚持请他们一起午餐 这一点你必须记住 直到现在他不对于他这次的来意 或者只未提 午餐后 那位经理说 现在 言归正传 当然 我知道你来者里的目的 可思想不到 我们见面后 会谈得这样的愉快 他脸上带着笑容 接着说 你可以先回废城 我保证你的定货 会准时运送到你门马里 即使牺牲了别家生意 我也愿意的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要求 或是他的目的 都肯信你的达到了 那些材料 全部如其找到 而那座箭竹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而如其连成 言作话又说回来 如果卡五当时用了激烈争变的方法 会不会有这样满意的结果 所以 不用对方难堪 反感 而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第一行规则是 用称赞和真诚的欣赏作开始 第二章如何派平才不至朝远 那时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司华伯偶然走去派一家钢铁厂 困到几个工人再吸烟 而在那些工人头顶长处 正圆朱一面当指吸烟的牌子 司华伯是不是只转那面牌子 就向那些工人说 你门是不是不识字 不 没有 司华伯绝不会这样做 他走到那些工人面前 拿出烟盒 不他们每人一只雪家 并且说道 嗨 大兄们 也正我给你们和雪家 如果你们能到外面喝烟 我就更高兴了 那些工人们 已知道自己犯了错 何时他们应配思华伯 他不但是何会有责给他们 而且还给他们每人一只雪家当礼物 使工人们觉得高贵 像这样的人 你能不喜欢他吗? 范纳梅黑 是费成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的老板 他也喜欢运用这样的方法 范纳梅黑 每天去他百货公司一次 次有一只 他找到一位女客人 站在柜台外面 等着买东西 那时就没有人去招呼他 我 受货原理 他们都聚到柜台远处一个 再谈住小柱 范纳梅黑一声不响 照照走去柜台里端 他自己招呼那位女顾客 然后他把成交的货物 交给受货原去包装 而他自己就走开了 187年3月8日 最善于报道的报道家庭 向牧师去世 下一个星期日 我保德牧师被邀登坛讲道 他想尽其所能 使这次讲道有完美的表现 所以他事前写了一篇 港道的稿子 准备到时应用 他一再修改 容识 才把那篇稿子完成 然后 读给他太太听 可视这篇港道的演广告 并不理想 就像普通演广告一样 如果他太太没有足够的修养和见解 一定会向他这样说 我保德 这篇演广告遭透了 那绝不能用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听的人一定会碎去 他读起来 就像百科传书一样 你讲道这某多年 应当很明白 老天爷 你为什么不像平常一样讲话 为什么不自然一声 他当然可以向他丈夫这样说 如果他这样说 也就事说 他虽然赞美丈夫的杰作 同时他又向丈夫巧妙的暗示 他这篇演广告 并不适合广告使用 我保德看出了他妻子的暗示 就把他那篇搞尽老族所完成的演广告撕碎 他什么日不准备 就去广告了 我们要劝了一件事 永远打开正面的批评 这事必须要记住的 如果有这各必要的话 我们不妨狂敲刺激的去浪示对方 对人正面的批评 那会毁损了他的自从 护卷了他的自尊 如果你狂敲刺激 对方知道你用生良战 他不但接受 而且还会感激你 所以要改变人们的意志 而不引起对方的反感 第二项规则是 间接的指出人们的过错 第三章先说出你自己的错误 数年前 我的侄女若失婚 离开他坎萨思成的家 到纽约来做我的秘书 若失婚十九岁 三年前从一家中学毕业 仅有一点点办事的经验 现在他是一位很难坚的秘书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他实在有待改进 有一天我想要批评他时 我才对自己这样说 慢着 且等一等 第二卡内边你的年纪比较身份大一倍 你处置的经验 也高过他一万倍 你怎么能希望 他具有你的高点 你的判断力 你的见解 第二 在你十九岁的时候 你做了些什么 记得你那笨拙 如想的错误吗 真诚 公平的想过此些后 我发现若失婚 比我当然要强多了 所以从此以后 当我提醒若失婚错处时 我总是这样说 若失婚 你犯了一点错 我是老天爷知道 你并不比我所犯的错误更糟 你不是生下来 就会判断一件事的 哪是需要从经验中得来的 而且 你比我在你现在年纪的时候 要强多 乖多了 我自己犯过很多可笑的错误 我决不想批评你 或是其他任何人可视 如果你照这样去做 你想不是更聪明一点吗 如果批评的人 开始先严重的承认 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无可指责的 然后再指出任何的错误 这样就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了 原话的布洛亲王 在199年 就以心智的感觉到 利用这种方法的从要因位 当时德皇威廉二世在位 他莫通一次高武自大 他见哲禄 海军要与全世界为敌 于是 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德皇说了一些 令人难以自信的话 震撼整个欧洲 甚至影响到世界各地 最糟的是 德皇把这些可笑自慕 荒谬的言论 就在他作客英国时 当着群众前发表出来 他还允许每日联讯 召元以再报上发表出来 例如 他说他是唯一对英国 感觉友善的德国人 他正在建造海军 已对付日本的离开 德皇威廉二世还表示 只有他一个人的力量 才能使英国不自威力举办 和两国的威力之下 他又说 英国洛伐特着时 在南非战胜荷兰人 都是出于他的计划 在这一百年来的和平时期 欧洲会有一位国王 会说出这样惊人的瓦来 那时欧洲各国的威力 蘇动 像风子的聪明起来 英国非常愤怒 而德国的那些政治家 更是为之震惊 在这震惊方其中 德皇也漸漸感到事态严重 而有些慌张 他向部落亲王暗示 要他代为受过 是的 德皇要部落亲王 宣称哪一次都是他的责任 是他建议德皇 就出哪些不可信的话来的 那时 部落亲王作这样的表示 他说 但是陛下 恐怕德国人或是英国人 都不相信 我会建议陛下说哪些话的 部落亲王说出这话后 落刻发觉自己犯每一个严重的错误 果然 激起德皇的愤怒 他咆哮的说 你认为我是一头笨雷 连你都不至于犯的错误 而我做了出来 部落亲王知道 应该先作某种的称赞 然后才指出他的错误 可是为时已晚了他 只有作第二步的努力 再批评后 再加以赞美 结果 落刻出现奇迹 其实称赞上是这样的 部落亲王恭敬的说 陛下 我绝对不是含有哪种意思 陛下在许多方面都远胜过我 当然不止是在许君的知识上 尤其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陛下每次谈到风雨表 无线电报等科学行李时 我总是自己感到羞耻 感觉自己知道得太少了 我很惭愧 对于国外自然科学都不懂 法学 说你更是一竅不通 连结普通的自然现象 我又不能解释 但略可逮捕的是 我对于历史知识方面 少未知道一点 同时也有一点政治上的才能 尤其是外交上的才能 德皇脸上显现出笑容来 那时布洛亲王称赞了他 布洛抬高了他 抑低了自己 经布洛作这样解释后 德皇宽恕了他 原谅了他 德皇以神的说 我不是常跟你这样讲过 你和我已比此能相互相成 而注明我们需要赤神的合作 而且我们愿意这样做 他不止一次和布洛握手 是很多很多时那天下午 他紧紧握住布洛的手 说 如果有人向我说布洛不好 我就用平头 打在他的鼻子上 布洛亲王及时救了他自己 他虽然是个手腕灵活的外交加 可是他却做错了一件事 他开始应该谈自己的短处 而指出德皇的长处不能暗示德皇 是个智力不足的人 需要别人保护的人 如果用几句卑微自己 而称赞对方的话 可以把成怒中傲慢的德皇 变成一个非常易成的朋友 思想谦信和称赞 在我们日常生活接触中 能对我们产生哪一些效果 如我们用得适当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真能发生不可思议的奇迹 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而不击其他的反感 第三项规则是 再批评对方之前 不妨先谈谈你自己的错误 第四章 《没有人喜欢接受命令》 我最近很明幸 能和美光明传记作家 在发言女士一起用餐 当我告诉他 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开始讨论到 与人相处的重远问题 他告诉我 当他赞死杨浩文传记时 曾访问一位跟杨浩文先生 和一办公室三年的人 那人说 在这三年的长时间中 他从没有听到 杨浩文向任何一个人 说出一句直接命令的话 杨浩文的措辞 始终是建议 而不是命令 例如 杨浩文从没有说过 做这个 做哪个 或者是别做这个 别做哪个 他平时对人的措辞是 你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是你认为 哪个有效吗 当他意愿一份信稿后 经常会这样问 你以为如何 当他看过助理写的一封信后 他会这样说 或者问人这样造词 会比较好一点 他总是给人自己去做事的机会 他决不告诉他的助手 应该怎样去做 而让他们从错误中 去学习经验 尽量浩文的那种方法 使人很容易改正他原来的错误 运用哪种方法 他保持了对方的自尊 而且使那人有了自从感 哪种方法 也很容易取得对方的真诚合作 而对方不会有任何的反抗 或是拒绝 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而不触犯或引起反感 第四项规则是 法文时 要用直接的命令 第五章 让对方保持他的面子 数年前 美国奇异电器公司 遭遇到一张很不容易应付的事 就是他们打算 借去斯坦米兹的部总职位 对于电学方面的学识 斯坦米兹 可以选得上市唯一等的人才 那时 他担用料会计部的部长 他等于废物 由于斯坦米兹 是电学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又很敏感 且公司不懂得罪他 所以 公司特别给他一个新投行 请他担任其异公司顾问工程师 而令他他人 担任那一部的部长职位 斯坦米兹很高兴 其异公司的主管人员 也很满意 由于他们在平和的气氛中 调动了一位有怪癖的高级职员 而他们之间 并没有发生了任何不愉快的事 因为他们让斯坦米兹 顾存了他的面子 顾存到一个人的面子 那时多么重耀 可是我们之间 很少有人想到过 我们担任别人的感情 担留一丝的余地 担别人的错处 或者加以恐吓 当着别人面前 担拼他的孩子 或是他所顾佣的用功 毫不顾虑到别人的自尊 其实 我们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上一相再说一 两句体出的话 两解到对方的观点 就可以解除很多词痛 下次如果我们需要辞退佣人 或是故员时 应当记住怎样做 现在我引述 会计师教雷奇给我的一封信 辞退故员 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被辞退的人 当然更不觉有趣可言 我负责的业务 都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每年的三月 我都需要辞退一批故员 在我们这一行业中 有一句俗话 没有人愿意掌管苦头 结果 就形成一种习惯 而迅速解决愈好 在我解聘一位故员时 总是这样的说 请坐 现在季节已过 我们只乎已没有什么工作可未做了 当然 我相信你事前也知道 我们只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才请你门牌帮忙 我所想的这些话 对这些人的影响 是一种失望 这种被人辞退的感觉 他们当中多数是终身 在会计行业中讨生活的 他们对这些草率辞退他们的机构 并不显得特别的喜爱 最近 当我要辞退那些难外故员时 就稍微用上一点受缓 我把每人在这一季中的工作成绩 小看过后 才召见他们 我对他们的谈话是这样的 某某先生 你这一季的工作成绩很好 前次 我派你到祖亚克城办的那件事 的确很难 但是你却扮得有声有声 公司有你这样的人才 实在幸运 你很难干 你的前途软大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会有人欢迎你的 公司肯相信你 肯挡激你 希望你有空上来玩 结果如何呢 这些被辞退的人 心情似乎舒服多了 他们不再觉得是受了委屈 他们知道以后如果这女再有工作时 还会请他们来的 当我们第二季 又请他们来时 他们对我们这家公司 更加有亲切的感觉 以古的马洛先生 有一种奇妙的才能 他专门劝解两个水火不兼容的生死仇家 他是如何做的呢 他很仔细的找出双方都有理的事实 对于这一点他加以赞许 直到双方满意为止 并且不论最后如何解决 他决不说任何一方有错 每个仲裁者 都懂得让人保存他们的面子 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人物 他们不会借着以自己贸方的成就 例如有这样一件事实 经过数百年的敌对仇事 可以其人在1922年 决定要把希腊人驱逐出境 可以其总统海门尔 曾经的向士兵说 你们的目的地就是地中海 就这样一句话 一项近代史上最激烈的战争 就开始了 这场战争的结果 土耳其获胜 当希腊的两位将军铁考 比斯和迪帕尼向海美尔潜降时 沿途受到土耳其民众的辱骂 那时 海梅尔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 显现出一副羞慕的态度来 摊压住他们的手说 两位请坐 你们一定感到疲倦了 海梅尔谈过战争情况后 为了要减少他们心理上的苦痛 就即算 战争就像一场竞技比赛 有时候高手也会终于到失败的 海梅尔虽然获得了光明的胜利 可是他记住这项重量的规则 也就是我们第五章里的规则 那时 顾全对方的面子 第六章如何鼓励人们成功 我很早就认识巴洛 他对狗 马的性情很了解 他把他不生的精力 都用在马戏团和技术表演团上 我喜欢用他训练新狗做戏 我有注意到 在那头狗动作上 稍有进步时 巴洛会拍拍他 称赞他 还得他肉弃 那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训练动物的人 几世几来 都运用这样的技巧 我很奇怪 当我们想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时 为什么不用训练狗那样的技巧呢 我们为什么不用肉 来替代人编离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用称赞来替代集备呢 即使只有稍微的进步 我们也要称赞 这样可以鼓励别人继续进步 洛斯玉祥发觉 即使对星星监狱里的亢肯犯人 赞想最微小的进步 有时有效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知道洛斯玉祥的一封信 他信上这样说 我发觉对于犯人们的疼劳 如果加以识道的夸张 要被严厉的惩罚 称赞他们的过失 更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更能促进他们恢复人格 我从来没有在星星监狱 坐过六至小目前还没有 那时我可以回想 我过去的生活中 有若干地方 应几句赞美的话 而心心改变了 我请过将来你这一生中 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情形 历史上有关青寨 给人神奇力量的例证 真是不胜回举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五十年前 有个十岁的孩子 在那波尔斯一家工厂女做工 那孩子从小就怀着一个理想 希望将来成为一个歌唱家 那时他的第一位老师 就给了他一个打击 那位老师说 你不能唱歌 你的松脂很坏 所发出来的声音 最难听也没有了 那时那孩子的母亲 一个贫富的农家伴侣 他怒着自己的孩子 请赞他他告诉自己的儿子 说他能唱歌 他已经看出他再进步了 母亲公主的去做工 为的事省下前 来急儿子抚音乐班的学费 那位文家母亲 鼓励自己的儿子 而终于改变了这孩子的一生 你也许曾听过这孩子的名字 他就是当代一位 结束歌王卡罗沙 去多年前 倫敦有个年轻人 他认为自己能成为一位作家 我是他所有的遭遇 都事与愿违 处处都没有尽跟他属 对自己的他所受到的学校教育 不到四年 他父亲因为魂不器杂而入育 使这个年轻人 饱残饥我的滋味 最后 他找到一份工作 是在一间老鼠满地跑的货仓里 连条墨水平上的纤条 夜晚 他跟另外两个 来自铃铛贫民挖的空中环桶 住在楼顶的一小间暗房里 他对于写作的自信心肯薄样 当他第一篇稿子完成时 生怕会给人家击笑 只得在夜间 照照地把稿子投入游箱里 他接连的写稿 投稿 但他所寄出的那些稿子 也致缘的都不拒绝退了回来 那时 偉大的一天来日 他的一篇稿子被录用了 其实 他连一心灵的稿费 隐活得到 但录用他那篇稿子的编辑 赞去他的作品 写年轻人高兴极力 流着泪 幻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由于一篇稿子刊登 所得到的称赞和承认 改变了他的终身事业 若不是那次的鼓励 这年轻人可能一辈子 在那满市老鼠的货仓里工作 那年轻人的名字 或许你知道 他就是英国戒文学家 迪真师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 有一个年轻人 在一家店铺里工作 他每天早晨五点钟 就要起来打扫店铺 一天做十四小时的苦工 这样经过了两年 年轻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某天早晨 等不及吃早餐 一口气走了十五一路 去走他那替人做管家的母亲相淡 他像是封了自己 用他母亲屋住开头 他倒就再也不回那家店铺工作了 如果他虽然留在那店中 他就要自杀 他写了一封肯诚而悲惨的相 吸他的老孝掌 说他生意破碎 不想再活下去了他的老孝掌 吸了他一些赞美 说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 应该走一份更适合他去做的工作 然后给他一个教员的职位 哪个赞他 改变了那年轻人的将来 并在英国文学史上 留下一个使人无法磨灭的印象 因为那年轻人从此以后 完成了七十七宝书 用他的笔 赞进了一百多万元 或许未知道他是谁了 他就是英国史学家 韦尔斯 一九二二年 加利光明那有个年轻人 他人照顾妻子的生活 都感到非常困难 星期天 他去教会唱师班卖场 留意在人家婚礼中 替人家唱歌 可以赚最不快钱 他的生活贫困激了 没有能力住在城里 所以他在乡下一座葡萄园里 租一间破旧的房子 每月租金 只有十二年五个 他住的房子 虽然租金非常便宜 可视还是无法负担 使他娜欠了人家十个月的租金 他在环境迫迫之下 在房东集葡萄 以偿还租金 他后来告诉我 那时 他在不得已承认他 窮得没有东西吃时 就拿葡萄来填饱套尺 失望之余 他几乎想放弃歌唱这份爱好 他推销再重弃车谋生 就在这时 他的朋友优是称赞了他 优是对他说 你的松音可有发展的可能 你该去纽约学唱才是 那年轻人最近对我说 就是那一点称赞 那轻微的鼓励 成了他终身事业上的转折点 于是他向朋友借了2500元 去东部学唱 你说他也有听过他的名字 他是一位有名的歌唱家 叫铁贵德 讲到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假如我们激励我们所接触的人 让他们知道自己潜藏著的财富 那我们所做的 不止是改变他们的意志 而是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这话过分吗 现在我们看看一位 已告哈佛大学名教授 有时美国最负声誉的心理学家 兼自学家威廉假武士 所留下的名言 若与我们应当成就的事业相比 我们不过时半省住 我们现在借利用到我们 身心资源的一小部分 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人 就这样的生活住 远在他应有的极限之内 他有各种的力量 可视习惯于不会利用 是的 就如前面所说的 我们具有各种潜在的能力 可视习惯于不会利用 这潜在的能力 其中一项 就是称赞别人 激励别人 让他们知道 自己这股潜在的能力 所运藏的神奇效力 所以 要改变一个人的意志 而不触犯 或是引起反感 第六项 规则是 称赞最细微的进步 而且称赞每一个进步 第七章 吸狗取个好名字 我的朋友 琴德太太 住在纽约白美斯德路 她刚固好一个女佣 告诉她 下星期一开始来工作 琴德太太打电话 会做菜 会照顾孩子 不过她说你平时很随便 还不能将房间整理干净 我相信她说的事没有工具的 你穿的很整洁 这时谁都可以看出来的我可以打倒 你收拾房间 一定同你的人一样整洁干净 我也相信 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是的 她们果然相处得非常好 琴德不得不顾全她的名誉 所以琴德太太所讲的 她真的做到了 她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宁愿自己多费时间 辛苦些 也不愿意破坏琴德太太 对她的好印象 包德文铁路基车工厂总监李华克伦 她说过这样的话 一般人 都会愿意接受指导 如果你得到她的竞从 凌智对她的某种能力 表示竞从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想改善一个人某方面的缺点 你要表示出 她已经具有这方面的优点了 莎士比娜说 如果你没有某种美德 就假定你有 最好是假定对方 有你所要激发的美德 给她一个美好的名誉去表现 她会尽其所能 也不愿意使你感到失望的 雷布里克在她的 在我和梅脱林黑的生活一书中 真聚述一个低悲的 比利时女傭的经人改变 她这样写着 夹碧饭店里有个女傭 每天替我送饭菜来 她的名字叫寻碗的玛丽 因为她开始工作时 是随房女的一个助手 她那副掌相真古怪 一对斗鸡眼 两条弯弯的腿 身上瘦得会有四两肉 精神也事免得无精打采 有一天 当她端住一本面来给我时 我坦白的对她这样说 玛丽 你得知你有内在的财富 玛丽平时 似乎有约触自己感情的习惯 心下会招来甚么灾祸 不敢做出一点喜欢的样子 她把面放到穿上后 才叹了口气说 太太 我是从来不敢想到那些的 她没有任何怀疑 有没有提出更多的问题 她只是回到随房 反复思索我所说 心想这不是人家开她的玩笑 就从那天起 她自己似乎已考虑到那回事了 在她谦卑的心理 而起了一种神奇的变化 她相信自己是看不见的暗色之狗 她开始注意修饰她的面部和身体 她那原来枯毁了的青春 漸漸扬日出青春冰的气息来 两个月后 当我要离开那地方时 她突然告诉我 她就要跟厨师的证明结婚了 她笑笑地告诉我 我要去做人家的太太了 她向我道歉 我只用了这样简短的一句话 就改变了她的人生 雷布里克及洗碗的玛丽 一个美好的名语 而哪个名语 改变了她的一生 当尼士纳要影响在法国的美国士兵的换卫时 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哈巴德将军一位最受人们欢迎的美国将军 她曾经告诉尼士纳说 在她看来 在法国的200万美国兵 是她所接触过最合乎理想 最整体的队伍 这是不是过分的赞许 或许是的 可是我们看尼士纳如何应用她 尼士纳说 我从未忘记把哈巴德将军所说的话 告诉士兵们 我并没有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即使并不真实 那些士兵们知道哈巴德将军的意见后 他们没努力去达到哪个水准 有这样一句古语 如果不得一条狗取个好听的名字 不如把它落死算了 几乎包括了富人 窮人 黑盖 盗賊 每一个人都愿意揭震其所能 保持别人赠予她的诚实的美语 星星监狱若长乐斯说 如果你必须去对付一个盗賊 骗子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制服她 那就是待她如同一个诚实 在面的身事一样 打折她是位规规矩矩的证人君子 她会感到受宠若惊 她会狠嬌的认为 有人信任她 那句话太重耀 太好人 我们不妨再说一遍 如果你必须去对付一个盗賊 骗子 其有一个办法 可以制服她 那就是待她如同一个诚实 在面的身事 打折她是位规规矩矩的证人君子 她会感到受宠若惊 她会狠嬌的认为 有人信任她 所以 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的行为 而不引起她的反感 记住第七项规则 那时 吸人一个美名让她去保存 第八章 使错五看起来容易改正 我有一个尚未结婚的朋友 年约40岁 不久前才订婚 她未婚妻短她学跳舞 我所请的第一位老师 说的话可是值一点 她告诉我说 我的舞步完全不对 必须从头再学起 但那使我很悔心 我无心再继续耗力 所以我辞掉她 第二个老师 说的也许不是实在话 可是我听了很高兴 她难忘的说 我跳的舞步有点构式 可是基本报纸是对的 她说我不难学会几种流行的新舞步 第一个老师 打烧了我的兴趣 第二个老师恰好相反 她不断的称赞我 减少了我舞步上的错误 她肯定的对我说 你有一种肯自然的韵律感 你该是一位天才的舞蹈家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其实是一位第四流的舞蹈者 可是 像我心里 她希望她所说的也许是真的 是的 或许是我付了学费 才使她说一句话的 但 无论如何 我现在所调的舞步 要被她还没有说 我有一种肯自然的韵律感那句话词 感到好得多了 我感谢她 她那句话鼓励了我 给了我希望 使我自己愿意改进 告诉一个孩子 一个丈夫 或是一个员工 她在某一件事想愚蠢之极 会有一点的天理 她所做的完全不对 那你就破坏了 她想要进取 尚尽的心情 可时 如果 运用一种相反的技巧 多给人们一些鼓励 把事情看成很容易 使对方知道 你对她有信心 她有尚未发展出的才干 那她就会付出最大的努力 争取到这个胜利 那是汤姆士所用的方法 她该是人类关系学上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她会承传你 吸你信心 她用勇气和信任来鼓励你 我仍在举出一个例子来 最近我和汤姆士 呼呼消我专门 星期六晚上 她们让我一起玩条牌 条牌 那对我来港 似一笑不通 这游戏 对我就像一个极神秘的迷 不 不 我不会 不得不姐让船 汤姆士说 但以这并没有什么技巧 在玩条牌时 只要用点记忆和判断就好了 此外就谈不上任何的技巧了 你曾写过一张 关于记忆方面的文章 所以条牌对你是一项 亦容易学会的游戏 这时我有心以来 第一次坐在条牌场上 那是由于汤姆士说 我有玩条牌游戏的天才 而使我感觉这种游戏的不难 谈到条牌游戏 写我想起黑白信来 凡玩条牌的场所 没有人不知道黑白信 这个名字的 他所住有关条牌的书籍 已经亦成十二种语言 销售法行的数量 不下一百万册 那时他曾经这样跟我说过 若不是有一个年轻少傅告诉他 说他有玩条牌的天才 他一定不会以玩条牌游戏为职业 当他在1922年来到美国时 他打算走一个教哲学 或是社会学的职业 可是没有结果 后来他替人家推销煤 结果失败了 最后他替人家推销咖啡 也一无所成 那时候他从未想到 去教人玩条牌游戏 他不但是个不正于玩牌的人 而且很固执 他常会找出很多麻烦的问题 去问对方 所以谁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玩牌 后来他遇到一位美丽的桥牌老师 迪伦女士 对他发生了爱情 他们就结婚了 当时 迪伦注意到 他十分细心地分析自己手里的牌 于是说他对于桥牌 有潜伏的天才 黑白者对我说 就是由于迪伦那句话的鼓励 寻他后来成为职业的玩桥牌专家 所以 如果你要改变人们的意志 而不触犯 或是引起反感 第八项规则是 用鼓励 使你要改正的错误 看来很容易做到 使你要对方所做的事 保障很容易做到 第九章使人们乐意做你所要的事 1915年 美国举国震惊 因为就在一年间 欧洲各国被此残杀 规模之大 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 和平能实现吗 没有人知道 那时 威尔信总统决心 要为这件事而努力 他要派一个代表 一个和平专事 去和欧洲那些公分和卫商 当时国务卿 是主张和平最有力的人 他希望为这件事奔走 他看出这事 个绝好的机会 可以形成一张 名随后世的伟大任务 我是威尔信总统 却派了另外一个人 那是 我回答说 总统认为 一位政府大任担任这件事 是非常不适的 如果去了哪里 会引起人们极大的 却以美国政府 怎么派一个国务卿 来参伤此事 你是否有 看出这画中的暗示 却思想教似乎就在 告诉伯雷因 他的职位是何等重要 担任那行工作 是极不适合的 以伯雷因满意 基竟而负于社会 处世经典的却思想教 他做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中 一行重要的规责 那时 尽管使人们乐意去做你所建议的事 威尔逊总统请默克道 做他的国员时 有运用了这行规则 那是他能给任何人的最高文语 可视威尔逊总统的做法 更使别人感觉到自己家负的重要 这类是默克道自己最熟的做事 威尔逊总统说 他正在组织外国 如果我答应担任财政部长一职 会使他非常高兴 他把这件事说得叫人非常的开心 怕使我觉得 我如果接受这行为御 就好着我帮助他一个大忙 我是不幸的 威尔逊总统 会有永远运用哪一种手腕 如果他运用了的话 历史的演变 莫去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例如 关于美国加入国际联盟 并没有获得议院和共和党的赞同 威尔逊总统拒绝大洛德 有时 或是其他著名的共和党党员脚行 参加和平会议 反而带了两个港内 并没有名望的人去参加会议 他冷漠了共和党 不使他们觉得 创办过年是他们的意见 这是他的意思 不要他们插手 威尔逊总统的处置 摧毁了他自己的事业 捉害了他的健康 甚至影响到他的寿命 使美国始终未加入过联 并且改变了以后世界的历史 著名的双逸业 出版商 永远遵守这项规则 使人们乐意去做你所建议的事 他们明确的利行这项规则 名作家亨利说 那家双逸业 有时拒绝替他出版我一部书 可是拒绝得非常献充得体 努不使人有不愉快的感觉 亨利觉得双逸业虽然拒绝了 可是比别家接受他的小说 还值得高兴 我认识一个人 有许多人请他去演说 因此 他必须拒绝不少人 来邀请他的 都是他的朋友 或是那些极有交往的人 然而 他远持得非常巧妙 对方虽然遭他拒绝 可是还感到满意 他是如何应付他目的 是告诉他的朋友 太忙抽不出时间 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 不是的 他表示感激对方的邀请 同时感到非常抱歉 接着他建议 一位能代替他演说的人 也就事说 他不会使人感到不愉快 他会作这样的建议 你为什么不请我的朋友 《门洛克林英报》的篇车 洛达斯先生 替你们演讲 你有没有想到 那位浩克先生 他曾在巴黎住了15年 关于他在欧洲 作通讯员的经验 相信会有许多 惊奇的故事可说 还有那位浩法洛先生 他有很多在印度打力的影片 曼特是纽约一家 曼特印刷公司的经理 他要改变一位技术师的态度和要求 而不引起反感 这位技术师负责管理药干台打自己 和其他日夜不停在运转的机器 他总是保怨工作时间太长 工作太多 他需要一个助手 那时那位曼特先生 会有缩短他的工作时间 会有替他添任何一个助手 他使这位技师高兴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 曼特想出的主意很简单 他跟那位技师一间私人办公室 办公室外面挂上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投行服务部主任 这某一来 他不再是任何人 可以随便下命令使唤的修理将略 他现在是一个部门的主任 他有了自尊自从的感觉 这位服务部主任 现在很高兴 已不再抱怨 事不是太幼稚了 或许时的可视就有这样一件事 发生在拿破仑身上 当他训练人与军时 发出一千五百枚十指挥将 给他的士兵 奉他的十八位将军 为法国大将 称他的军队 为伟大的军队的时候 人们也说他闲止气 计笑他拿玩具 跟那些出生日死的老军人 拿破仑没答算 是的 有时人就是受玩具所统治 这种以明显 或权威赈雨的方法 对拿破仑有效 对你同样有效 例如前面我曾提到过 我的一个朋友 紐约的琴德夫人 他家里有一块草地 常被那些环皮的孩子所踩坏 使他受到很大的困扰 琴德夫人对那些孩子劝告 客虎都不管用 可视终于给他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他从他们之间 走出一个最坏的孩子 拎金那孩子一个名显 使他有一种权威的感觉 他叫那孩子做他的文化 专门征刹那些侵入他草地的孩子们 他借个办法果然有效 做他密砍的那个孩子 在后面丸子燃起一堆火 把一条铁棍烧得红的 恐吓那些孩子 谁再闯进草地 他就用烧红的铁炒水 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所以你要改变他人的意志 而不引起他的反感 好远 第九行规之事 使人们乐意去做你所建议的事 提要改变人而不触犯 或引起反感的九种方法 第一行规则 用称赞和真诚的欣赏做开始 第二行规则 间接的指出人们的错误 第三行规则 再批评对方支持 不妨先谈谈你自己的过错 第四行规则 发问时必用直接的命令 第五行规则 顾全对方的面子 第六行规则 称赞最细微的进步 而且称赞每一个进步 第七行规则 推人们一个美名 让他去保存 第八行规则 用鼓励 使你要改正的错误 看来肯易做到 使你要对方所做的事 保障肯易做到 第九行规则 使人们乐意去做你所建议的事 第五篇创造奇迹的信件 我敢打倒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说什么 你可能正对自己这样说 创造奇迹的信件 太可笑了 那是卖狗皮高药的药品广告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会怪你 若是十五年前 我拿起这样的一本书 我又会有哪样的想法 是不是觉得怀疑 好吧 我喜欢好怀疑的人 我在二十岁以前 一直住在米苏女州 我就喜欢不相信的人 似乎人类思想之所以有进步 都是从怀疑 发问和挑战以来的 我们应该诚实 将我用创造奇迹的信件 这题文是准确的吗? 五 坦白的说 那是不准确的 说实在的 这个标题法事实轻描淡写了 这女所发表的信件 她所获得的结果 被批评有比奇迹好上一倍的效果 随下这个段语的 那是坦克她是美国一位 最著名的推销专家 责担人民维尔公司 推销主任 现在是比德公司广告主任 同时也是全国广告联合会的主席 坦克先生说 她以前既级代理商的孙文险健 所得到的福咸 总数不到发出信咸的8% 如果有15%的回信 她就认为是很不错了 她还这样告诉我 如果回信比例达到20% 哪该是奇迹了 我士坦克有一封信 即在本篇中披露出来的这封 它的比例数 竟达到42.5% 也就是说 比奇迹还好上一倍 你别发笑 这封信不时而弃 也不是意外 其他许多信件 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它是怎么做到的 这士坦克自己说的 在我加入卡内基先生讲习班后 信件的效力 立即增加 我知道我过去所使用的方法 完全错误 我试行这本书上的每一个原则 结果我发出的信咸 竟增加百分之五百到百百的效果 这女是原信这封信女的语气 含义 此人很愿意为发信人做一点事情 并且使对方有一种自从高贵的感觉 我的评语 注在括号女 亲爱的贝来克先生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帮我解决一点小困难 让我们先把情形弄清楚 市民一个远在亚里桑那州的木材商 突然接到纽约敏维尔公司 一位高级职员的来信 而这封信一开头就说 那位纽约的高级职员 要请对方帮助他解决一行困难 我们可以想象到 阿里桑那州的那位木材商 会对自己这样说 好吧 如果纽约那位先生 真遇到什么困难 那他时找对人了 我一向愿意帮助人家 我看看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 去年 我曾使我们公司相信国家木材代理商 销售增加的原因 是由于我们敏维尔公司 举办了直接通讯的效果 最近 我记出各商家的询问险见 有1600发封 使我感到兴奋的事 已收到他们福行数发封 那表示他们赞成这项 合作有显著的效果 因此 我们又完成了一项 直接通讯的新计划 相信你又会喜欢的 可是 今天早晨我们公司总经理 和我讨论到 关于去年所实施计划的报告 并问我关于 燃热方面的情形如何 究竟有约干买卖成交 所以 我必须请你帮助我 让我能获得这项资料 请你帮助我获得这项资料 这是一句很好的措辞 那位纽约大商人说了实在话 而他也吸引在 阿里桑那州的一个代理商 承执而恳致的从事 可是需要注意的是 坦克并没有说出一句 他公司如何从事的话 可是 他使对方立即知道 他是如何需要 对方的事与和帮助 坦克又向对方承认 亦需要对方帮这个我 不然无法向总经理作业圆满的报告 阿里桑那州那商人 也具有普通的人性 当然喜欢听这些话 我请求你帮助的事 一 再来咸附上的明信片上 请你告诉我 去年尼所成交的生意 由雅兮市由直接通讯 获得成功的 二 请你告诉我 雅兮买卖的总额是多少 如果你肯自下福咸 我非常感激 我对你所提供的资料 极是珍惜 而且感谢你的好意 推销部署任坦克紧启 这是很简单的一封信 时不时 但它强能产生奇迹 因为请对方帮忙 使对方有了自尊 自从的感觉 哪种心理学是有效的 不论你是销售海绵屋顶材料 或者是左福特汽车去欧洲旅行 现在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和他路 有一次去法国内地 坐汽车旅行的时候 突然迷了路 我们把那部老爷车停下 问当地的村民 我们如何可以驶去一个大阵 这问路的效果 就像通料建楼一样 这些人村的线牌 以为所有美国人都是有钱的 而汽车在那一带 更少见到 架着汽车游览法国的美国人 一定是百万富庸 也许就是汽车大王福德的唐兄唐弟 我是他们知道的事 有些事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被他们有钱 但我们把帽子绝下 恭敬有礼的向他们问路 就吸了他们一种自从感 他们立刻开始说话 其中有一个 似乎觉得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叫旁边的人都安静下来 他想要一个人享受 这种自尊我们迷惑的快感 你不妨自己试一试 当你下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把一个看来经济 社会阶层 比你低的人拦住 问他说 他知你肯不肯帮我解决一点困难 请你告诉我如何都某某路 我 第六篇使你的家庭和目的七种方法 第一章如何最快速的字 或婚姻的坟墓 八个皇帝拿破仑三世 就是拿破仑黄纳派德的正义 他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以及你的巴女伯爵 最入情网接住 他们结婚了 他的那些大神门纷纷指出 迪巴仁是西班牙一个 并不从要的白着的女儿 可是拿破仑回答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 他的优雅 他的青春 他的诱惑 他的美丽 使拿破仑感到幸福 拿破仑在一次 最歪言激烈的言论中 向全国宣布说 我已挑选了一位 我所敬爱的女人 做我的妻子 我不想娶一个 我素不相識的女人 拿破仑和他的身夫人 他们具有健康 权力 慎望 礼貌 爱情 一对美满婚姻所完全具备的条件 婚姻典然的胜火 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光亮 这样白义 可时 没有多久 这古次列 灰黄的光芒 漸漸冷却下来 终于成了一堆的陈灰 拿破仑可以使迪巴小姐成为王后 可视他爱情的力量 过王的权威 却无法制止 他对他无理的谍谍不悠 迪巴受窒度所困扰 遭移居所自我 使他无慢他的命令 甚至不许拿破仑有任何秘密 他藏进拿破仑 正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办公室 他讨委了拿破仑与大神闻之间 正在讨论中的传业会议 他不允许他单独一个人 总讨拿破仑 会跟其他的女人相好 他常会去找他子子 抱怨他的丈夫素负 屋邮 孽孽不悠 他会重进他的书房 普挑如雷 我言漫漫拿破仑拥有 许多顾励的公室 身为一个的元首 他找不到一间小屋子 能使他明正安居下来 伊琴尼迪巴小姐的哪些炒鸟 所获得的是些什么 这女就是答案 我现在从来因哈达名著 拿破仑与伊琴尼迪巴 一幕帝国的悲喜剧 一书上 站六下来 以后 拿破仑时常在晚间 从宫殿一线小门潜出 永远没遮住眼 有一个亲信是从 陪他去与正期待着 他的一个美丽女人优惠 他们或者会在巴黎城内漫游 或是观想平时国王 所不意见到的那些夜生活 拿破仑的那类情形 就是伊琴尼迪巴小姐所留下的成绩 事实上 他高居法国宝座 他的美丽 倾过倾城可视以他皇后之尊 有倾过倾城的美丽 却不能使爱情在丑闹的气氛下存在 伊琴尼增放声哭素说 我所最怕的是 终于临到我身上 临到他身上 那是他够游自取 自己找来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 完全是错在他的质道 和叠叠不忧的丑闹 地狱中的魔鬼 所发明的种种毁灭爱情的烈火中 丑闹是最可怕的一种 就像被毒蛇咬到 决无生亡 我个大文毫托以斯泰的夫人 也有这样的发现 可是已经太晚了 当他在临死前 向他女儿参悔说 你父亲的去世 是我的过错 他的女儿们 没有回答 而是失声捅哭起来 他们知道母亲说的事实在玩 那是他们的母亲 不断的抱怨 长久的批评 父亲在这情形下去世的 可是托以斯泰白杖 和他的夫人 照理他们处在优越的环境里 应当十分快乐才对 托以斯泰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他那两部名著 战争与和平和安娜 他年尼南 在文化领域中 永远闪耀著光辉 托以斯泰背受人民所爱戴 他的赞赏者 甚至于终日追随在他身边 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腹敗出的记录下来 即使他说了这样一句 我想我该去睡了 将那样一句平淡无奇的话 也都及记录下来 现在苏模政府 把他所有写过的字句 都印成书籍 这样合起来有一百卷 除了美好的声喻外 托以斯泰和他的夫人 有财产 有地位 有孩子 好天下 几乎没有像他们那样美满的姻缘 他们的结合 似乎是太美满 太热烈了 所以他们跪在地上 祷告上帝 希望能够继续致给他们这样的快乐 后来 发生了一桩惊人的事 托以斯泰漸漸的改变了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对自己过去的作品 竟感到羞愧 就从那时候开始 他把成余的生命 贡献于死宣传和平 消灭战争 和解除贫困的小策子 他曾经替自己懺悔 在年轻时候 犯过各种不可想象的罪 我和过错甚至于谋杀 他要真实的尊重 耶稣基督的教训 他把所有的田地給予别人 自己过着贫困的生活 他去田间工作 垢木 堆草 自己做鞋 自己扫 用木板承贩 而且尝试尽量去爱他的宠地 托以斯泰一生的过程 该是一幕悲剧 而造成悲剧的原因 是他的婚姻 他妻子喜爱奢侈 灰荣 可是他的轻视 比弃 他可望着显赫 凌遇 和社会上的赞美 可是 托以斯泰对这些 却不是一步 他希望有金钱和财产 而他却认为 财富和私产是一种罪恶 这样经过了好多年 他吵闹 弯骂 不叫 因为他坚持放弃 他所有作品的出版权 不收任何的稿费 返税 那时 他的希望得到 诚压方面未来的财富 当他反对他时 他就会像封了自的哭闹 倒在地板上打滚他手里 拿了一瓶鸦片烟膏 要吞服自杀 同时还动客丈夫 说要调整 在他们生活过程中 有一件事 我认为是历史上 最悲惨的音乐 我已经有说过 他们开始的婚姻 是非常美满的 可是经过四十八年后 他已无法忍受 再见到自己妻子一眼 在某一天的晚上 这个年老伤心的妻子 狂望着爱情 他跪在丈夫室前 要求他朗证五十年前 他为他所写 最美丽的爱情诗章 当他独到 那些美丽 甜蜜的日子 现在已成了世去的回忆时 他们两都激动的痛苦 起来生活的现实 和世去的回忆 那是多么的不同 最后 是不允许他的妻子来看他 这是托尔斯泰夫人寶怨 和歇斯底里 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人们认为 他在若干地方吵闹 也不能算是过犯 是的 我们可承认这样的说法 那是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而最重要的是 那种劫劫不休的吵闹 是否对他有了偶重帮助 还是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想我真是神经失常 托尔斯泰夫人 过不到那句话时 已经晚了 臨本一生过程中最大的悲剧 也是他的分音 请你注意 不是他的鼻翅 而是他的分音 当波斯向他放窗时 他并未感觉到自己受了傷 原因是他几乎每天生活在痛苦中 他的法律同仁哈顿 形容林肯在他23年来所过的日子 都是处在由于分音不幸 所造成的痛苦中 分音不幸 那几乎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林肯夫人都是叠叠不休 困疲了林肯的一生 他永远抱怨 永远批评他的丈夫 他认为他丈夫林肯的一次 会有一件事对的 他抱怨丈夫 居布中会有一点胆性 动作一点也不斯文 甚至做出丈夫那夫模样来嘲笑丈夫 他叠叠不休的 要他改变走路的样子 他不爱看他两只大耳朵 和他的头成直角的 甚至使他丈夫的鼻子也不停静 有此他嘴唇如何难看手脚太大 天天怒到有这魔小 他又说他丈夫像个奴病鬼 林肯和他的妻子 在各方面都是相反的在教养方面 環境方面 性情上 自趣上还包括智能和外貌 上他们是尚被此激怒的事 以故障语言彼不遂知 是研究林肯传记的一位权贵 他这样写著 林肯夫人那尊瑞刺耳的声音 隔着一条街都可以听到 他不断地怒孝 煩住在隆近的人们都听得见 他的烦恼 常用言语以外的方法发示出来 而要形容他那顾愤怒的神情 很不容易 有这样一个例子 林肯夫妇结婚后不久 和兜里夫人住在一起他市 村庭镇上一个医生的寡妇 或许为了贴宝家里一份收入 不得不让人进来记住 有一天早晨 林肯夫妇两人 正在起早餐时 林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 激起他妻子的暴怒 林肯夫人在醒悟下 端起一杯宜咖啡 潮丈夫的眼想 潑去他市当住会多住口面前 怎样做的 林肯不说一句话 就忍住气助在那里 这时后利夫人过来 用一块毛巾 把林肯脸上和衣衫上的咖啡色去 林肯夫人的质度 几乎达到 以使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他是那样的兴狠 激烈只须读几段他当住众人面前 所做的可怜刁人的事 就是75年后 读到这些事 还会令人气惊 他最后精神失常了 如果我门口道的说他一句 那时说他一向就有点神经质的 所有那些丑闹 浙骂 叠叠不忧 是不是把林肯改变了 从另一方面说 是的 那各实改变了 林肯对他的态度 那使他后悔这种不幸的婚姻 而且使他尽量避免跟他见面 春田镇有11位律师 他们登陆都擠在一个地方户口谋生 所以他们常骑驻马 跟着当时担任法庭政务的台为司法官 去其他各地那样 他们才能在第八司法区里角镇的法庭上 走点工作 其他律师们 谁都希望周末回春田 会去跟家人宽度周末 可是林肯不回春田 他就怕回家 春季三个月 秋季三个月 他宁愿留在他乡 不愿意走近春田 他每年都是如此 住宿镇上小女殿 不是一宗舒服的事 可是林肯愿意单独住在那里 不想回家去听他太太的不忧的丑闹 这就是林肯夫人 伊藤尼皇后 和托尔斯太夫人 他们和丈夫爭闹后的结局 他们所获得的 是生命过程中 一目非奇的收场 他们把真爱的一次 和他们的爱情 就这样毁灭了 海姆白隔 他在纽约家事室工作十一年 增加月果数千件的怀气案件 他对这方面 有这样的见解 他说 男人离开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是因为他们的妻子 又吵又闹 蝶蝶不休 波士顿邮报上 曾报道出这样一次 他多做妻子的 连续不断 一次又一次再来地挖掘 而完成了他们一座分音的坟墓 所以 要保持你家庭的美满 快乐第一项规则是 蝶蝶蝶蝶不休 第二 将爱就让他自在的生活 英国大政治家迪斯瑞里说 我一生 或许有个不小错误和鱼行 可时我绝对不打算为爱情而结婚 是的 他果然是没有 在他35岁前没有结婚 后来 他向一个有钱的寡妇求婚 是个年纪给他大15岁的寡妇 一个经过50寒暑 头发灰白的寡妇 那是爱情 不 不是的 他知道他并不爱他 而是为了金钱而娶他 所以那路寡妇其要求要一件事 他请他等一年 他要给自己一个观察他品格的机会 一年终于 他和他结婚了 这些话听来特美 平淡无奇 几乎像做一次买卖 是不是 可时 私人闻难以了解的是 迪斯瑞里的这桩婚姻 最被人称重是对最美满的婚姻之一 迪斯瑞里所选的那个有钱的寡妇 既不然卿 又不漂亮 是个经过半世纪岁月的婚人 当年差得远了 他的谈话 尚会犯了文学上 历史时迹上极大的错误 往往成为任回继绍的对象 例如有这样一中有罪的是他永远弄不清楚 是先有希腊 还是先有罗马 他对意识装扮 更是离奇古怪 完全来了谱 至于对屋子的层次 也是一步不通的 我是 他是个天才 他在对婚姻最重要的事情上 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对待一个男人的艺术 他从不让自己所想到的 跟丈夫的意见对此 相反 每当一整个下午 迪斯瑞里跟那些敏裔反映的贵夫人们 对答谭话 而心疲力气的回到家里时 他立刻使他有个安静的休息 再者个愉快日增的家庭里 在相敬余奔的喜分中 他有个静心休息的地方 迪斯瑞里跟这哥 给他年长的太太一起时 那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时候 他是他的言内作 他的亲信 他的顾问 每天晚上 他从众议院匆匆地回家来 他告诉他白天所看到 所听到的新闻 而最重要的凡是他努力去做的事 他决不相信 他是会失败的 马领安这哥五十岁再结婚的寡妇 经过三十年的岁月 在他认为 他的财产 所以有价值的原因 那是因为能使他的生活正安日赦 反过来说 他是他心中的一个女英雄 迪斯瑞里在他去世后 才丰收百着的 可是当他还是平民时 他曾成为多利亚女皇宫 受玛丽安为贵族 所以在168年 玛丽安封落为不恩菲尔特女子像 无论他在众人面前 所表现的是如何的愚蠢 等着 他从来不批评他 他在他面前 从不说出一句责备的话 如果有人嘲笑他时 他立即为他强烈的辩护 玛丽安并不完美 可是在他后三十年的岁月中 他永远不会断于谈论他的丈夫 他称赞他 因配他 结果呢 这是迪斯瑞里自己说的 我们结婚三十年 我从没厌断过他 可是 有些人会这样想 玛丽安不知道历史 他一定是愚蠢的 在迪斯瑞里这方言 他认为 玛丽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那是他毫不忍畏的 结果呢 玛丽安常告诉他的朋友们说 感谢上帝的慈爱 我的一生 是一连串长久的快乐 他门两之间 有一句笑话 迪斯瑞里争这样说 你知道 我和你结婚 那仅仅是为了你的钱 玛丽安笑着回答 是的 但如果你再一次向我求婚时 一定是为了爱我 你说对不对 迪斯瑞里承认 那是对的 不 玛丽安并不完美的 可是迪斯瑞里够聪明的 让他保持原有的他 假母真这样说过 跟人们交注 第一件应学的事 哪是不干涉人们 自己原有哪种特殊快乐的方法 不得在他所处一部 有关关方面的书上 有这样的写著 婚姻的成功 哪不知是尋找一个适当的人 而是自己该如何做一个适当的人 所以 你要你家庭有个美满 快乐的生活 第二项规则是 你尝试改造你的伴侣 第三将这样做 你就快要离婚了 迪斯瑞里 在公众生活中的敬敌 是 叫雷斯东 他们两人 凡遇到国家大事 有可争变的 就会起冲突 可时 他们有一件事 都是完全相同的 哪是他们私人生活 都非常快乐 叫雷斯东姑姑娘 共同度过了59年美满的生活 我们很愿意想像到 叫雷斯东这位英国尊贵的手伤 夹着他妻子的手 作围绕着雷子的地毯上 穿着歌的雅幕情景 叫雷斯东在公共场合 是个令人可怕的敬敌 可时在家里 他决不批评任何人 他每当早晨下流吃饭 睡到家里还有人睡着上未起床时 他会运用一种温柔的方法 且替代他原来该有的宅备 他提高了桑子 唱出一首歌 仰屋子女充满着他的歌声 那是告诉还没有起床的家人 英国醉亡的人 独自一个人 在等候他们一起用早餐 叫雷斯东有他外交的手腕 可时他体贴别人 竭力避免家庭中的批评 俄国女王海塞林 也曾经这样做过 他统治了世界上一个面积疗敷的帝国 掌握千万民众生杀与夺的大权 在政治上 他是一个残忍的暴君 好大喜功的接连战争 只要他说一句话 敌人就判处了死刑 可时 如果他的厨师把肉包招了 他什么话也不会说 微笑着气下去 他这个容忍 那是一般男士们所效法的 陶洛塞迪克斯 是美国研究不幸婚姻原因的权威者 他提出这样的见解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婚姻都归于失败 为什么他多甜蜜的美梦 会在结婚以后全部捉招呢 他知道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批评无用的 令人心碎批评 所以 如果你要保持你家庭的美满 快乐 记住第三项规则 那是 不要批评 如果你要批评你的孩子 你以为我会怨了你被那魔做不 不是那回事 我只是要这样告诉你 在你批评他们之时 不妨先把那篇 父亲所忘记的的文章看一下 这篇文章 自在一本家庭雜誌 评论上刊登出来的 我们获得原住者的同意 特地转载在这里 父亲所忘记的 是一篇短篇文章 它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 也成了谁都可以分印的动物 前三年 那篇文章第一次刊登出来后 就像本文作者雷米特所说的 在数百种雜誌 家庭机关 和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创出 同时也译成了很多种的外国文字 我曾答应了数千的人 那这篇文章在学校 教会和港台上宣度 以及不计其数的空中广播 而私人感到惊奇的是 大学雜誌采用 中学雜誌也采用 有时候一篇短文 会有奇异的效果出现 而这一篇就是如此 父亲所忘记的雷米特注 我疑 你静静听着 我在你含睡去的时候这样说 你的小手掌握在你压下 金色的头发 吸汗水连接在你压头 我照照地进来你的房女 那是几分钟前 我在书房看书的时候 突然一股强烈的悔意 激动了我的心 使我失去了抗予 使我感到持久的来到你床圆 孩子 这些是我所想到的 是我觉得我对你太苛刻了 你早晨穿衣上我的时候 你用毛巾轻轻擦了下脸 我就责备了你 由于你没有把牙息干净 我也责备了你 当我看到你把东西连丢在地上时 我也大声责备你 吃早餐的时候 我挑定你的过错 算你这又不对 哪又不是你把鼻爪角再穿上 你在面包上敷的奶油太多 当你开始去游戏 而我去赶火车的时候 你转过身来 和我揮手说 爹地 再见 我又把眉咒了起来 算 发回家去 午后 这一次的情形 又再重新开始 我从外面回来 发现你跪在地上玩石子 你物质上有许多破洞 我找到哪些小朋友羞辱你 马上叫你跟我回来 买物只要花钱 如果你自己花钱买的话 就会特别小心了 孩子 你想想 哪种画景有一个做父亲的口中 书了出来 你还记得吗 后来我在书房看布时 你威胁地走了进来 眼泪含着伤感的神情 当我抬头看到你时 又觉得你来扭要我 而觉得肯不耐扮 我没有怒的问你 你想关什么 你没有说什么 突然跑过来 投进我的怀侣 用手臂撩住我头脑 万万你那小手紧紧的撩住我 那时充满了愚武的热情 这种愚武的热情 是想带栽种在你心里的 像一朵鲜丽的花朵 虽然是被人忽略了 可是不会枯毁 你吻了我后 就离开我 口上流去了 孩子 你走后没有多久 我的报纸从手上患了下来 突然一种可怕的痛苦和恐惧 襲击到我身上 哪时习惯知悔了我 整天就骂你 增厌你 吹无求痴的挑你的过错 难道这是我对你的一种奖励 孩子 不是爹地分爱你 不喜欢你 哪时我对你期望太高了 我用了我现在自己的年纪来衡量你 其实 你的反省中 有很多优点 都是令人喜爱的 你有小的心灵 就像神器中的一线曙光 这些都由你突然走进来问我 习晚安的真情上表现出来 孩子 在这静止的夜晚 可照言来到你房里 内就温暖的恨你参加 这是一个不懂事的父亲 一个可怜的父亲 如果你没有谁去 我向你说出姐姐话 尽你赤字的心里 也不会了解的 可事 明天我必须做到的事 做一个真正的好父亲 你笑的时候 我也跟着笑 你痛苦的时候 我愿意陪陪你一起承受这个功夫 当我有时尋不住气要扎为你时 我会罵自己的舌头 把这话阻止下来 我会对自己不见的这样说 自的 他还其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他 还是个小孩子 我恐怕自己 而把你看了一个成年人 我现在看了你疲倦的含碎在小床上 现在我明白过来了 你还是个小孩子 昨天 你还躺在你母亲的怀侣 你把头脸依偎在他的肩上 是的 你还是个眷恋住持母爱苦的小孩子 我对你的要求 实在太多了太多了 第四章使人快乐的方法 洛杉矶一位家庭关系研究会主任包彬洛 他作这样的表示 大多数的男士们 他们曾求太太时 不是去尋找一个有经验 才干的女子 而是再找一个长得漂亮 会奉承他的空荣心 能满足他优越感的女性 所以就有这样一种情形 当一位职任经理的未婚女性 他被男士要去一起戏办事 这位女经理在餐桌上 会肯自然地搬出他在最高学乎 所望到的那些冤博学色来 饭餐过后 这位女经理 会坚持的要负这笔餐账 结果 他以后就是单独一个人用餐 反过来说 一个没有进过高等学乎的女打字圆 被一位男士要去吃饭时 他会热情的注视着他的男本 带着一片样好的神情说 真的 我太喜欢听了你再说些 关于你自己的事结果 这位男士会告诉别人 说他虽然并不十分美丽 可是我从未遇到过 被他更会说话的人了 男士们应该赞赏女人的面部修饰 和他们美丽可爱的服装 可是男士们却都忘了 如果他们稍微留意 就知道女人是多么的尝试衣住 如果有一对男女 再加上遇到了另外一对男女 女士似乎很少注意到 对面过来的男士 而他们似乎总是习惯的注意 对面拿个女子是如何打扮 数年前 我祖母以98岁高龄去世 在他去世前没有多狗 我们拿了一张狠狗以前 他自己的商片给他看他老化的眼睛看不清楚 而他所提出的唯一问题是 那时我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我们不妨想想 一个我藏不起的高龄老太太 他的记忆力 甚至以使他无法辨认自己的女儿 可使他幻想知道 这张老旧的商片上 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老祖母问出那问题时 我就在他床边 这使我脑海中 留下一个狠心狠心的印象 当你们看到这几行字时 男士们 你说他不会记得 五年前 你穿的是什么样的外衣 那一种的衬衫 其实 男士们也没有思考的意思去记他 可时 对女人来讲 就不一样了 我曾经自录下来一篇故事 我相信事实上 不可能会发生的 然而其中吻含着一种真理 所以我要把这故事 再聚述一片 这是一个愚蠢 而又可笑的故事 做一个农家的女子 在一整天奴旅的工作后 当他要吃饭的时候 他在那几个男公面前 放下一大堆的草 那些男公问他 是不是风凉 那女的梅搭说 我 我怎么会知道 你们会注意到这些 我替你们做饭 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那无久长的时间 我从未有听到一句话 一定要请主人把厨师叫来外面餐厅 接受他们的赞美 为什么不用这种同样的方法 在你太太的身上吃一事 当他把一盘鸡 烧得美味可口时 你告诉他 他把这盘菜烧得如何好 使你吃得非常适合 让他知道你懂得欣赏 你并不时再吃草 就像隔音常说的一句话 好好的捧一捧这位小妇人 当你这样做时 不如怕让你太太知道 他在你的快乐中 占着如何重要的地位 迪斯瑞里 是英国一位极富声语的大政治家 那时 我们已经知道 他却不以为羞耻人们都知道 我得到我太太帮助的地方很多 有一天 我翻看杂志时 看到一份有关好罗污 一位著名电影明星 艾迪庞特的绑云记 上面是这样写着 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中 我太太对我的帮助最多 当我还试过孩子的时候 他就是我一个青梅中马的伴侣 他引领我 鼓励我勇往直前 我们结婚后 他把每一块钱折省下来 投资再投资 是我积累了一不财产 现在我们有五个可爱的孩子 他永远为我布置了一个可爱 原来的家 我如果有任何的成就 那完全要归功于我的太太 在好来乌 婚姻是一件冒险的事 甚至于良敦的劳资保险公司 也不愿意打借个赌 在少数几对著名的美满婚姻中 巴克斯特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巴克斯特夫人过去的名字 叫贝雷孙 他放弃了 亦有前途的舞台事业去结婚 可是他的牺牲 定会有损害到他无的快乐 巴克斯特这样说 他虽然失去了 舞台上无数的掌声和赞美 可是现在 我随时随地在他的身旁 他随时可以听到 我那出于油冲的赞美 如果一个做妻子的 想要从丈夫身上获得快乐 便于他可以从他的欣赏和与我终成找到 如果那种欣赏和与我是真诚的 那也是他的快乐所在 你明白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你家庭的美满快乐 一项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第四项规则 那是 给予真诚的欣赏 第五章对女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自古到现在 鲜花是代表爱情的语言 其实不需要花多少钱 尤其是在花季的时候 在街口 路口 都可以看到卖花的人 可是 有没有一个做丈夫的 经常不忘记带一束鲜花 回家给太太 你说可以为 他们都是鲑鱼兰花 再不就是你把他们看作了 遥迟中的仙草 才不须付出哪般的代价 带回去吸太太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太太病到进医院 才恐了一束鲜花去送她 为什么你就不在门天下午下班回家的时候 吸她带回多少玫瑰花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妨试一试 观看效果如何 我因是一个白老会醉亡的人 每天习以为常的吸她母亲两次电话 直到他老人家去洗的时候 你以为每次汪因打电话的母亲 是有什么重点新闻 要告诉这位老人家 不 不是的 注意小地方的意思是 对你所敬爱的人 表示你常想念着她 你希望她愉快 而她的欢愉 快乐 又会使你有同样的感受 女人对生日 或是什么纪念日 会肯从事 那是什么原因 哪个是女人心理上一个神秘的迷 一般男人都把应该记住的日子 忘记得干观静静 可是有几个日子 是千万不能忘记的 就像19xx亡的那一天 是他妻子的生日19xx亡的那一天 是他跟妻子结婚的日子 如果不能完全记起来 最重要的 别把自己妻子的生日忘记 芝加哥一位法官叫蔡巴士 曾处理过四万件 喜于婚姻争执的案件 同时调解了两千对夫妇 他曾这样说过 一张细微的小事 就会成了婚姻不快乐的根源 就拿一张很简单的事来说 如果一个做妻子的 每天早晨对上班去的丈夫 揮揮手 说一声再见 就会避免很多捉上离婚的暗礁的危险 伯朗宁和他夫人的生活 恐怕是史册上最好歌众的事了 他们永远注意到 对方细致的地方 比紫间细微的体量 使他们的爱情永恒 伯朗宁对他哪个有病的太太 在结婚无微不至 他太太有一次写信急怕的姊妹说 我现在开始有些怀疑 我是不是像天使一样的快乐 有若干的男士们 对夫妻家每天发生的 那些琐碎的小事 都太低估量 几样长久下去 每分量了这些事实的存在 就会有不幸的后果发生 淪落 是美国处理离婚案件 最方便和简单的地方 法院每星期开庭六次 平均每十分钟会缺一张离婚案件 你以为有多少婚姻 是真正捉上离婚的暗礁 而几条成为一幕非其的 我敢说 那是极少数的 如果你有这份兴趣 天天再在淪落法院里 听那些元老门所提出他们离婚的理由 你就会知道 爱情是可于世美的小事 现在你把这几句话写下 贴在你好屎里 或是镜子上 请你每天可以看到 这几句话是 这条路我只能经过一次 所以 凡我所能为人做的任何好事 任何一点仁慈 让我现在就做吧 不要辞言 不要忽略 因为我将不会再从这女经过了 所以 如果你要保持你家庭美满 快乐 第五项规则是 随时注意所睡省的小地方 第六章 如果你要快乐 也忽略了这些 但武洛契和贝雷的女儿结婚 贝雷是美国一位大演说家 曾经一度是总统候选人 数年前 他们在苏格兰因特卡内基加里认识后 就一直过着愉快的生活 他们相处融合的秘诀是什么 但武洛契夫人争这样说 我们选择自己叛女时 必须审慎小心 其次就是婚后处以彼此的礼貌年轻的妻子们 不妨就像对待一位客人一样 温柔有礼的对待自己的丈夫 任何丈夫 都怕自己妻子 是个马家的佩妇 无礼 粗暴 会摧毁了爱情的果实 这情形我相信谁都知道 可是我们对待一位客人 总是比对待自己家女人 有礼貌得多 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决不至于插嘴向一位客人说 露天 你又再说那些陈康南调的老故事了 我们绝对不会 尚未获得他人的许可 就策悦人家的信件 同时 我们也不会窥别人的隐私 秘密 可时 我们对最接近 亲密的家人 发现到他们一丝的过错事 就会公然职责 侮辱他们 现在再引用的黑司的话 那是一种令人惊惨的事 可时 完全是事实 对我们说出那些黑暴 没有用 相感情的话的人 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随时乐说 礼貌是内心的一种特质 它可以教人 他略破旧的缘门 而专心注意到原来的好花 礼貌在我们分后的生活中 就像汽车名不开汽油一样 何以母对家里的人 看贴良解 和微不至 他即使心里有不愉快的事 也一定把自己的幽繁藏起 不从自己脸上显现出来 而让家里的人知道 何以母能做到这一点 我是一般人又如何呢 一般人在办公室里 把一件事处理错误 我是丢失了一张生意买卖 级老板 经理批评了几句 他就巴不得赶回家 把从办公室里受到的那股窝囊气 發洩到家人的身上 荷兰人有一种风俗 人们进屋子前 把孩子脱在门外面 我们可以向荷兰人学到这样一个教训 就是回家进门前 把一天所遇到不如意的事 都迎到门外 然后再进去里面 贾武士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 提名为人类某种的愚蠢 他在里面这样的写着 本文现在所要讲的 是人类的麻木愚蠢 当每逢遇到 跟我们自己感受不共的动物 或是人们时 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 我们都患有麻木的愚蠢 多少的男士们 他们不会跟故客 或是伙伴门离心的说话 那时会毫不考虑的 跟他们的太大发威 如果为了个人幸福注尚 他们应该知道 婚姻远离他们的事业更重要 一个获得美满婚姻的人 远离一个孤独的天才 更为幸福、快乐 蘇娃小说家托腾尼 高贵受人们的敬仰 可是他有这样说过 我宁愿放弃我所怀有的天才 和我的住宿 假如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女人 他是关心着 我是否可以早点回家去晚饭 我得幸福婚姻的机会 究竟有多少些 迪克斯女士有这样表示 他认为是失败的比例数 要占多数 可是包饭乐的意见 并非如此 他说 一个人在婚姻上成功的机会 比其他任何事业的成功机会 来得多一个开集货点的男人 失败的机会要占百分之七十 可是进入婚姻的男女 有百分之七十是成功的 关于婚姻的问题 迪克斯女士作下面这样一个结论 他说 如果要婚姻比较 人的出生 只不过是短暂的一幕 至于死亡 那更不是一件重妖的事了 女人始终无法了解 为什么男人不把家庭也看作一项事业 使这项业务精精日上 成为一个甜蜜 美满的家庭 虽然有若干的男士们 认为娶到一个满意的妻子 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比获得千百万财富还重妖 可是在一般男士们中 很少有人会加以思考 和真诚的努力 以其获得他们分音的成功 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交付在机会上 他们认为成功或失败 那是要看运气如何 女人们永远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男士们 在他们身上 不运用一点外交手盘 当然 如果他们对他们 不用弃压的手段 而使用了若干的温柔 对他们来算 那是有益的 每个男人都知道 他可以插替他太太做任何一件事 而并非时代有某种目的的 如果说 他知道如何称赞太太几句话 说他是男官的主妇 他会更尽尽他的本分 把这件事做得更实传十美 如果有个做丈夫的 赞美他太太去年组的那套衣服 如何的美丽 他绝不会打算 今年再订制一套 巴黎新色的时装 每个男人都知道 他们可以把妻子的男精 吻得白了起来 直到他盲如天赋 只要在他的純粹熱情的一吻 即可视他那如梦泥 而且每一个做妻子的 都知道他准复明白这一次 又是他已经为他预备好了 这个完全的图表 要他照着去做 可视他却又不知道 应该是意爱他 还是应该是讨厌他 因为他宁可跟妻子吵闹后 好快赏钱 替他买新衣 新车 珠宝等东西 而不愿意奉承他一点 他不愿意按他所看望的去满足他 去对待他 所以 如果要保持你家庭的美满 快乐 第六项规则是 要有礼貌 第七章 不要做一个婚姻的文盲 台维斯博士 他是社会卫生机构的总秘书 有一次 他劝道一千位女士 坦白的回答一些有关他们设身的问题 所获得的结果 令人惊差几乎是使人难以自信 那时一般美国成年人的性生活 都不败落 当台维斯收到这一千个婚女的回答后 他正常的发表了他的见解 他指出美国离婚案件主要的原因 是心理想配合的错误 看微顿博士的研究结果 也证实有这样的事实存在 他带了四年的时间 从一百个男人和一百个女人 他们结婚后的性生活中 找到了这个明確的答案 看微顿提出大约有四百个问题 分别问各个男女 关于他们分后的性生活 同时也详细讨论他们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这项研究 带了四年的时间 而这件工作 被认为在社会学上极为长耀 所以引起各持善家所注意 纷纷解囊之作 你若是想要知道 这项实现的结果 你不妨看看 看微顿和麦克高文 他们所处的婚姻的正结 是什么一书 婚姻的正结是什么 看微顿博士说 大多数分后的冲突 并非由于性的配合错误 那只是无断 所谓的精神病理学家的意见 也就是说 如果夫妇之间 性生活十分美满 其他许多小的冲突 也自然地消失了 鲍斌诺博士 是洛杉基家庭关系研究所主任 他曾研究过数千人的婚姻情况 他也是美国一位 研究家庭生活的权威者 以鲍斌诺博士见解 婚姻的失败 通常由于四种原因而引起的 他把这四种情形列举出来 一 性的不调和 二 关于消遣的意见不相同 三 受到经济的威胁 四 身心和情绪的不稳定 以上 以上四点 是依其重要性 而先后分别举出的 移性居了第一位 使人感到奇怪的 经济困难的居了第三位 所有研究离婚原因的专家们 都认为性的配合 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 一位监视法庭法官或夫门宣称 所有离婚案件中 十件中有九件 是由于性生活发生问题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心说 性 是人人所公认 在我门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男女坚幸福的破裂 大多数也是由性的问题上而起的 有约刚来我讲习搬演港的医生 他们也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么在今日各项学科 都在日非猛进的二十世纪 仍会困不略了自然的性本难 而私人仍幸福的婚姻可怜 喜不可怜 法特的以登牧师 做了十八名的传教工作后 突然放弃了这项工作 他担任纽约市家园指导服务署的主任 后来他和普通年轻人一样 之了分 他曾这样说 早年我做牧师的时候 我从经验中发现 那些来教堂结婚的男女们 虽然有长久相爱 想要结成婚姻的志愿 那时有去到对结婚方面该知道的 他是门无所知 一点也不知道 门无所知的 他又说 我们把婚姻中相互调色的大问题 交付给机会这两个字 结果 离婚的比例 竟达到百分之十六这个经人的数目 这样的结合 不是真正的结婚 那其事顺未离婚而异 也就是让自己去受罪 幸福的结合 他们的婚姻 并不听憑于机会 他们替自己细心谨慎的选择 计划 就像一位建造房子的建筑师一样 白特菲尔德 为了协助这项计划的进行 许多年来 坚持凡请他正分的那些男女们 必须坦白的跟他讨论他们未来的计划 由这项讨论所获得的结果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时急于结合的男女 他们都十分因的文盲 白特菲尔德博士说 成 哪只事分口生活中 一行满足 愉快的事 可事 必须要把这件事 调和的恨适宜 不然 其他什么事 也不用谈论 可事 又如何使他适宜你 我们还是用了白特菲尔德的话来解释 感情的监控 必须代以客观的讨论能力 和结婚生活的消炎态度 要获得这种能力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根据一部学理精确 指最高尚的书 除了我自己所注的 雅部结婚和性的调和一书外 我身边也常备有这样的几本书 在我所有这类书中 有三部我认为 值得一般人所观约的 那是哈顿所注的结婚本性技术 我克娜的结婚性生活 和拉多的结婚的性因素 三部书 我们从书本上去学得这类知识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 如果要使你家庭更幸福 免满 那第七行规则是 阅读一本有关婚姻中性生活方面的图书 数年前 哥伦比亚大学 和美国社会卫生协会 联合聘请有名的学者 来讨论大学生的性生活 和婚姻的问题 在那次研究会中 包奔乐博士船 离分的比例数 再逐渐的减少 减少的原因 那是一般人現在 阅读了许多有关性生活 和结婚雅方面的良好书籍 这使我深深的感觉到 再谈如何使你家庭更幸福 美满这一篇旅 我必须介绍几部 有价值的 良好的有关性方面的书 那才能使这一篇会更为完美 对求取性生活知识的态度 那是要严肃的 就像我们阅读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一样 你有这种态度 或有这样的心情 才会有你应有的收获 提要使你的家庭 更快乐的七种方法 第一项规则 切莫潔潔不悠 第二项规则 别尝试改造你的伴侣 第三项规则 不要任意的批评 第四项规则 給予真诚的欣赏 第五项规则 随时注意瑣碎 細微的小地方 第六项规则 要有礼貌 第七项规则 阅读一本有关婚姻中性生活方面的图书 父路 1933年6月份的美国雜誌上 有《黑洛之》的一篇文章 提名是为什么婚姻会有毛病 下面是从哪篇文章中 摘录下来的几个问题 你说他会觉得 只是值得乎集的问题 每个问题正面的答案 你可以记下十份的分数 吸造丈夫的问题 一 你现在还像过去一样的体贴 温柔 会特地买一束鲜花送给他 每逢他生日 或是美闻结婚纪念日 会送他一份礼物 或是常在他所并不期望中 给他一份甜蜜的友情 二 你是不是极为小心的 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批评他吗? 三 除了他不必用外 你是不是另外有给他一些钱 哪是听凭他自己使用的 四 你是不是尽力去了解他 当他在女性某种情态的转变中 在他过度的疲敗中 或是在他容易烦恼的时候 五 你至少有一半的消息时间 与他共存吗? 六 除在比较下 是对他有利之外 你是不是很巧妙的 尽量避免将他攀任的技术 或是家务方面 跟你母亲或是朋友的妻子作比较 七 你对你太太的思想方面 他的社交活动 他所读的书是否感到兴趣 八 你能让他跟别的男士共舞 同时接受他们友谊的恩勤 而你并会有一点疾度的表示 九 你会激进的尋求机会称赞他 而且表示你对他的恩惠 十 他替你做了些琐碎小事 二 帐篷扭扭 保密指示 你有没有有向他说一声借借 吸造妻子的问题 一 你是不是有充分的自由 让你丈夫去做他所喜欢的事业 同时 被免批评他外面的应酬交際 和选用女必须哪一类的事 二 你尽力的洗你的家庭 充满着欢愉 甜蜜的气氛 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三 你是不是经常更换家里的财 使他再反着辞词 总得十分之道 将是说什么东西 四 你是不是对你丈夫的事业 已经有认识 你可以尝跟他讨论 必要时会提出你的见解来 五 你会勇敢 轻松地处理你门所有的经济上的困难 你不批评你丈夫的过错 更不会拿你的有钱的朋友 来跟他比较 六 你是不是努力的 让自己和丈夫的母亲 或者他的亲戚和睦相处 七 你所穿着的衣衣 在颜色 本色上 是不是引起你丈夫的喜爱 八 当你和你丈夫 已经有伤了不合的时候 你是不是为了和睦而容忍 九 你有没有有努力学习你丈夫 所喜爱的运动和娱乐 使你能和他共同享受这份消遣 十 你是不是留意每天的新闻 或是新出版的毒物 使你具有你丈夫这方面的兴趣 传书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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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